第五百二十六集 而那些大秘密想要探索到 得到大好处 恐怕危险程度不比魔鹰山差 魔鹰山内的是幻兽 幻兽意识低下 可是其他绝境级任务的大秘密 所蕴含的危险可不一定是幻兽 假设是某一些有智慧的不朽棘守护者 到时候恐怕会直接将我击杀 会有魔杀族分身 金角巨兽分身 生存能力的确比其他的天才能强 绝境级任务的正常要求 我小心谨慎一点 还是能够完成 可是假使我眼心太大 反而盲目去探寻一些大秘密 大机遇 恐怕很可能会丢掉性命 对了 按照老师说的 那克罗夫的实力 是最近一两百年突然爆发 难道是说 这克罗夫也曾经在某个修炼任务中 发现了某个秘密 获得了大秘密 按照罗峰猜测 每一个任务中或许都蕴含些秘密 罗峰可不认为 仅仅只有他一个人会发现这些秘密 很可能就是这样 因为一两百年前那次 他得到了大机遇 所以时随之位 这次绝境任务 估计他会有意无意地小心观察 探索那些大秘密 可能因此牵扯出了一系列可怕的危险来 最终因此丧命 很可能就是这样 自己就是推测出每个任务中蕴含的秘密 所以生起野心 别人也可能是这样 这种超级机遇 伴随的风险也是超级的 我这次能因为磨杀族分身 而逃过一劫 下次呢 罗峰一迈步 化作一道幻影 落在那地2317层传承阶梯上 顿时无比玄妙的秘法 不断传递进罗峰的记忆中 罗峰又再度去修炼这套传承秘法 令自己的灵魂在修炼中 都发生些改变 这套传承秘法从修炼方式上 很像罗峰当初的老师忽炎伯所创的魂印 魂印秘法也是令灵魂发生一些改变 蜕变 最终才能施展秘法 这套至高魔音传承 也是缓缓改变那无数念力的本质 罗峰的灵魂是御主及九阶灵魂 形态是一颗凝聚的金球 而此时这颗金球中却是金文处处 无数道金文密布在灵魂金球中 金文玄妙异常 随着罗峰不断修炼秘法 令灵魂中的金文逐渐增加 灵魂中的金文越多 这念力振服强度也就越来越强 然而这接受魔音神将传承 终有一个尽头 第3211层台阶 罗峰整个人跪在这十字台阶上 全身皮肤都在渗透着汗珠 脸色苍白 双眸隐隐泛着血丝 整个人忍不住捂住脑袋 灵魂无尽的疲倦 令罗峰只要放弃抵抗 恐怕瞬间就会沉睡 灵魂那强烈的刺痛 更是令罗峰要崩溃 坚持 坚持到这一层的传承 全部接受下 按理说 每一层阶梯的传承时间并不长 可是罗峰却感觉 每一秒都比一年还要漫长 灵魂都无尽的疲倦 已经令罗峰陷入一种 浑浑噩噩的状态 甚至于都没有什么办法思考 思考速度甚至还比不上 地球上一个普通小孩 思考速度缓慢无比 随时可能停止 灵魂的疲倦导致对整个身体的控制 也减弱到极致 整个人跪在地上 随时都会趴下 终于 这三千二百一十一层台阶 被蕴含的部分传承终于传递结束 终于成功了 罗峰心中一松 随即无尽的疲倦 瞬间将他的意识掩埋 整个人趴在了阶梯上 瞬间陷入昏迷状态 不知道过了多久 罗峰终于睁开眼 他猛地一咕噜爬起来 环顾四周 自己竟然已经在传承殿的广场上了 而传承殿则是大门关闭 罗峰 就在你沉睡过去五个小时左右 你就被无形的力量 直接裹着送到了广场上 而那传承殿则是自动关闭 也就是说传承结束了 结束了吗 罗峰笑着环顾四周 广场上空无一物 在广场外的白色光幕依旧存在 这白色光幕阻挡了那些幻兽们飞进来 我沉睡了多久 二十一天 还真是够久的 自己接受魔音神将传承 也接近十二年时间 这十二年时间 自己的灵魂一直处于修炼 那传承不断改造的过程中 从未有过歇息 这种疲倦是不断递增的 我这次也是走了大运 本来我闯到一千两百多层 也就到极限了 没想到透过谋杀族分身 去得到那个精魂果 改变了灵魂的某一项特质 令灵魂更加适合接受传承 这才让我坚持到了三千两百一十一层 魔音神将传承第一阶段 共三千三百三十三层 在亿万年的漫长岁月中 十数万的生命来接受传承 几乎都是不朽神灵来接受传承 可很多不朽神灵 都是在第一阶段末期就到达极限 罗锋靠金魂果才得到媲美很多不朽神灵的成绩 传承结束 这十二年的时间中 五年前我曾经让金角巨兽 融合第九十八颗血落金成功 现在我感觉比五年前强多了 或许可以融合第九十九颗血落金了 罗锋心情愉悦 想做就做 立刻让体内世界中的金角巨兽开始尝试融合第九十九颗血落金 当年在那血落世界 谋杀族分身靠机械族飞船纵横血落世界 大肆搜刮近万颗血落金 金角巨兽虽然身体基因上比那荒兽奇牛强非常多 奈何当时融合成功第九十七颗血落金后 继续融合血落金引发的煞气实在太可怕 罗锋的意志也无法承受 所以当年只能暂时停止 静等将来有所突破 我因神像传承 在修炼的过程中 不断压榨我的承受力 对我的意志也是莫大的磨炼 而这传承秘法就是用来改变灵魂的 令我对灵魂的控制力强上了数十倍 再加上这十二年 修心方面我时刻没有停止 修心和其他修炼完全不一样 比如感悟法则研究密法都需要耗费很大的心力 可是修心不需要消耗多少心力 其实就是一种心境 比如战斗时必须调整好心境 否则可能战斗时发挥失常 只能发挥七八成实力 而像雷神红那样修心境界上极高的 就算是遇到再复杂的事情 也撼动不了他们的心境 他们战斗时反而会超常发挥 别人超常发挥可能是因为某种特殊情况下的爆发 而比如红 他却能时刻保持百分之两百的发挥 这就是一种极高心境下 对实力的一种超极端发挥 当然红在修心上媲美华夏国历史上 古往今来都堪称超凡入胜的圣人 即使是雷神 心境也比红整整差了一个层次 而罗锋更是比雷神差了一筹 幸好罗锋有红和雷神 这两位大师般的人物的引导 所以修心上一直在进步 这十二年 罗锋是有了不少进步 可惜在修心三重境界上 他依旧只是第一重境界的巅峰而已 当然单单论意志已经非常强悍了 罗锋站在这寂静的广场上 体内世界中 庞大仿佛连绵山脉的金角巨兽 那堪比两个大型湖泊的暗金色毛子 正盯着那右爪鳞片上躺着的一颗血落精 第九十九颗 右爪微微握起 同时锋利的利爪掐入掌心中 顺时令掌心鳞片撕裂 而那颗渺小的血落精 在金角巨兽念力操控下 直接触碰到了鳞片伤口上 这一触碰 顿时那股无形之力 瞬间传递进金角巨兽体内 金角巨兽仰头发出一声痛苦愤怒的嘶吼 这是煞气对意志的碰撞 提天盖地的无尽煞气 就仿佛无数奔腾的战车咆哮着碾压过来 罗锋的意志凝炼犹如一柄刀 不断抵抗着每一次冲击 这种纯粹意志层面的冲击 即使拥有再强大的武力 也没有丝毫辅助作用 我一定赢 一定可以赢 这煞气 冲不垮我 冲不垮 一次次坚持着 忽然原本猛烈无比的煞气 仿佛潮水退去般迅速消退 同时金角巨兽右爪上躺着的那颗血落精 则开始了一丝丝血落之力的传递 血落之力不断融入金角巨兽的右爪上 再一次改变金角巨兽那可怕的右爪 疼痛再次袭来 第99颗血落精融合的疼痛可想而知 令金角巨兽痛苦疯狂的一次次撞击大地 撕裂山脉 可再痛苦也得承受 终于剧痛退去 那第99颗血落精完全融入右体爪中 金角巨兽兴奋的仰头咆哮 咆哮声回荡在无尽的体内世界中 微微举起右体爪 驱动右体爪中潜伏着的强大的血落之力 顿时整个右体爪迅速发生变化 筋骨鳞片肌肉等等 从最细微处细胞深处发生蜕变 直接变成了淡金色体爪 而且体爪上还遍布着密密麻麻复杂的血红色秘纹 秘纹遍布在整个右体爪上 隐隐竟然形成了一个图形 一支瘦头咆哮图 好诡异的图 之前融合成功第九十八颗血落精 右体爪上所能显现出的血红色秘纹图 当时罗峰并没有发现这兽头咆哮图 可是当融合第九十九颗时 增添了数百道秘纹 令原本散乱的秘纹一下子完整了很多 秘纹形成整个兽头 很像兽神雕像的兽头 唯一的区别是 没有兽神雕像的那个独角 正因为缺失独角 所以看到这血红色秘纹构成的图 令罗峰总觉得不够圆满 估计融合第一百颗血落精后 就完整了 试试看 看能不能融合第一百颗血落精 金角巨兽再次取出一颗血落精 再度开始尝试融合 第五百二十七集 广场上 罗峰站在广场 而旁边的岩石地面上却满是鲜血 正是刚才融合第九十九颗血落精时 地球人本尊也痛苦地发泄造成的 融合第一百颗血落精 失败了 第一百颗血落精 融合真的很难 估计还要几年 我得一直再提升一些 才可以融合成功 融合第九十九颗成功 融合第一百颗失败 可罗峰却很兴奋 因为根据右体找上 所显现出的血红色秘纹图 竟然是一个兽头咆哮图 而且那兽头和兽神雕像的头颅 几乎完全一样 仅仅缺失独角 血落精 果真和血落世界传说中的兽神有关 不管是血舞者 黑舞者 还是金角巨兽 所能驱动的血落之力 和那兽神脱不了干系 估计 等我融合第一百颗血落精成功 那独角生成 整个密文图完善后 很可能还有个大惊喜 罗峰心情愉悦 环顾周围广场 广场上没有其他生命 而传承宫殿下方的深渊世界 却有一万头幻兽 无尽的幻兽 连不朽级的庞大幻兽都有不少 该回去了 切换成磨杀族分身 磨杀族分身瞬间变换成一头冰熊 憨厚可爱的冰熊朝四周看了看 随即猛的一个前冲 冰熊直接冲过白色广目 一眼便看到下方无尽深渊世界中 不计其数的幻兽 呼动一声 他直接跌落在冰层上 傻乎乎的爬起来 周围同样一个个傻乎乎的幻兽 根本没有几个在意这头冰熊 冰熊抬头看着空中那三十二座悬浮者的宫殿 哦 三十二座宫殿都有白色光照 紧接着 之前罗锋接受传承的那座宫殿 外围白色光照 开始缓缓消散 看来其他三十一座宫殿 都有生命在接受传承 反正我已经接受了传承 无法接受更多了 抓紧时间出去 冰熊看向四周 茫茫寒冷的深渊世界 不管朝哪一个方向看 都一眼看不到尽头 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幻兽 幻兽数量之多 简直不可思议 可是我该怎么出去啊 怎么来的怎么走啊 当初是被那没落一脚踹进深洞 坠入到这深渊世界 可是想要透过深洞飞回去 那深洞区域 有好些庞大的不朽急患兽 每一头不朽急患兽 都同时操控着很多深洞 单单不朽急患兽 随意施展的吞噬之力 就那般可怕 我还是别去招惹得好啊 罗锋也回忆起来 遍布大量深洞的下方深渊 是不朽急患兽 而当罗锋变化成冰熊时 并没有看到其他患兽 飞进深洞 别的患兽 都没飞进过深洞 别的患兽不敢做的事 我也不能做 当即 冰熊开始在这茫茫深渊世界中 闯荡了 可是三天时间下来 冰熊也没能找到 离开这片深渊世界的方法 这令冰熊急了 我就沿着一个方向 一直不断地走 我还就不信 走不到头了 罗锋化成的冰熊 开始沿着一个方向 不断前进 时而奔跑 飞窜百万公里 时而悠闲 扭着大屁股走一会儿 就这样这头冰熊越走越远 渐渐的他视野范围内所能看到的患兽也越来越少 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鬼地方 强大的魔鹰瞬间扫荡而过 冰熊罗锋也是微微一颤 这魔鹰大概可以影响戒助初期的高手 魔鹰 竟然有魔鹰 靠 终于遇到魔鹰了 这里可以发现魔鹰 看来也差不多能离开这深渊世界了 冰熊激动地立刻化作一道幻影飞奔着 当一口气飞奔十数万公里后 终于看到了茫茫的岩石冰层山壁 那山壁上有着一个个洞窟通道 多么熟悉的幽深洞窟 多么让人喜欢的幽深洞窟啊 冰熊激动地挥舞着他的大爪子 随即飞窜进入其中一个幽深洞窟中 幽深洞窟冰冷 冰熊独自行进在洞窟中 心情却很愉悦 不管怎么样 现在总算是离开了深渊世界的范围 对冰熊罗锋而言 整个魔鹰山除了深渊世界外 其他地方对他根本没有威胁 一路前进保持较快速度 片刻后就已经抵达这条幽深洞窟的尽头 尽头是洞窟交汇处 足足有395个洞窟交汇于此 麻烦大了 这下可麻烦大了 我的头脑中只是记忆着一路前来的路线 而现在我又无法沿着原路返回 魔山中 一个洞窟连数百个洞窟 随便一个洞窟又连接其他众多洞窟 一个个巨大的洞窟 或是曲折向上 或是直接往前 或是迂回扭转 路线无比复杂 看成超级迷宫 就算是那些闯入魔音山中的强者们 一般都是按照原路返回 若是不按照原路返回 而是乱跑的话 恐怕不知道要多少年 才能从迷宫中走出去 这怎么办 这个地方我之前从没有来过 眼前的另外394个洞窟 我该选择进入哪一个洞窟呢 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有一个办法 找寻其他人类 其他的人类应该能知道出去的路线 毕竟正常情况下 能够走过来就能够返回去 像罗锋这般遭遇还是极少的 兵雄罗锋随便选择了一个窟窿 往前行进着 大半天后 一名精兽男子正审视着 眼前这头幻兽兵雄 而后很随意地从身后 拿出赤红色的两柄大锤 真是倒霉 竟然遇到一头幻兽倒路 还好 只是一头宇宙级的傻乎乎的幻兽 傻幻兽 给爷倒下吧 精兽男子瞬间划过一道鬼魅幻影 就冲向冰雄幻兽 冰雄挥动了寒冰大熊掌 快如闪电 怎么可能 这宇宙级的幻兽 怎么可能 速度 这么快 精兽男子惊恐瞪大眼睛 那大熊掌 以他根本无法闪避开的速度 直接拍在了他的身体上 直接将他整个人拍成了肉泥 而后远远抛飞 砸在了旁边的岩壁上 破烂尸体跌落在地上 冰雄看了眼那具尸体 身体瞬间一换 变成地球人本尊 随即走到尸体旁 开始搜集 这尸体身上有什么物品 竟然没有智能光脑 真倒霉 我需要找到离开 魔音山的路线图 而路线图 一般是被记在那些 强者的记忆里 同时 一般贴身携带 智能光脑 也会自动记录 可是眼前这家伙 竟然没有智能光脑 也对 九星海那种地方 虽然有些高层 可以有智能光脑 可这个地方 毕竟是土著的地方 拥有光脑的 还是少数 罗峰有些烦恼 那些土著强者的记忆中 是有路线图 可是搜寻记忆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迷魂催眠对方 让对方叙说路线图 这超级迷宫般的魔音山 路线图也无比复杂 单单口述 根本说不清楚 抓着一个宇宙级家伙 让他带路 还是不行 我前进速度很快 无需顾忌魔音 而那些宇宙级土著 却必须小心魔音 因为一个不小心 遇到一点强的魔音 他们直接就会成为 行尸走肉 想来想去 罗峰还是觉得 寻找智能光脑比较好 不管怎么样 能来魔音山的 都算得上是 九星海中的一些强者 恐怕有一部分 是拥有智能光脑的 罗峰伪装成土著 一路前进 魔音山中的确很是疯狂 只要在洞窟中碰到 罗峰的 认为自己比罗峰强些的 都会主动出手 想要击杀罗峰 罗峰花费了四天多的时间 击杀九名土著 在击杀第九名时 终于得到了这名土著 手臂上的智能光脑 罗峰塔 入侵这智能光脑 查找路线图 明白 罗峰塔迅速渗透着 很普通的智能光脑 已经查找到路线图了 很快就能出去了 哦 终于 自己终于能够离开 魔音山了 这还真够不容易 一股强大无形的力量 瞬间扫过这片区域 罗峰本人倒是 没有丝毫察觉 可是罗峰塔 却立刻尖叫道 罗峰 小心 是世界之力探索 周围应该有借助强者 借助 对于借助强者 罗峰并无太多畏惧 19.3公里外 10公里外 他到了 罗峰确实皱眉 看着这条宽阔幽深的 冰冷洞窟远处 一道鬼魅身影迅速出现 皮肤很赢灰色 没有一根头发 额头上长着两根 猙獰的黑色弯角 一双眸子正审视着罗峰 就仿佛一头狮子 在审视着猎物似的 整个人自然而然 有着一种邪恶气息 你 一个宇宙级九阶小家伙 竟然能杀死 玉主级三阶武者 看来有宝物在身 罗峰确冷漠看着他 忽然猛地掉头就跑 想逃 银灰色皮肤借助 迅速追去 第五百二十八集 罗峰在奔跑的同时 就迅速切换成磨砂族分身 磨砂族分身变换的模样 跟此刻罗峰伪装的土著 是一模一样 爸爸他 这家伙实力多少 借助武戒 哼 才借助武戒 小家伙 你逃不掉的 那音冷声音 在罗峰耳边回荡 那道身影几乎同时 就跑到了罗峰前方 而磨砂族罗峰 却是诡异身形一闪 竟然又转而返回 继续奔跑 同时他手中也多出了一柄结构 看似简单的雷射枪 异九级雷射枪 那就是你杀死 玉珠及三杰的武器 看样子是雷射枪啊 这可是稀罕武啊 那名银灰色皮肤的 借助声音回荡着 却是直接扑向罗峰 速度快得惊人 磨砂族分身身形猛的 一折一闪 轻易躲开这一扑 什么 刚才磨砂族罗峰 那一折一闪 所展露出的瞬间 迸发速度 简直快得不可思议 竟然连他堂堂 借助五阶强者 都没能追上 那一九级雷射枪的警示灯 红灯灭 绿灯亮 零点一秒已过 续能完毕 罗峰轻轻按动按钮 冷漠看着那名 有着暴怒之色的借助 嘴唇动了动 说出三个字 去死吧 耀眼到极致的白色光柱 瞬间贯穿那名借助 而后贯穿后方的 岩石山壁冰层 冰层瞬间融化 沸腾成气体 那黑色岩石都直接均裂开 同时整个幽深洞窟中 从之前的超低温 瞬间达到了超高温 很快周围又完全冰冷下来 罗峰踩着一些碎兵 走到了那具 几乎完全气化的尸体旁 那具尸体此刻 只剩下一些战甲残骸等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送死 又怪得了谁 罗峰蹲下 迅速找到那借助 遗留的空间戒指 念力直接闯进去 这一看 顿时脸上露出喜色 你不但来送死 还送宝 借助就是借助 这黑色令牌就是多 有了这一批黑色令牌 我搜集的黑色令牌 也有九千八百多了 还只差一点 就到一万 在进行魔音神将传承前 罗峰得到的黑色令牌 就已经极多了 近八千枚 加上刚才收获的加起来 已经接近一万枚了 只差一百多枚 一百多枚黑色令牌 搜集起来倒是容易 随便遇到个借助八阶九阶的 可能就凑够 罗峰心情愉悦 开始按照路线图离开 这离开途中 也遇到了十余人 以罗峰地球人本尊 展露出的宇宙及九阶实力 的确惹得不少狱主 土著来杀罗峰 自然是全部被罗峰 轻易解决掉 这也令罗峰搜集的 黑色令牌总数 自然而然上升到了一万枚 终于出来了 离开魔音山这个超级迷宫了 罗峰大笑着 直接飞出了魔音山 最外围的洞窟入口 魔音山内 一直是岩石冰层环境 当罗峰飞出那 最外围的洞口时 一眼便看到远处 无限的虚空 心中顿时觉得舒畅自在 出来了 这魔音山之旅 总算是结束了 罗峰转头看着这庞大 一眼看不到尽头的魔山 暗自感叹 这一次自己来魔音山 收获的确惊人 那魔音神将传承 令自己的念力振服强度 达到三千两百多 而很多精神念识 正常情况下 极限仅仅是一百 那本尊天地修炼大成 也不过是力量达到二十七倍而已 这传承 无价之宝 可惜我实力太弱 灵魂能够承受的传承 还是太少 假使我是借助巅峰实力 再不用金魂果 恐怕就能冲到第二阶段 一旦踏上第二阶段的阶梯 恐怕就能看到第二阶段 尽头的殿堂了 罗峰当时是在踏上第一阶段阶梯 大约十分之一时 出现了第一阶段的殿堂 按照罗峰的猜测 自己得踏上第二阶段的 传承阶梯十分之一时 才会出现第二阶段的殿堂 必须让那殿堂现身 自己才能得到殿堂中的宝物 可惜我仅仅走到 第一阶段的最后期 如果可以走到 第二阶段的十分之一 我就能有磨砂族分身 去取了第二阶段 殿堂中的宝物 服用了之后 又可以继续前进一大截了 当罗峰看着魔音山 心中感叹时 远处一只小队的银医直士 则是迅速飞了过来 殿下 罗峰殿下 恭喜殿下出魔音山 请殿下随我们来 这一对银医直士们 丝毫不敢懈怠 最近这段时间 在魔音山中的 一共两位殿下 一位就是罗峰 另一位是 末世秘境的一位殿下 论地位 罗峰自然要高得多 银医直士们恭敬地 带领罗峰朝魔山山脚的 宫殿群飞去 罗峰殿下 哦 是你 一叉 罗峰一眼就认出 眼前这白袍青年 就是十二年前 自己来磨山时 招待自己的那位 殿下还能记得 以昌的名字 殿下在魔音山中 整整十二年 安然归来 真是了不起 嘴上这么说 可是白袍青年 以昌心中 却是暗叹 破鱼猴知道 罗峰活着出来 恐怕会很不高兴吧 幽冷的电厅内 破鱼猴坐在王座上 他那不朽之力 悄无声息地 扫荡过罗峰 和白袍青年以昌 以他的能耐 即使是巴巴塔 凭借仪器也没有探测到 毕竟论实力 破鱼猴比当年 忽颜博还要稍微强些 更何况破鱼猴 也是主研究灵魂 哼 这个罗峰竟然还真的活着 在魔阴山中待了十二年 哼 有点能耐 那晶莹仿佛玉石雕刻的右手 竟然直接将王座扶手 给抓得粉碎 不过 终有一天 什么 一万枚黑色令牌 那罗峰竟然搜集到 一万枚黑色令牌 霍玉侯再无之前的淡定 有的只是惊怒 罗峰正和白袍青年以昌 边走边聊天 一万枚黑色令牌 罗峰殿下 这搜集一万枚黑色令牌 可比生存任务难多了 这么多年 已经很久没有殿下 能够搜集一万枚黑色令牌了 也就之前的莫洛殿下曾经完成过 莫洛 他也完成了 要搜集一万枚黑色令牌 最快的方法是击杀戒主强者 而宇宙及九阶击杀戒主 何等都不可思议 单靠自身武力不可能 一般都是靠辅助生命科技武器等 自己是凭借磨砂族分身 加上一九级雷射枪组合才完成的 那莫洛又凭的是什么呢 对 莫洛殿下的确是完成了 不过他待在魔音山 仅仅三年多就出来了 他的速度倒是挺快 想要搜集一万枚令牌 非常的难 我也是花费了十二年 才搜集成功的 这莫洛 搜集黑色令牌倒是比我快 罗峰殿下 能坚持十二年搜集黑色令牌 这份毅力真是惊人啊 嘴上这么说 心中确实有些不屑 这位绝世天才罗峰殿下 未免太不顾性命了 为了搜集足够的黑色令牌 竟然在魔音山待十二年 魔音山那可是绝境级任务所在地 待十二年 就算运气再好 也会碰上戒主土著 戒主患寿的 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片刻后 以昌将罗峰带到一座宫殿中 罗峰内侠 因为你得到一万枚黑色令牌 所以自然能够得到巨额奖励 这份巨额奖励 将会由我们虚拟宇宙公司 驻扎在这儿的天语王 亲自给你 请你稍等 我去通禀 请静等天语王来接见你 明白 目送着以昌离开 罗峰心中却是暗惊 天语王吗 跟随老师真眼王这么多年 罗峰也听说过一些超级存在的名字 封王及不朽中也有高低之分 而其中有极少数的存在 无限接近于宇宙国主那个层次 比如自己的老师真眼王 而天语王 就是自己老师曾经提到过 还专门夸赞过的一个名字 封王及不朽中 能够让真眼王奈何不得的屈指可数 天语王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老师所说 这天语王擅长空间 时间两大法则 是修炼宇宙混沌碑的超级存在 连老师都奈何不得的 在虚拟宇宙公司中 地位极高 罗峰暗自期待 想要见见这位传奇人物 片刻后 罗峰殿下 天语王大人 正在他的宇皇殿等待殿下 请殿下催我来 嗯 罗峰点头 当即跟随着白袍青年乙昌 飞行在摩山山脚下的宫殿群之间 飞行了大约两分钟 就来到了一座巍峨 高足有数十万公里的庞大宫殿 整个宫殿的外墙 几乎过半面积 是用来雕刻 长相怪异的飞禽 这飞禽 有三对翅膀 三只眼 头顶有类似王冠的灵毛 特别是那其中一只树眼 虽然仅仅是一个巨大雕刻 可这飞禽雕刻的树眼依旧有一种看破时空的令人惊骇感 殿下请进吧 这里面我就没法陪殿下了 白袍青年乙昌站在宫殿外 而宫殿外穿着金甲的守卫们也是齐刷刷的让开通道 这群守卫共有上千人 其中竟有整整十名不朽神灵 不朽神灵在宫殿外看守 罗锋感到不可思议 自己老是真眼王也没这么牛吧 而且不朽神灵一般也有其骄傲 就算臣服于某个强横存在 可是被命令来看门 一般是不太可能同意的 除非有某些特殊原因 罗锋当即迈入羽黄殿内 羽黄殿的第一层主殿 无比巍峨金碧辉煌 整个主殿内主要是黄金色和墨黑色两种色调 罗锋化作一道流光飞行在主殿内 飞行片刻见到了那坐在王座上的耀眼身影 以及坐在大殿下方两侧的一个个身影 拜见天语宝 第五百二十九集 真眼收了一个好徒弟 王座上那耀眼身影的声音一出 整个大殿中都回荡开来 这主殿也是有近十万公里长宽的 按理说声音传播需要很久 可是那耀眼身影刚刚开口却传遍整个主殿 罗锋这次抬头 看向王座上的耀眼身影 他有着黄金色的长发 其中一双眼睛是呈现碧蓝色 然而他那眉心的竖眼却是瞳孔为黄金色 鼻子高挺 嘴唇很薄 可是那眸子俯看向下方 却让罗锋抬头看时 有一种面对无限宇宙星空的感觉 那种自然而然的高贵 无形中就让人想要臣服 好可怕的人物 不愧是和老师比肩的伟大存在 这旁边的 罗锋目光一扫 在大殿之下两旁正坐着足足二十四人 长相各异 或是高大魁梧 或是妖魅 或是冷力 可根据罗锋在混沌城长期陪那群师兄弟的感觉判断 眼前这二十四人 估摸着应该都是不朽神灵中的强者 拿出你的一万枚黑色令牌 是 罗锋一挥手 顿时在旁边出现了一堆黑色令牌 按照摩山这儿的规矩 你能够搜集到一万枚黑色令牌 就能得到一份奖励 我现在给你三份奖励选择 你只能从中选出一份 此话一出 下方作者的二十四名强大不朽神灵 几乎各个面色微变 可是他们都不敢吭声 二十四名不朽神灵中 破于侯更是心中暗道 天羽王大人怎么回事 平常 不是直接赐予一份奖励就行了 怎么这次还给这小子选择机会 破于侯心中很不满 却不敢发出丝毫牢骚 天羽王的霸道 一旦违逆他 结果很可能就是陨落 罗锋本人可不知道 正常情况下仅仅只给一份奖励 他还以为三份奖励中 选一份是正常情况 三份奖励 第一份是永罗甲 永罗甲属于不朽神灵们 比较喜欢的战甲 防御威力很不错 如果是戒主及一阶二阶使用 可以抵御不朽以下的非灵魂类攻击 而丝毫无伤 你是精神念师 就更加该注重物质防御 这套战甲比较适合 罗锋听得暗自震惊 戒主一阶穿着的战甲 等于是不朽以下能抵抗一切非灵魂攻击 不愧是不朽神灵们都钟爱的战甲 永罗甲 罗锋 你老师当年也是在魔云堂 蜕变达到不朽后 才不需要那些战甲的 否则的话 就算对你老师而言 永罗甲也是很不错了 永罗甲的拍卖价 一般要达到八十到一百万混员单位 罗锋吓了一跳 八十到一百万混员单位 整个黑龙山星域的价值也就在三十到一百万混员单位而已 一件战甲比一座浩瀚的星域还要贵 这第二份是一块发展大的 鸠岩虚空金 鸠岩虚空金是属于很珍贵的制造兵器的材料 你没到不朽前 可以购买一些智识的念力兵器的 可是等成为不朽 就需要根据自己所创秘法 制造出最适合自己的兵器 鸠岩虚空金 属于制造兵器的极为稀罕的材料 罗锋眨巴下眼 一块巴掌大的材料 第三份是现金 那永罗甲鸠岩虚空金的价格 都在五十万混员单位左右 所以第三份奖励 就是五十万混员单位金钱 前两项你如果都不满意 可以选择金钱 之后你自己去购买所需要 三者只可以选择一件 选吧 大殿下的其他二十四名封侯级不朽 脸色都变了 一个个心中震惊 他们跟随天羽王驻扎在这里太久了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天羽王这么好说话了 所谓的巨额奖励 其实虚拟宇宙公司那边 是有一个规定范围的 平常随便拿出一件差不多的奖励 就直接打发走那些搜集到 一万枚黑色令牌的殿下了 可这次 首先天羽王拿出的三个奖励 各个惊人 永罗甲连不朽神灵都会争相竞派的战甲 罗峰如果使用可以一直使用到不朽神灵阶段 揪言虚空金 那就更加珍惜罕见了 连天羽王自己都说很珍贵 极为稀罕 仅仅巴掌一块大的原材料 就贵重到这种地步 最后是现金 其实相比较而言 现金在三者中最弱 可是没听天羽王说吗 前两样都不满意 可以拿着现金出去买所需要的 这简直是完全为罗峰考虑 他们还真的很少见到天羽王这么客气对待人 巴巴塔 我该选哪一个呢 虽然心中有所判断 可自己见识毕竟少些 巴巴塔见识要广得多 永罗甲暂时没必要 因为我们可以培育摩云藤 很快进戒主集 培育到戒主九届并不难 至于将来成为不朽神灵 等成了不朽神灵 以你的背景和接受虚拟宇宙公司的重视程度 估计用的战甲会比永罗甲更好 而且你一旦找到办法让魔云堂成为不朽 那就没有必要再用永罗甲了 至于现金也没有必要 因为你老师的全部财产都在银行账户里 只要你以御主及身份去宇宙中任何一个星域的宇宙星河银行 都能取到你老师给你的遗产 所以你不缺金钱 对你其实最重要的是 鸠岩虚空金 那天羽王虽然说永罗甲和一块鸠岩虚空金 都是价值五十万会员单位 可是我必须得说 天羽王地位无比尊崇 所以他能以五十万会员单位 购买到永罗甲和鸠岩虚空金 而实际上永罗甲之前我说了 拍卖价在八十到一百万会员单位 而鸠岩虚空金更是会拍卖到一百五十到两百万会员单位 因为鸠岩虚空金实在太稀少 几乎都被一些超级存在给挠断了 物以稀为贵 或许对天羽王而言能够买到 可是对于其他不朽神灵 甚至愿意出价高一倍也买不到 相比较而言 那永罗甲就比鸠岩虚空金多多了 而且罗峰你肯定要自创一套最适合你的秘法 这是任何一个强者都得走的道路 而且一般在借主巅峰期就会开始创造秘法 在创造秘法时就已经可以开始收集材料 为自己制造兵器了 天羽王抛出的三份奖励 的确惹起下面的二十四名封侯级不朽疑惑万分 这罗峰到底是什么背景惹得天羽王这样 真眼王的徒弟不至于吧 毕竟天羽王的地位和真眼王相差无几 根本没有必要借此去教好真眼王 而且天羽王的性格是无比骄傲的 就是一些宇宙国主 他有时候也是不太在乎的 天羽王大人 我愿意选择第二份奖励 秋炎虚空金 在大殿下的那破鱼猴微微皱眉 心中冷哼 这个小子才宇宙级久迹 竟然也能知道 秋炎虚空金是最好的一个 恐怕也是走了狗屎运 好 这一块秋炎虚空金就给你了 随手一扔 顿时一块近乎完全透明 只是隐隐有着一根根金色丝线在其中的晶体 瞬间穿梭空间 直接出现在罗锋面前 我的天啊 瞬移 他看得清清楚楚 那晶体就是从天羽王甩手之后 凭空消失不见 随后又凭空出现在自己面前 即使以自己对宇宙空间的感应 也仅仅能够感觉到很微弱的空间波动 完成磨山任务 你应该是直接回原始秘境吧 是的 虽然加入了原始秘境数年 可是因为一直在磨山 所以一直没有去原始秘境 嗯 安排你回去的宇宙飞船 会直接送你回原始秘境 天羽王说完后 便凭空消失在王座上 片刻后 罗锋就乘坐天羽王专门安排了一座宇宙飞船 离开了磨山 在距离磨山不远处的一片被清理出的区域进行加速 进行宇宙穿梭 这天羽王可真客气 罗锋在休息舱中 翻着手中重3.1吨的巴掌大小的透明金属 整个金属就仿佛透明水晶似的 比水晶还要透明 如果不注意 根本就以为是空气 只是其中有几根很细的金色丝线 摸着这块鸠岩虚空金 罗锋都感觉到周围空间隐隐随之波动 好奇异的金属啊 当即意识连接虚拟宇宙网络 发送了一封邮件给自己的老师真雁王 将这次在磨山得到的 鸠岩虚空金的奖励说了一下 当然也说了详细过程 因为罗锋也察觉到 天羽王的确是很友好 仅仅片刻 罗锋就收到一封邮件 是老师回复的 罗锋打开一看 为师救过天羽王的性命 不过这事宇宙中知道的极少 你也别外传 天羽王这人极好面子 你给他一分面子 他会还十分 老师 你狠 我这老师直爽火爆 听说得罪过不少人 之前老师还让我御主时 担任封疆大力 要小心谨慎 现在看来 老师虽然有一些潜藏的敌人 可是也同样有一些朋友的嘛 而且还是这么厉害的朋友 第五百三十集 时间流逝 过了三个月 这艘宇宙飞船 才终于进入原始秘境 宇宙穿梭回原宇宙后 飞行了大半天 才抵达原始秘境中 这群核心天才们居住的地方 罗锋殿下 前面就是113名殿下居住的地方 一名长着三对银色翅膀的 高大男子摇指前方 这外景虚拟下 也令罗锋一眼看到 远处虚空中的 136颗星辰 那136颗巨大的星辰 在虚空中不断地 彼此运转着 轨迹无比玄妙 罗锋看着看着 忽然脑海中浮现 当初天使公主 用九颗黑色火焰 星球演练 空间法则的场景 有点像 这136颗星辰 自成一时空 居住在其中的殿下们 无比的安全 就算是宇宙国主那等强者 也无法闯入那一时空 这也是虚拟宇宙公司 为历代殿下们 耗费无数力气建造而成的 罗锋心中震惊 136星球 自成一时空 虚空中那136颗星球 以无比玄妙的轨迹 不断运转着 勾动着宇宙中 最本源的两大法则 时间法则和空间法则 令那136颗星球 所存在的一片虚空 自成一时空 虽然肉眼还能看到 实际上看到的 却都是假象 虚空中荡起空间波纹 一艘华丽的通体 金色足有一千多米长的 宇宙飞船 凭空出现 谢谢诸位 也替我 谢谢天语王大人 另外一艘飞船舱门口 罗锋和那银色翅膀男子 等人告别 随即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飞向那通体 金色的宇宙飞船 罗锋呼啸而过 便已抵达那艘华丽 金色飞船的舱门口 那舱门口还站着三名 澎湃着法则气息的强者 这三人罗锋仅仅认识一人 光头男狄伦 殿下 狄伦 另外站着的两名不朽强者 其中一位有着银色长发 银色眸子 视角的漂亮女子 微笑道 罗锋殿下 欢迎你来到 原始秘境的第九时空 第九时空也简称乌尘时空 是历代所有殿下们的居住地 请殿下进入飞船 我等送殿下去居所 罗锋微笑点头 步入这艘飞船 这艘飞船纯粹是用来接待的 所以布置极为豪舍 所谓的豪舍 自然是宇宙中普通富豪 根本看不出来的 而是像罗锋这等有着传承记忆 观看过宝库才能明白 这艘飞船的布置何等奢侈 飞船的迎宾大厅内 罗锋几人都站在那儿 看着外界虚空景色 飞船启动 很快穿梭回那第九时空 哦 罗锋震惊发现 之前自己仅仅只能观看到 那不断移动的136颗星球 然而当这艘飞船 真正进入这一片时空时 他却看到 那136颗星球 是在这片时空的边缘运转 而在这片时空的核心 却是一座无比耀眼的大陆 这座悬浮的大陆上 有着一座座精美的宫殿群 好神奇啊 这片时空叫乌尘时空 前方这片虚空大陆 也叫乌尘大陆 从外界看 只能看到136颗乌尘星球 却根本无法看到 最重要的乌尘大陆 所有的殿下们 都是居住在乌尘大陆上 这136颗乌尘星球 都是人工制造的星球 各个都是我虚拟宇宙公司 花费巨额代价放旧而成的 毕竟这里是历代殿下们居住 安全非常重要 需要防止一族强者 来袭杀诸位殿下 这136颗乌尘星球 自动运转 构成这一方时空 任何想要进攻擅闯的 都会遭到这一方时空抵抗 所有攻击都会转移到那136颗乌尘星球 而泄掉 不朽神灵的攻击 根本对这一方时空没有任何影响 就算是一群宇宙国主 也休想闯进来 罗锋听得暗惊 虚拟宇宙公司的强大 随着自己地位越来越高 接触的越来越多 愈加能够清晰认识 如血落大陆上强大的兽神 最后还不是陨落 整个血落大陆还不是被监视着 如魔山 那魔音神将传承的确是厉害 可当年留下传承的伟大存在 面对虚拟宇宙公司 还不是退却 一个个宇宙秘境直接被占据 人类族群乃是宇宙无数种族中 巅峰族群之一 虚拟宇宙公司作为宇宙人类 五大超级势力之一 的确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实力 原始秘境内 第九空间 乌尘时空的乌尘大陆 是极为广袤的 每一位殿下都能分配到 近百万公里方圆的领地 狄伦统领的护卫军 自然也是住在罗锋的领地中 当罗锋进入后 很快便意识连接虚拟宇宙 虚拟宇宙 与象山原始区 罗锋的庄园修炼场中 骑 罗锋站在广袤修炼场内 身后的暗金色长棍射出万千金光 同时被罗锋那操控达到不可思议地步的念力精妙控制着 作为念力振幅强度达到三千两百多的精神念试掌控者 使用眼神兵轻松太多了 周围天地变色化为无尽的剑气世界 你 顿时在罗锋身前迅速凝聚出一淡淡的金色剑尖 随后直接消散 同时在距离罗锋五百米外又迅速凝结出一缕淡金色剑气 凝结成功的同时又再度溃散 并且一公里外又凭空凝结出一缕淡金色剑气来 只见剑气世界范围中处处凝结剑气 处处又消散 简直世界第二层无所不在 哈哈 罗锋微微一笑 顿时整个剑之世界消散 无数金光迅速飞回自己背后的暗金色长棍中 在莫英山中的十二年 我的法则感悟 进步虽然不小 可还不至于让我能够让剑之世界达到无处不在的地步 念力振幅三千两百多 是正常极限的三十二倍 这三十二倍的念力操控 才是令我轻易让剑气无所不在的原因 如果我现在去闯通天桥第八层 恐怕就能成功了吧 现如今宇宙级的天才中仅仅只有飞托一人闯过通天桥第八层 而自己刚刚从摩英山出来 摩英山的传承名额又被陌生人抢占了 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必要去闯通天桥 弄得天下皆知 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而且有闯第八层的实力不代表就非得立刻去闯 就算等将来实力足够高 一口气接连闯下第八层第九层也未尝不可 像狼人克罗夫拥有闯第八层的实力也根本没有急着去闯 去书房 罗峰迅速离开练武场 化为一道流光 直接从阳台窗户飞进书房中 坐在书桌前 罗峰看着笔记本屏幕 正在翻看着一些危险级任务 绝境级任务的资料 作为原始秘境成员 罗峰现在搜索权限高了很多 很多过去看不到的秘密讯息 现在都能够查看到 每一百年最多接十个任务 这里的一百年 指的是每两次资格战之间的一百年 资格战过去 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 我可以最多接十个任务 接完这十个任务 估摸着原和也突破到借主级了 到时候我地球人本尊 就突破御主级吧 对罗峰而言 地球人本尊随时可以突破到御主级 可一旦突破到御主级 就会被虚拟世界公司外放 一般是去家乡宇宙国担当一方 封疆大力 虽然掌控大权有诸多好处 可是宇宙级天才们的特权 皆修炼任务 却再也不可能有机会了 留在宇宙级 罗峰可没有想过像其他人那样 在宇宙级停留那么久 以金角巨兽的进化速度 我根本没有必要偷偷拉拉的 而且感悟法则最容易的是在借主阶段 一旦金角巨兽达到借主期 我的宇宙法则感悟速度将会开始突飞猛进的 飞跃性提升 借主是最容易感悟法则的阶段 在浩瀚宇宙中 一般狱主强者能感悟到法则的话 就算不错的天才了 然而借主能够感悟法则 那根本是理所当然的事 就算是在黑龙山星狱 那小小一个星狱范围内 也有不少借主感悟极高 并且得到了本源法则承认 由此可见 借主感悟速度的确会极快 借主感悟法则 也有很多有利条件 这也是时光借主当年 宁可停留在借主那么久 也没有急于突破成为不朽的原因 所以 罗锋一旦踏入借主期 那才是他真正爆发的时期 显然一体内世界 不断吞噬金属演变的速度 离达到借主期 只剩下六七十年而已 原始秘境中的危险级任务 一共有六个 一口气全部做掉吧 罗锋自信十足 有异九级雷射枪 还有磨砂毒分身 金角巨兽分身 去完成危险级任务 只要不主动找死 绝对没问题 等危险级任务做完 就去做绝境级任务 不过 或许这些任务中 有一些大机遇大秘密 可是每一个机遇秘密 恐怕都很危险 上次我在魔音山 侥幸成功 可下一次却不一定 罗锋提醒自己 必须量力而行 切不可被野心贪婪 模糊了双眼 罗锋上次接过绝境任务 很清楚 绝境级任务 一共有十八个 虚拟宇宙公司 灰下秘境中的有四个 原始秘境有两个 一个是排名第一的 炼狱深渊 任务积分奖励是一百万积分 为最高 同样也是最危险最难的一个 一个是排名第六的 迷宗星系 任务积分是五十万 要比魔山稍微危险一点 接下来数十年的时间 我先完成六个危险级任务 然后再去接绝境级任务 迷宗星系 迷宗星系 也就比魔山稍微危险一些 这一系列下来 我的实力 估计又可以提高不少 最好是在金角巨兽 磨砂族分身 突破到戒主气候 我再去最难的 炼狱深渊 这一切全部完成 就是自己被虚拟宇宙公司外放 成为封疆大吏的时候 第五百三十一集 六个危险级 都是在原始秘境内 罗锋发现了 其中两个危险级任务 所蕴含的大秘密的一些苗头 这两个危险级任务世界 一个是维斯卡星 一个是废墟古神殿 罗锋都发现了 大秘密的一些线索 而且都小心谨慎地去探查 维斯卡星最神奇 最重要的祖神墓 守护者是一大群不朽神灵 吓得罗锋根本不敢深入 一旦不小心被发现 任何不朽神灵 恐怕只要一招就能击杀罗锋 废墟古神殿 最外围危险度很低 罗锋能轻易完成任务要求 可是深处蕴含的秘密 随着罗锋探索加深 却发现危机重重 罗锋后来是靠磨砂族分身 小心翼翼渗透进去 凭借磨砂族分身的天赋秘法复制 让磨砂族分身渗透进去 硬是虎口夺食 寻得了一片价值丝毫不亚于 鸠岩虚空金的奇异脉的叶子 这片叶子 名为紫尘百落叶 具有不少奇特用途 最好是给不朽级植物生命使用 一般拍卖价在两百万混元单位 当然 无比艰辛地将一片紫尘百落叶 弄到手后 罗锋唯恐惹起祸端 立刻就离开这废墟古神殿 一共耗费三年零六个月 完成六个危险级任务 发现两个任务蕴含的秘密苗头 总共获得积分九点五万 以及一片紫尘百落叶 越是从修炼任务中得到好处 越是让人心中滋生贪婪野心 因为辛辛苦苦六个危险级任务 也不过才九点五万积分 即使是最高兑换价 一混元单位兑换一个积分 也就相当于是九点五万混元单位 可是仅仅一次大秘密机遇 得到的一片紫尘百落叶 就价值两百万混元单位左右 足够购买好几个黑龙山星域 罗锋 转大了 紫尘百落叶啊 你老是想到连享居买都没地方买 等魔云藤突破到不朽后 你再让他服用紫尘百落叶 实力绝对会飙升 如果魔云藤在借主巅峰期 你给他服用紫尘百落叶 也有10%的希望能突破到不朽 之所以概率不太高 是因为紫尘百落叶主要的功效 是根本性改变身体结构 完成六个危险级任务后 罗锋略微休整三个月 开始进行绝境级任务 迷宗星系 任何一个原始秘境成员 最多可以接受三个绝境级任务 罗锋已经接过一个魔山 所以还能再接两个 按照罗锋的计划 事先接难度低的迷宗星系 所谓的难度低 自然是相对于在绝境级任务中 排名第一的炼狱深渊 绝境级任务平均死亡率是90% 可排名第一的炼狱深渊 却是害人的99% 所以一代代天才 很少有人敢去闯 就是自信如罗锋 也决定等魔杀族分身 金角巨兽分身 都达到借主期 再去闯 迷宗星系是浩瀚的原始秘境中的一小片区域 大约相当于银河系大小 迷宗星系的任务很简单 是搜寻任务 搜寻到39颗晶石 可获得50万积分 其实那些绝境任务的要求 各个都很简单 有的是简单的生存任务 有的是搜寻任务 反而像危险级困难级之类的任务 经常能看到任务中要求猎杀 要求杀戮夺得某某物品 是鼓励杀戮的 在绝境其任务中 如果还敢打死杀戮 还真是找死了 罗锋小心翼翼地开始了绝境任务 迷宗星系 迷宗星系正如其名 是一个类似超级迷宫般的地方 因为是媲美银河系大小 所以要比魔山大很多 就算是不朽神灵 耗费数十万年时间 恐怕只是走了迷宫星系的 其中一个线路区域而已 耗费整整五年零七个月 在那迷宗星系中 罗锋总算搜集起了39颗晶石 完成了任务 不过他没有急着走 而是让本尊躲在相对安全的地方 让魔杀族分身 去一些危险地方探索 距离罗锋完成魔音山 得到魔音神将部分传承 已经过去了近十一年 虚拟宇宙 黑龙山岛屿九星湾小区 我就不信了 我就找不到 迷宗星系内的大秘密大机遇 我现在本尊在机械族飞船中 停留在迷宗星系外围安全处 魔杀族分身 深入迷宗星系内部一些秘密之地 一年查不到 那我就查十年 十年不行 我就查五十年 罗锋走在幽静的狼道上 心中则是思考着迷宗星系的事情 迷宗星系不愧为迷宗 同时也危机重重 磨砂族分身 因此丧命六次 不过每次罗锋只需要耗费些能量 在体内世界中再度凝聚出一具 磨砂族分身 只要圆和不灭 他的三具身体都不会死 罗锋笑着走到二哥雷神旁边 雷神和罗锋一道走在狼道上 很快就进入旁边的庭院中 是真有急事 说 跟大哥有关 大哥 在各种事情处理上 还有为人方面 罗锋都是非常佩服大哥洪的 在罗锋看来 就算自己和雷神惹出麻烦 大哥洪也不像是会惹出麻烦的人 大哥这种人 不出事就很久都不可能出事 一旦出事恐怕就是大事 快说说 到底什么情况 这事情说来也可笑 对了 你应该知道 大哥最近十多年 一直在潜污宇宙国吧 我知道 自己资格战的时候 大哥就已经和他的老师 时光界主洛 回到了潜污宇宙国 大哥他这十几年居住的地方 是在潜污宇宙国的 九大一级行政星之一的穷玉星 可谁想到 就因为在穷玉星 大哥竟然跟一个女孩 产生了感情 你说什么 在大涅槃时期 洪的妻子就已经死去 妻子早亡 洪一直带着一双儿女长大 以洪在地球的地位诠释 不知有多少女子想要嫁给他 什么样的女人没有见过呢 更何况 以大哥洪的修心境界 那般超然地步 想要真正令洪喜欢一个人 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也不太清楚 可这就是事实 洪和那女孩是产生了感情 可是呢 穷玉星 作为潜污宇宙国 九大一级行政星之一 是权贵聚集之地 单单不朽神灵家族 在那建设有分布的 就有数百家 而这女孩背景极大 那女孩的家族 强行阻止了洪和女孩在一起 开什么玩笑 牛郎和织女吗 在宇宙当中 就算那些高高在上的超级大家族 一般对感情上都是不阻止 相反 如果遇到某个超级强者 宁可将自己家族内的女子送去侍寝 因为强者的血脉 一般也会很强 这就造成宇宙中强大的男人 可以娶很多女人 强大的女人也可以娶很多男人 除非某些特殊原因 为什么阻止 难道是某个权贵强大的人物 看上了那个女子 不是 我没查到有这层关系 大哥自己他也说没有 纯粹是那个家族阻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说 并没有其他力量阻止 单单是这个家族阻止大哥 和那个女孩在一起 原因呢 不知道 那女孩家族 还不屑和我们解释原因吗 什么家族 家族背后的不晓神灵是谁 告诉我 罗峰皱眉 准备好好查探一番 这事情既然牵扯大哥红 自己不管怎么样 也得帮忙 我还真不知道 我想要帮大哥 可是大哥 也就是心烦的时候 和我喝酒时说了些 毕竟我和他一路走来 不是亲兄弟 却胜死亲兄弟 而当我仔细追问详细讯息时 大哥却怎么都不肯说 我来找大哥 他直接轻轻点击面前的半空 浮现出屏幕 他轻轻点击 随即发送了一封邮件给大哥 紧紧片刻 穿着一身简单黑色休闲服的红走了进来 面带笑容说道 你们都在啊 老三 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 大哥 你坐 罗峰说道 雷神也是紧盯着红 红看了二人表情 眉头微皱 一边坐下一边说道 老三 你知道了 大哥 你是认真的 红点点头 没有丝毫的窘迫 到了红这一步 一切事情都已经看得很透 没想到这宇宙中 竟然还真的有能够吸引大哥的女人 我也很想见见这个女人 到底有什么魔力 罗峰笑着说道 其实当红点头的时候 一切都很明白了 红看来是真的动了真感情了 第五百三十二集 至于那女人为什么吸引红 二人为什么产生感情 这种事情罗峰当然不可能追问 麻烦大吗 有点 大哥 你告诉我那是什么家族 家族背后的不朽神灵又是谁 你把情况告诉我 我来帮你 这次 我也只能麻烦老三你了 这家族 是基氏家族 是千无宇宙国 三百王后家族之一 那个女孩名叫基青 罗峰点点头 当即轻轻点击面前半空 半空中浮现一个屏幕 旁边的红河雷神都不由看向屏幕 搜索 罗峰输入搜索前无宇宙国 三百王后家族之一 基氏家族 不朽神灵 基青的讯息 以罗峰原始秘境成员的权限 的确能够阅读到非常秘密的资料 屏幕上瞬间出现一条条情报资料 遍布整个屏幕 我们怎么看不到 这搜索的资料中 有部分属于保密集资料 所以这屏幕上的讯息 你们都看不到 这也是虚拟宇宙网络 对于权限的一种设置 嘴上说着 罗峰也轻轻点开其中最上面一则资料题目 顿时出现了一篇文章 文章是根据罗峰搜索的 基氏家族不朽神灵 基青组合而成 哦 怎么了 雷神连连追问 红的眼睛中也有着一丝期盼 这些讯息权限并不高 我在虚拟宇宙中就可以跟你们说 你们也应该知道 潜污宇宙国一共有一万三千多个星宇 单单潜污国主麾下的不朽神灵 绝对是过万计的 其中许多功劳大 实力强的不朽神灵 自然而然就被封了猴 封了王 一个国度的王猴 跟封猴级不朽神灵 封王级不朽神灵 并没有关系 像一些宇宙初等文明国度 最强者可能就是宇宙级 可是照样有皇帝 一群皇子王爷 所以像一些宇宙中的 小国度的王猴很不值钱 而宇宙国的王猴就很强大 像虚拟宇宙公司 巨斧斗舞场的王猴 才是真正最高贵的 潜污宇宙国 一共有32王 268猴 并称300王猴 300王猴全是极大 属于过万不朽神灵中的佼佼者 几乎都是封猴级不朽 鸡氏家族 领地是雪江星域 家族的祖祖 也是整个古老家族的第一任族长 名叫鸡天藏 封猴是叫银雪猴 银雪猴鸡天藏 属于300王猴之一 跟随潜污国主 最久远的老臣子之一 很受潜污国主器重 罗锋说着说着 眉头也皱起来 这鸡氏家族不好惹 背后毕竟牵扯着潜污国主 当然高高在上的潜污国主 在一些儿女小事上 恐怕还真的不屑插手 这么厉害 鸡青 宇宙极酒间 鸡氏家族 无数年来难得一出的绝世天才 现为宇宙拥兵联盟的核心成员 什么 我的老天 宇宙人类族群的五大势力 当属虚拟宇宙公司 巨斧斗舞厂强一些 其他宇宙拥兵联盟 宇宙第一银行 宇宙星河银行稍微弱一些 可是再怎么样 五者也是并列的 宇宙拥兵联盟的内部核心成员 绝对是要超级天才才能进 竟然是 宇宙表情复杂 摇头 宇宙现在还没有进入巨斧斗舞厂的核心 没想到 他喜欢的那个看似普通的姑娘 竟然是宇宙拥兵联盟的核心成员 罗锋红和雷神 这地球三兄弟坐在一起 老三 现在情报资料你也看了 这基士家族阻拦我和基青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有 谢谢 大哥 这些年一直都是你在帮我 现在轮到我帮你 还说什么谢谢 关于修心修炼方面 红从未嫌过麻烦 而是一直引导着罗锋 在心底深处 红一直记着当年第一次看到罗锋的情景 他的年龄比罗锋爷爷恐怕都大 所以在心底 自然而然有一种关心小辈 关心弟弟的感觉 红这么做 纯粹自然而然 从来没想过要什么回报 与象山原始区罗锋的庄园中 罗锋默默坐在书桌前 烦恼了 现在感觉事情很麻烦了 麻烦什么 大哥这么多年都没有请我帮过一次忙 以大哥的性格 这次能够请我帮忙 再怎么样 我都得出手 更何况 这件事情对我而言 的确没有太大的难度 只是需要我抉择 抉择 嗯 我现在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难题 第一种 是请我的老师真眼王出面 以我老师真眼王的身份 就算是前屋国主 都得给点面子 那尹雪侯当然不敢怠慢 只要问题不大 老师仅仅出个面 事情就可以解决 这个方法最简单最直接 可是 罗锋不想轻易麻烦老师 老师对自己是很重视 很呵护 而且过去也没请老师帮过忙 偶尔请一次 罗锋相信老师不会拒绝 可在心底 罗锋总觉得不到实在没办法 还是别麻烦老师的好 第二种呢 第二种 就是我现在突破到预阻级 一旦我突破到预阻级 会直接被虚拟宇宙公司外放 为风疆大力 而且会外放到我的家乡 潜污宇宙国 按照常规 我会在虚拟宇宙公司 驻潜污分部中 占据最高层的几个位置之一 作为潜污宇宙国 和虚拟宇宙公司联系的桥梁 我一旦担任要指 潜污宇宙国那群不朽神灵 权贵们 都得给我面子 给虚拟宇宇宙公司面子 罗锋地位极高 是原始秘境成员 原始秘境成员外放的话 任命的官职也是超高的 因为在虚拟宇宙公司中 原始秘境成员地位 是媲美风猴级不朽 任官职也是对应的 自然是公司驻潜污宇宙国的 最高层的几个位置之一 你准备突破了 你不是准备 闯过炼狱深渊再突破吗 所以我在思考 其实还有第三个办法 就是罗锋现在就透过虚拟宇宙 去见尹雪猴积天葬 可是罗锋毕竟只是一个 宇宙级的原始秘境成员 原始秘境成员 陨落概率是极高的 能成不朽的是少数 就算成就不朽 一般也是封猴级不朽 偶尔才会出现一个封王级不朽 积天葬本身就是封猴级不朽 且存在亿万年岁月 是前屋国主极为器重的老臣子 对待罗锋这个将来是否会陨落都难说的小毛孩 加上他根本没办法影响到他 所以最多客气接待 但是面对真正关键的问题 恐怕是不会让步 第三个办法没把握 第一个办法最有把握 老师真眼王 那是可以和宇宙国主们结交的 而且又是 虚拟宇宙公司内的高层 由他出面 那尹雪侯不敢怠慢 第二个办法 我出任封江大力 到时候 我手握大权 代表的是虚拟宇宙公司 说话当然又不一样 可是第二个办法 就是得让我放弃去闯炼狱深渊 炼狱深渊啊 迷宗星系中 肯定蕴含着大秘密 只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而已 炼狱深渊排名第一 秘密肯定更大 忽然罗锋脑海中掠过狼人克罗夫的事情 整个人不由表情微微一变 额头不由渗出苛刻冷汗 自己竟然不知不觉中 又受到贪婪的影响了 之前六次危险级任务 自己惊喜得到一片紫尘百落叶 所以在迷宗星系中 一直不肯放弃 幸好是有磨砂族分身去探险 所以虽然死掉几次 依旧能够复活 炼狱深渊排名第一 我要是太自信 恐怕就是我陨落的时候了 该退一步时退一步 凡事追求极限 恐怕并不是好事 更何况 炼狱深渊就算完成了任务 也就一百万积分 我之前得到的一片紫尘百落叶 和那一块鸠岩虚空精 就远远地超过了 放弃吧 放弃最后一个炼狱深渊任务 准备突破到预主级 罗锋眼睛一亮 他忽然觉得 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收获 他站在屏幕前 屏幕上是老师真眼王 老师 有什么事啊 老师 我现在感觉随时能够突破预主级 老师 你觉得我是停留在宇宙级好 还是进入预主级比较好 罗锋看着真眼王 虽然心中做出决定 可还是想听听老师的看法 感觉能突破了 那还用说 当然是突破 这修炼一道 该谨慎时谨慎 该奋勇时奋勇 这修炼 自然是当奋勇前进 斩破一切阻碍 停留在宇宙级数千年 跟那些后辈争 有什么意思啊 闯进预主级 到时候和你竞争的 就是御主级天才们 压力越大 这斗志就越高昂啊 罗锋眼睛一亮 前进吧 要有一颗一往无前的心 更何况 借主级阶段 才是感悟本原法则 进步最快的阶段 你们现在都属于 小打小闹 借主级的争斗 才算最重要 最惨烈的 你现在 应该是闯过 两次绝境级任务了 还剩下最后一次 绝境级任务机会 少闯一次 没事 如果到时候缺少积分 维师直接用金钱 给你兑换 一个绝境级任务 代表的积分 维师还没看在眼里呢 就算最高昂的兑换 一百万积分 也仅仅代表 一百万混员单位 真眼王这种级别存在 的确不会在乎 没看到天语王 随便就可以扔出一块 揪延虚空金吗 一往无前的心 现在属于小打小闹 明白了老师 我会马上突破到玉主机 去吧 去外界闯荡吧 那才是真正强者的天地 永远在虚拟宇宙公司的 庇护下 是长不大的 当天 罗锋就开始进行突破 金角巨兽分身和魔杀族分身 都早早有过突破的经验 而且金角巨兽和地球人本尊 同为血肉类生命 这种净化突破的过程 几乎完全一样 很快在罗锋体内 就凝聚成一颗命核 命核内存有灵魂晶体 原力晶体 当然这颗命核 对罗锋而言 其实并不是太重要 命核对应地球人本尊 生命晶核对应魔杀族分身 那蕴藏体内世界的原核 才是三具身体的核心 半天后 乌尘大陆上驻扎的 虚拟宇宙公司人员 就立刻赶到罗锋这儿 三名黑衣职士站在罗锋身前 恭敬道 罗锋殿下 虚拟宇宙网络 透过你的网络连接装置 发现你已踏入预阻极 根据公司规定 我们需要现实中确认一下 不管是意识感应头盔 还是智能光脑等 凡是装配有连接网络设置的 大多也都装配检查身体的装置 那些装置都很一般 准确度不会太高 所以现实中检查才能确认 我明白 请殿下释放念力 原力 好的 罗锋微笑着释放出一道精纯的念力 念力横扫过周围一片区域 随即收敛进入体内 之后罗锋伸出右手 一道耀眼的金光直接射出 三名黑衣执士手中的仪器都响起声音 黑衣执士们低头一看 都微微点头 罗锋释放的念力原力强度 的确达到了预阻及一阶水准 请殿下给我们一滴血液 让我们测试确认 身体基因是否发生了跃迁 嗯 罗锋点头 一滴血液从指尖渗出 随即飞向那名黑衣执士 检查念力原力血液 这是确认实力非常精准的办法 念力可以确定人的灵魂层次 原力可以确定肉体层次 血液可以确定身体基因跃迁层次 血液基因检验确认 殿下的身体可以进行大幅度强化 强化至玉主九阶 殿下 这一切检测讯息 已经同步传送进虚拟宇宙网络 恭喜殿下 踏入玉主级 谢谢 殿下既然已经确认是玉主级 那么按照规矩 首先殿下拥有再一次身体强化机会 我们已经将营养舱带来 舱内储备了足够的营养液 足以让殿下强化至玉主九阶 虚拟宇宙公司就是这样 每一位殿下都没必要浪费时间 花费在能量积累上 跨入玉主级一阶 就能透过营养舱 直接强化到玉主级九阶 罗峰面前凭空出现了一个通体岩石灰颜色的营养舱 看似古朴的营养舱显然造价不菲 当然营养舱内部的营养液才是真正最贵重的 殿下 这营养舱只能让殿下一人使用 除了营养舱外 还有第二件事情需要告知殿下 第二件事情就是殿下你达到玉主级 那么就必须被外放 根据常规一般是被外放到家乡 殿下的家乡是在前屋宇宙国 不知殿下是否愿意回前屋宇宙国 担当我虚拟宇宙公司 住前屋分部要职 如果不愿意 殿下可以任意选择一个宇宙国 我愿意去前屋宇宙国 殿下 因为你是原始秘境成员 安排到虚拟宇宙公司 住前屋分部任职的职位会很高 牵扯极大 所以会经过高层的会议决定之后 下达任命 这需要经过一个流程 一般最早一个月 最迟半年 事情完成 我等就不打扰了 三名特使化作三道流光 直接飞走了 罗锋目送这三人离开 这才坐回了自己的客厅椅子上 效率可真低啊 单单一个任命 最早要一个月 最迟竟然要半年 罗锋摇头感叹道 一直跟在他身后的 不朽光头神灵狄伦 也坐在一旁 微笑道 殿下 因为你是原始秘境成员 肯定是任命 前屋分部最高层的职位 而牵涉到的权利 利益很大 需要经历一系列流程 才能下达任命 你跟我说说 能担任什么职位 前屋分部三大巨头 分别管理五部 商部 以及军部 五部指的 是直属虚拟宇宙公司管理的 大量强者 以及在整个前屋宇宙国 搜集天才培养等等 都属于五部的事情 商部 则是商业方面 员工亿万计 牵涉利益极大 宇宙浩 族群以亿万计 我们宇宙人类族群 是经常和其他族群 进行大规模战争的 所以 在1008宇宙国 都有常备的宇宙军队 或许 一个星系中 宇宙级战士屈指可数 但是 放眼浩瀚的宇宙国 要组建一支上亿宇宙级战士 百万借助 上万不朽神灵的宇宙军队 还是能够做到的 罗锋屏息 上万不朽神灵带领的超级军队 每一支宇宙军队 都是各个宇宙国 极为重要的武力 所以 对这支军队的管理 就非常重要 宇宙军队 是不可能让宇宙国的最高层 完全掌控的 每一个宇宙国的军队 一般是由宇宙国本身高层 和虚拟宇宙公司 或巨斧斗舞场 驻扎宇宙国分部的高层 共同进行管理 就虚拟宇宇宙公司和巨斧斗舞场啊 对 1008宇宙国的1008支宇宙军队 其中504支军队是虚拟宇宙公司和各宇宙国本身管理 另外504支军队是巨斧斗舞场和各宇宙国本身管理 虚拟宇宇宙公司和巨斧斗舞场 看来比其他三大势力要强太多了呀 罗锋惊讶无比 五大势力 可另外三大势力在1008宇宙国的宇宙军队上竟然插不上手 显然实力不如虚拟宇宙公司和巨斧斗舞场 当然强很多 五大势力本来就是一直以虚拟宇宙公司 巨斧斗舞场为领头 你的家乡潜舞宇宙国则刚好是虚拟宇宙公司管辖的504个宇宙国之一 所以潜舞宇宙国的宇宙军队是我虚拟宇宙公司潜舞分部 和潜舞宇宙国本身高层共同进行管理 潜舞分部三大巨头 就是五部部长 商部部长和军部部长 能担任某宇宙国分部的一个部长 实力的门槛是封侯级不朽 三个封侯级不朽 殿下 您的实力当然远远不如他们 可是 您在公司中的地位 权限 的确是和封侯级不朽等同的 所以 殿下您一旦回归潜舞宇宙国 那么 职位等级也会和那三大巨头相当 所以 殿下 您将会成为潜舞分部的第四巨头 罗峰听得秉息 潜舞分部在潜舞宇宙国拥有很大的权力 连最重要的宇宙军队都有很大的控制权 就连那位高高在上的潜舞国主 也是必须服从虚拟宇宙公司的 自然造成潜舞分部的权力大的离谱 第四巨头 可是潜舞分部 一共才三个部门 第五百三十四集 三个部门被三巨头瓜分 这第四巨头干什么 看来殿下没有详细搜集过这类讯息啊 罗峰摇头一笑 自己也是因为大哥红的事情 才决定提前达到御主级 所以像搜集资料等一些准备工作 也还没有来得及去做 原始秘境成员外放 官知统一为监察特使 职位等同于那三大部长 监察特使 是干什么的 挂个名吗 没有实权 有没有实权是很重要的 单单职位高 却没有实权 那根本没什么用 罗峰在地球 也是知道这些猫腻的 当然有实权 而且权力还很大 哦 我虚拟宇宙公司的潜污分部 代表公司管辖那宇宙国诸多事情 连潜污宇宙国的很多不朽神灵们 都热情交好那三位部长 您想象 这三巨头权力何等惊人 正因为权力太大 就算是不朽神灵 也是有着诸多野心的 时间长了 为了一些野心 贪婪 做出一些侵害 虚拟宇宙公司利益的事情 那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监察特使 首先就如名字一般 有监察特权 可以监察那三位部长 一旦发现有什么猫腻 可以直接上报给公司总部 就算再厉害的人物 也禁不起各种认真探查吧 更何况 假使真有猫腻 那就更加不敢惹你了 那三位部长当然会哄你 不敢随便招惹你 只要等你成为界主 这封疆大力生涯自动结束 他们也就轻松了 监察特使 这就等于是代表总部 来进行监察的 这权力果然不小 这是监察特使 最基本的权力 出于培养的角度 虚拟宇宙公司 还会安排其他一些时事 让殿下去做 有些事情 殿下做好了 也是能够得到积分的 罗锋点头 对 御主级借主级的天才们 也是有得到积分的渠道 只是没有宇宙级 那般轻松 那般容易 罗锋成为御主的消息 很快就在羽象山 迅速传播开 羽象山 作为虚拟宇宙公司 最巅峰的天才集中地 个个都无比掩热原始秘境 所以罗锋当年 透过资格战 闯进原始秘境 那些天才们也是知道的 当时他们就很惊诧 罗锋第一次资格战 就冲进原始秘境 实在是够牛 可谁想到 这才十几年时间 罗锋竟然就冲到 御主级外放去了 这罗锋是不是傻掉了 我们羽象山 原始秘境的天才们 90%都是能够 随时突破到御主级的 可是有几个 像他这么疯狂的 宇宙级天才 和御主级天才 实力是相差很大的 我听说 御主级太处秘境 最弱都是闯过 通天桥第八层 而原始秘境的 十名御主级成员 最弱更是闯过 通天桥第十层 就算宇宙级天才中 最强的飞托 扔到御主级中 也勉强呆在 太处秘境而已 这罗锋发什么疯呢 谁知道啊 公共区的 容装酒店内 一个包厢中 当年天才站排名 前十的十个人 都聚集在这里 主要是为罗锋送行 不管是荣军 还是伯兰 当然知道 罗锋竟然突破到 御主级 都有些发懵 疯子 你和我相识 这么多年 我一直以为 你很疯狂 可你这次 比我想象的 还要疯狂 就算再天才 一般也会在宇宙级 逗留上千年才突破 大多数人 都是逗留 数千年才突破 可是你 就为了你的疯狂 疯子 我敬你一杯 野人 来 喝 二人酒杯撞击 随即仰头喝掉 疯子 宇宙级天才们 在本级别停留 数千年 而那御主级天才们 都是在本级别 停留数万年的 所以 太初秘境的 御主级成员 最低是闯过 通天桥第八层 云石秘境 更是最低 闯过第十层 这我知道 太初秘境 御主级一百人中 三十九个 闯过第八层 五十八个 闯过第九层 三个 闯过通天桥 第十层 原始秘境 御主级十人 九个闯过十层 一个闯过第十一层 我说的对不对 乌卡哑然 包厢内 其他人都安静下来 根据他们知道的 罗锋现在才闯过 第七层而已 跟御主级太初 秘境成员都差不少 更别提原始秘境成员了 怕什么 御主级资格战 一千年一次 距离下一次 还有好几百年呢 几百年后 我的实力 估计又提升了 一直没吭声的 柏兰忽然抬头 声音冰冷 几百年时间 你有把握 闯进第十层 罗锋微微一静 通天桥三层为一个层次 一到三 四到六 七到九 十到十二 所以从第九层 跨入到第十层 是无比艰难的一个坎 那些修炼数万年的 绝世天才们 都是好几届天才战 英雄战积累来的天才 可是数万年修炼 到闯过第十层的 也仅仅才十人多一点 这十几个人 各个或是某届天才战 最优秀的 或是某届英雄战 最优秀的 或是虚拟宇宙公司 内部培养出的 绝顶天才 各个都了不起 依旧花费过万年 才闯过通天桥第十层 第九到第十层 简直可以说 比第一层到第九层 加起来的难度还要大 你有把握 至少我有去拼的勇气 更何况 未来谁又说得清 桌上一群人安静下来 他们都感觉到 罗锋那颗一往无前的心 这是一种信念 绝不会退缩的信念 虽然明白这一点 可是在座的其他人 都没有和罗锋学 因为罗锋是以原始秘境 宇宙级成员身份突破的 而他们其他人 却一个都没能 进入原始秘境 原始秘境 乌尘大陆 狄伦看着罗锋 殿下 您不用烦恼 不用烦恼 原始秘境 距离前无宇宙国 实在太过遥远 就算我乘坐 可以达五十倍光速的 宇宙飞船 也需要一年多 一年多的时间呀 我现在很担心 我大哥的事情 可是一年过后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除非 却麻烦我老师 殿下 除非实在没办法 否则 还是别麻烦师祖的好 我当然明白 可是飞行的时间 殿下 我说了 殿下无需烦恼 在宇宙中 除了靠宇宙飞船外 还有另外一种 速度更快的方法 抵达前无宇宙国 哦 什么办法 殿下应该去过 初始宇宙混沌城吧 混沌城 是在初始宇宙中 而初始宇宙 和我们生活的 古老的原始宇宙 两个宇宙的距离 即使再近 依旧比你去 前无宇宙国 要远得多 可是 当初你们去初始宇宙 是非常快的吧 很快 是因为我们通过宇宙通道 罗峰记得清清楚楚 当年乘坐九剑尊者 那艘宇宙飞船 通过宇宙通道 抵达初始宇宙 在那宇宙通道中 时间流速的不稳定 让一群天才们 个个都很难受 对 宇宙通道 不单单如此 像殿下生活过的 黑龙山帝国 黑龙山帝国背后 是圣地黑龙山 那圣地黑龙山 实际上就是一个神国 而黑龙山帝国内 是有一个固定通道 通往圣地黑龙山的 任何一个固定通道 连接的两点越是遥远 所耗费的代价就越大 就算近距离固定空间通道 也需要花费 数万魂员单位 一些距离遥远的 可能百万魂员单位 千万魂员单位 才能搭建一个固定通道 罗峰震惊 固定通道的代价 的确够大 除了可以搭建 固定空间通道外 神国还可以进行 一次性传送 我在神国内 只要在宇宙中 其他某个地方 有我留下的坐标点 我就可以瞬间 打通空间传送 进行一次性传送 这种传送 代价小些 可是每一次传送 都必须打通一次空间通道 根据距离远近 代价也不等 从这儿回到我的神国 打通一次传送 需要耗费 三魂员单位左右的资源 从我的神国 再打通前往 前五宇宙国的通道 需要大约五魂员单位 罗锋一正 透过神国进行一次传送 就消耗八个魂员单位 许多不朽神灵的财富 都不足一万魂员单位 就算是自己老师 恐怕也舍不得 一次次传送吧 打通超远距离空间通道 消耗能量极大 所以就算是不朽神灵们 也是习惯使用宇宙飞船 除非是无比着急的事 逃命等等 才会选择直接传送回神国 罗锋暗叹 神国是不朽神灵的大半条命 是很玄妙的存在 具有很多特殊能力 难怪前往初始宇宙 是建造的固定宇宙通道 如果每一次都打通一次传送 一次次前往归来 那代价 恐怕虚拟宇宙公司 都心疼舍不得吧 罗锋暗自感慨 自己要回前无宇宙国 想要节约时间 就得花费巨额资源 第535集 原始秘境 作为一个古老的宇宙秘境 无比的广袤浩瀚 乌尘大陆上 宫殿群连绵起伏 一眼看不到尽头 历代的原始秘境天才们 都是居住在这里 而整个乌尘大陆的控制中心 就是一座66层的通体暗黑色的塔楼 塔楼最低一层长宽超过上千公里 高度更是达到数万公里 这座塔楼控制着周围一片时空 在塔楼的第45层电厅内 密密麻麻变布着精密的仪器屏幕 在这些精密仪器四周 还有很多穿着银衣的人员 和极少数黑衣制服的人员 那一块块超大屏幕 悬浮在电厅内上方 忽然其中一块屏幕亮起 我要乘坐宇宙飞船 离开原始秘境 前往前无宇宙国 一道声音突然响彻整个电厅 顿时电厅内的一群黑衣人抬头看去 只见那超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人影 正是穿着一层银色战甲的黑发青年罗锋 是罗锋殿下 罗锋殿下现在就要出发前往前无宇宙国 任命不是还没下达吗 这里距离前无宇宙国距离遥远 就算乘坐最优等的FG宇宙飞船 也需要一两年才能到 而任命最长也就半年几个下达 殿下现在出发也不奇怪 那群黑衣人彼此低声议论 也有一名黑衣人走到控制台 按动按钮恭敬说道 罗锋殿下 你的要求已经传达给总控制系统 等会全线即可下达 乌尘大陆 罗锋的宫殿群上空 一艘墨黑色通体呈现为扁平的宇宙飞船 正悬浮着 罗锋坐在飞船的控制室内的沙发上 环顾四周 微笑夸赞道 迪伦 你这飞船还真的不错 F级宇宙飞船 我听说很多不朽神灵 都建造不起这F级宇宙飞船呢 我这艘颜星号 是之前我立了大功 我老师奖励给我的 奖励 自己那位三师兄出手够大方的 这艘颜星号 论材质 是要比允墨星号差上一筹 可再怎么说 也是F级宇宙飞船 控制室的那控制台小屏幕上 浮现出一个可爱的少女头像 那少女正催生说道 主人 已经得到全线授予 我们可以离开了 出发吧 是 这艘颜星号宇宙飞船 当即开始启动 很快速度就飙升起来 化为一道幻影 迅速飞向虚空中 当飞到这片乌尘星空边缘 顿时宇宙空间荡起涟漪 颜星号宇宙飞船 直接穿破这层空间涟漪 半天后 一片宇宙星空中 颜星号宇宙飞船 就仿佛一条扁平大鱼 在星空之中 殿下 我们现在已经离开 原始秘境 那原始秘境 作为虚拟宇宙公司的 核心腹地 我也不敢在那里 进行神国传送 现在可以进行了 麻烦了 罗锋站了起来 面带期待之色 看着外面的 无限星空 自己还真的没有 见识过神国传送 很快的 穿着一身 华丽黑袍的光头男 狄伦也站在一旁 他整个人 隐隐荡漾起 强烈的法则气息 他的眼眸 则是看着无尽虚空 忽然 无比刺眼的光芒 从狄伦身上亮起 瞬间浮散开去 遍布周围 数公里范围的 宇宙空间 整个宇宙飞船 都在这边 刺眼的光芒笼罩中 也笼罩在 刺眼光芒中的罗锋 震惊瞪大眼睛 他隐约看到了 那刺眼光芒 遥远深处的 一座金色的宫殿 这是 这是神国吗 整个延星号飞船 瞬间沿着 这道光束空间通道 瞬间被射入神国中 神国传颂 有点类似于 超远距离瞬移 不过这种瞬移 并非是感悟 宇宙法则后 理解了空间 法则后进行瞬移 而是神国 本身蕴含的 一种特殊能力 这是神国 自诞生开始 就自然而然 拥有的一种能力 阎星号飞船 被一阵刺眼光芒笼罩 瞬间消失 在那片星空中 不朽神灵 狄伦的神国内 罗锋站在 宇宙飞船控制室中 透过外景虚拟 摇看着 外界那美丽的神国 哇 碧蓝色就仿佛 巨大翡翠的 无尽海洋 海洋上 紧紧荡漾着 丝丝涟漪 在无尽蓝色 海洋的上空 悬浮着一座 金色的宫殿 那座金色神殿 就仿佛一颗 恒星似的 正在不断放射着光芒 照耀整个神国 这就是我的神国 好美啊 真是壮观 殿下 神国是一个不朽神灵 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 千万不能将有威胁的敌人 带进神国 一旦将敌人射入神国 那么就是真正的生死一战了 一旦神国崩溃 就算不朽神灵 侥幸能活下来 也有无前进可能 罗锋微微点头 还有 神国空间传送 必须选择很隐秘的地方 且周围一定范围内 没有其他不朽神灵 因为一旦进行传送 就会暴露出 神国的空间位置 被其他不朽神灵 发现你的神国在哪 那便是一场噩梦 神国就跟自己的缘和一样 是命根子 千万不能暴露 这次敌人虽然将乘坐飞船的自己 护卫军都带进神国 可是因为护卫军中并没有不朽神灵 所以对敌人并没有威胁 那现在就前往前无宇宙国 好 敌人整个人体表弥漫其法则器 同时神国中那座金色神殿 也忽然光芒无比凝聚起来 凝聚成一道光柱 光柱冲向天际 而炎星号宇宙飞船 也迅速飞向光柱 直接飞进耀眼光柱内 凭空消失在了光柱中 超远距离瞬移完成 那耀眼光柱消散 前无宇宙国境内的一颗无名矿物星球地表 凭空出现了耀眼光芒 一艘扁平的宇宙飞船凭空出现 殿下 现在我们是在前无宇宙国境内的横延星域 我在这颗星球上留有我的一道不朽神力 所以即使相隔再远 我也能够透过神国感应到这股不朽神力 直接进行神国传送 必须留有不朽神力 才能神国传送 是的 必须确定目的地的点 才能进行传送 而不朽神灵的不朽神力具有唯一性 每一个不朽神灵的神力 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才能用来作为定位 罗锋微微点头 不朽神灵的不朽神力 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每个神灵的神力都有些区别 按照你的意思是 想要神国传送到某个地方 那个地方必须留有定位物品 也就是说 这些地方你过去都来过 对 比如我从来没去过某个地方 那么自然无法传送到那儿 这里距离穷玉星有多远 这处坐标位置 是我的诸多定位坐标中 离穷玉星最近的一个地方 我们从这儿进行宇宙穿梭 进行赶路 以五十倍光速 在暗宇宙中前进 大概要十二天时间 十二天 在浩瀚宇宙中赶路 十二天的确是极为短暂的时间 出发吧 是 而罗锋则是回到了自己的休息舱中 这是迪伦专门给安排的休息舱 非常的奢侈豪华 他一挥手便将营养舱 从空间介质中取出 放在地面上 一直没来得及泡营养舱 要让我这地球人本尊 从御主级一阶上升到御主级九阶 恐怕得要大半年的时间 只是最近 我需要为大哥的事情忙碌 只能一次次来泡营养舱 营养舱确认罗锋身份后 自动开启 随即罗锋便赤裸着身体 躺进了那冰冷的珍贵营养液中 无穷无尽的特殊能量 立刻开始渗透进 他的皮肤肌肉脏腑 开始迅速地改造过程 十二天后 狄伦将罗锋唤醒 便来到控制室 殿下 嗯 罗锋点头 这一路上 护卫军的戒主 御主 宇宙级战士们 各个都留在宇宙飞船中 直到此刻 终于要抵达目的地了 那十名戒主 才从舱内出来 罗锋站在控制室中一眼看去 在遥远的星空中 正有着一颗无比耀眼的星球 星球通体呈现淡蓝色 殿下 穷玉星 是前无宇宙国境内的 九颗一级形正星之一 因为前无宇宙国的疆土 实在太过广袤 所以 弄出这一级形正星 来更好地进行控制 整个宇宙国 这穷玉星 是周围近千个星域的政治中心 而穷玉星本身 是专门在神国中 进行人工制作的星球 并非自然形成 整个星球直径 在九十八万公里 都堪比正常的恒星大小了 这穷玉星内 有宇宙星河银行的吧 当然有 等一会儿 我要去宇宙星河银行 传账 将那八混元单位给你 宇宙星河银行 自己也该去取老师的遗产了 不朽神灵们 想要赚取巨额财富 一般都是需要冒生命危险的 很多寿命超过一年的 普通不朽神灵 财富可能也就上万 混元单位而已 平均一万年 都赚不到一个混元单位 这也是为什么那些不朽神灵 宁愿一个个乘坐宇宙飞船 在宇宙中闯荡 也不愿意使用便捷的神国传送 就算那蜂王级不朽 也习惯了乘坐飞船 因为神国传送 耗费能源财富太过惊人 而对这些不朽神灵而言 花费几年时间赶路 根本不算什么 仅仅沉浸进去 参悟法则玄妙 再睁开眼 或许就已经过了几年了 殿下 这就不用了 这怎么行 我们能这么快抵达穷玉星 靠的就是神国传送 而神国传送 耗费那么多资源 怎么能让你买单呢 罗峰笑了笑 看着星空遥远处 那一颗美丽的星球 穷玉星 穷玉星 颜色很像我的家乡 殿下的家乡 地球 自己已经超过两百年 没回去 第五百三十六集 当这艘F级宇宙飞船 靠近那穷玉星的大气层时 罗峰以及护卫军等 熙熙攘攘的一群人 全部从飞船的舱门 飞了出来 狄伦一伸手 那艘F级宇宙飞船 就直接凭空 消失不见 走 去穷玉星 是 殿下 一名不朽神灵 十名戒主 一百名御主 一千名宇宙级战士 组成的护卫军 齐声应当 随即这护卫军 簿拥拥着罗峰 化作一道道璀璨流光 直接朝那穷玉星飞去 迅速破开大气层 不断地进入深处 片刻 罗峰视线范围中 出现了无比雄伟的 古老城市 那一座座 古老城市 从表面上看 根本看不到 任何科技的痕迹 殿下 这穷玉星 作为周围 近千个星域的 政治中心 潜污宇宙国 九大一级行政兴之一 也令整个 潜污宇宙国中 无数戒主家族 乃至不朽家族 在这儿有分布 所以 在穷玉星中 强者如云 就算是借助强者 也得低调点 罗峰点点头 潜污宇宙国 那么多不朽神灵 恐怕住在 穷玉星的 不朽神灵 就有不少 我们进城吧 是 在罗峰带领下 这一千多号人 直接降临 进入这座 古老城市 穷玉星 一百零八座 大城之一的 向水城 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就算是那些来自大家族的子弟 或者某个星域的借助强者 也必须规规矩矩 从城门进入 是绝对禁止直接飞行降落到城内的 敢这么做的 绝对是潜污宇宙国一些非常有权有势的人物 而且在城内也禁止飞行 看 那群人竟然直接飞下来了 向水城的一条 足有数百米宽的街道上 长相各异地位高贵的穷玉星居民们 抬头震惊地看着黑压压的一群人 从天而降 只见那群人就仿佛乌云压顶降临下来 特别是那隐隐散发开的一股股世界气息 十名借助强者自然散发的气息 令街道上的人们很震惊 虽然在穷玉星上 借助并不罕见 可依旧是很高贵的存在 毕竟那些高高在上的不朽神灵 是万年懒得露出一面 所以借助应该是穷玉星居民们 所能看到的最强者 十名借助 个个都得到本源法则承认 就算将一个星域搜刮下来 都不一定能够凑到 十个得到本源法则承认的借助 走吧 罗锋一声令下 一群人迅速化作幻影离去 那些都是什么人啊 十名借助 什么来着 街道上的行人们面面相聚 完全被震慑住了 任何一个借助都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家族 而现在十名借助竟然只是随从 那赢甲黑发青年 难道是我们宇宙国三百王侯家族的 重要核心成员 还得是最得宠的成员 否则怎么会十名借助随从 刚才我没看错吧 那一千多人里头 好像最弱都是宇宙级 街道上的人们都嘖嘖感叹 认为罗锋应该是 宇宙国某个最巅峰豪族的 极重要成员 否则排场不可能这么大 就算是在一级行政星穷玉星 也是很难才能看到这种排场 罗锋等人熙熙攘攘 进入向水城的一座豪奢庄园 这座庄园名为燕山庄园 向水城的物价还真高啊 就这么一座庄园 我在虚拟宇宙网络上购买 就花费了一百二十亿宇宙币 购买一些小星星系 恐怕也就千亿宇宙币 能够在穷玉星上这种星球 购买超大庄园的 没有点资本还真不行啊 是挺贵 不过对殿下而言 根本不算什么 殿下如果公开来 前无宇宙国 早就安排好一切了 根本不需要殿下你买这庄园 殿下喜欢低调点 明白不 好了 这座庄园 就是我们在穷玉星的居所 狄伦跟我出去一趟 其他人都暂时居住在这 是 殿下 走吧 蒂伦 跟我去一趟宇宙星河银行 是 穷玉星上一百零八座城池 每一座城都建设有一座宇宙星河银行 毕竟在穷玉星上生活的 绝对是前无宇宙国无比富有的阶层 即使是穷玉星上最普通的一座住宅 都能够在一些星系上随便购买一颗生命星球 那些宇宙初等文明国度的皇室如果来到这里 就根本算是底层了 宇宙星河银行 在一颗穷玉星上就建造了一百零八座 这就不奇怪了 罗峰看着遥远处那高高耸立的银行大楼 那造型很是艺术感的银行大楼 周围数公里范围内 全部都是草坪 只见草坪上随处可见来自各个星域的人们 他们都在谈论着 宇宙星河银行 不知道老师留给我的银行账户 到底有多少钱 毕竟老师在雨摸星号 摸云堂上都投资了巨额的财富 以老师那等实力 封侯极不朽的实力 财富应该不会少 心中想着 可是他的脚步不停 带着迪伦很快来到银行大楼正门 尊敬的客人 宇宙星河银行欢迎你 在正门旁边 有一个机器人恭敬说道 那声音蕴含着简单的灵魂暗示 令听到这声音的人 心情无比舒畅 银行大厅内 一群人正坐在那里 一个个轮流去接待室 进行一些业务 银行智能系统扫描过 罗峰狄伦二人 根据生命气息 迅速确定二人身份 宇宙星河银行 作为五大势力之一 在他的资料库中 当然是有原始秘境成员 罗峰以及不朽神灵 狄伦的一些气息资料 他们二人身份极高 这座分行的行长 都没有权限来接待他们 两位请随我来 一名容貌清秀的 绿衣少女 从旁边的接待室中走出 走到罗峰二人面前 恭敬说道 嗯 罗峰狄伦二人 跟随那绿衣少女 乘坐云梯 很快来到银行的酒楼大厅 两位客人 鉴于两位客人身份权限高 我们分行 没有人可以负责接待 所以两位客人 只能和我星河银行 智能系统的此系统 进行交流 罗峰狄伦都点头 这是为了保密考虑的 身份越是高的人 一些业务 都是需要绝对保密的 狄伦 你就在这儿 我进去 是 大厅的玻璃门自动拉开 罗峰步入进去 那玻璃门又自动关闭 虽然仅仅是玻璃门 可是不管是念力 原力等各种探测信号 都无法渗透这层特殊的玻璃 玻璃门内 容貌无比美丽 有着红色毛绒绒尾巴的女子 微微欠身 尊敬的客人 您好 您好 我需要取钱 罗峰点头 一眼即可判定 这名女子实际上是机器人 只是在表层 多了一层生物皮肤 请输入你的账号 849 8593 WOXH 8528 5285 032 我需要确认一下 客人你的念力 请念力扫过我的右手 罗峰点头 一丝念力迅速扫过那机器人 女子右手 老师的遗产 必须是陨墨星传人 才能接收 这确认念力 是非常重要的一关 数据符合 请输入三重四维波段密码 罗峰迅速输入那无比复杂的密码 同时盯着机器人 女子面前的一层光幕 密码通过 鱼额查询 此刻罗峰心中忍不住有些紧张 老师留给自己的遗产到底是多少 光幕一闪 浮现出了一行数字 鱼额 312万2810混元单位 看到这鱼额 罗峰脸上忍不住浮现笑容 自己那位老师忽颜博 的确给自己这个徒弟 留了足够多的遗产 足足312万多混元单位 这是何等庞大的一笔财富 足够购买好几个星域了 当然 罗峰现在地位不一样 虽然激动 却还没有到发狂的地步 因为罗峰身上拥有 允墨星号 近万颗血落精 鸠岩虚空金 紫尘百落叶 落夫六盘 这些以百万混元单位寄的质宝 当然 这些罗峰都因为 舍不得卖掉 所以无法换取现钱 导致连进行神国传送的 八个混元单位 罗峰一时间都拿不出来 之所以拿不出来 一是因为部分现金 投资在平海公司 二是部分现金拿去购买 让金角巨兽 进化需要的金属等等 现金 有现金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三百多混元单位的现金 不管是修复宇摩星号 还是让王云腾 进化到借助级 都没有任何难度了 转账 转账到我的精神印记 绑定的账户 好的 转账成功 罗峰先生 请问你这账户下的 其中一个紫账户 还有三混元单位 是否转账 紫账户 是了 自己老师当年在地球死去 死之前 透过虚拟宇宙网络 迅速将银行账户设定 分别让恒星级 宇宙级时去得到遗产 而玉主级能获得的 就是最高的总账户 竟然有三混元单位 老师的确很大方 恒星级账户是一百亿钱无比 这都媲美宇宙级强者的资产 宇宙级账户是三混元单位 媲美普通借主的资产 玉主级账户是三百一十二万多 混元单位 这是老师的账户全部资产 传吧 好的 机器人女子迅速转账 将一切都转到罗峰精神印记 绑定的账户 这精神印记绑定的账户 是最安全的账户 放眼浩瀚宇宙 只要有精神印记的生命 就没有两个生命的精神印记 能完全一样 第五百三十七集 玻璃门开启 罗峰走了出来 殿下 刚刚转账八混元单位等你的账户 收到了吗 收到了 狄伦点头 心中却有些无奈 狄伦已经是最上等的不朽君主 真正战斗力已经接近封侯 或者说勉强能封侯了 他的资产当然不可能少 虽然这么随意花掉 八混元单位能源有点心疼 可是罗峰毕竟是他的小师叔 为小师叔花一次钱 也不算什么 在他看来 小师叔虽然辈分比他高 可也才育主级的天才而已 又能有多少财富 岂能跟他这个不朽神灵比 可罗峰坚持要还 他当然不好拒绝 这小师叔还真是很有骨气 不轻易欠人恩情 我们回去 得到三百多万混元单位现金 罗峰心情大好 是 殿下 狄伦当即陪同罗峰 离开了宇宙星河银行 回到了罗峰新购买的 燕山庄园 燕山庄园 静世中 罗峰正盘膝而坐 一丝一时则是迅速连接 虚拟宇宙网络 虚拟宇宙与象山 原始区 罗峰的住处 书房内 罗峰 你老是给你留的不少吧 罗峰则是坐在书桌前 看着笔记本电脑屏幕 屏幕上正点开着一封邮件 那是宇宙星河银行 发来的邮件 内容是恭喜罗峰 成为宇宙星河银行 四星级客户 四星级客户 爸爸他 我记得三星级客户的门槛 是十会员单位 这邮件上写 四星级客户的门槛 是一万会员单位 那五星级客户呢 五星级客户的门槛 是一千万会员单位 就是你老师 也是在现前最多的时候 曾经超过一千万会员单位 可是后来在魔云藤上 就砸了六百二十万会员单位 且运气好 终于成功让魔云藤达到不朽 不朽魔云藤配合你老师 二者结合 风猴级不朽都很难很难杀死你老师 可惜 最后碰到一个精通灵魂方面的 勉强风亡的不朽灵魂 罗锋微微点头 一万会员单位是四星级账户 一千万会员单位是五星级账户 自己账户内才三百多万会员单位 当然只能算是四星级 不过罗锋 正常不朽神灵资产在一万会员单位 很弱很贫穷的不朽神灵资产 或许不足一千会员单位 而风猴级不朽神灵 正常资产都在一千万会员单位左右 我说的是资产不是现金 罗锋点头 那些强者们早就将财富转化为实力了 比如老师忽炎博将巨额财富砸在摩云藤身上 摩云藤达到不朽 顿时令老师拥有最强的助手 可惜这对搭档最终还是陨落了 我的资产算起来也有一千万会员单位了 秋炎虚空金 紫辰百落叶 落伏六盘 这三个加起来在五百万会员单位左右 女莫星号价值也超过三百万会员单位 当然 我这最贵重的当数 血落金 那近万颗血落金 单单给虚拟宇宇宙公司兑换 即可兑换成数百万积分 而且物以稀为贵 虚拟宇宇宙公司这般垄断血落金 那么血落金真正的卖价 肯定远超数百万积分 所以这血落金才是自己身上最珍贵的 老师的遗产 加上我在几次修炼任务中的机遇 竟然也令我拥有这么巨额的资产了 当然和我另外一位老师真眼王相比 我这一点根本算不了什么 老师真眼王随手都可以扔出 上百万会员单位 地位不同 这资产自然不同 蜂王不朽神灵 比蜂猴级要强得多 而最巅峰的蜂王级别 甚至于接近宇宙国主的真眼王 资产自然更加庞大惊人 不过作为老师是有一大堆徒弟的 最多偶尔帮帮某个徒弟 根本不可能将资产直接给某位徒弟 除非像忽炎博 其他传人全部死绝 最后才将遗产留给唯一的隔代传人罗锋 罗锋坐在书桌前 迅速点击笔记本电脑屏幕 购买能够让摩云藤突破到借主级的一些珍贵物品 在虚拟宇宇宙公司购买宝物 可以通过积分兑换 也可以通过现金 比如之前罗锋购买金角巨兽吞噬的金属 便是用的现金 屏幕上出现了三个选择 超级进化 左锋轻轻点开 分别看看三种选择的详细讯息 摩云藤不同的进化之路 实力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从摩云藤有多少条主藤腕 就可以判断其进化程度 借主级摩云藤最低拥有36条主藤腕 这是培养最差的一种情况 最高拥有360条主藤腕 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 我读摩云藤 现在是御主级九届 有108条主藤腕 按照这上面的描述 我的摩云藤 使用最好的超级进化 应该可以进化出 216条主藤腕 巴巴达 怎么回事 借主级摩云藤 拥有360条主藤腕 那是传说中最完美的极限 从一开始培育 就要花费无比巨额的代价 达到借主级时 就需要投入近百万会员单位 近百万会员单位 老师有这么多钱的吧 还有一点 越是金华高等的摩云藤 突破成为不朽的难度就越大 老师当年的摩云藤 在借主级时 仅仅108条主藤腕 可依旧耗费620万会员单位 以及一些机缘巧合 才最终让摩云藤突破到不朽 至于最完美状态的摩云藤 唉 这越完美 越是遭到宇宙极度的 想成为不朽太难了 不过罗凤 你的资源条件背景 将来的发展前景 可比你老师那个独心侠强多了 你现在可以选择最好的超级进化 借主级 能进化出216条主藤腕 将来突破不朽 或许会很难 可是你 也许 也许 是有成功可能的 嗯 罗凤毫不犹豫 轻轻点击选择最好的一种 超级进化的各种物品的配比 对于未来 罗凤有着充足的信心 自己不踏入不朽便罢 可一旦踏入不朽 一定会是不朽中的超级强者 最起码得先封猴 其次就得封王 所以自己最佳帮手摩云藤 也得够强 8.5万会员单位 就这么没了 再让虚拟宇宙公司那边 帮忙维修羽默信号吧 罗凤 我建议你 不单单是维修羽默信号飞船 同时让虚拟宇宙公司的人 将羽默信号飞船内部 进行改造一下 提高羽默信号的性能 论科技 虚拟宇宙公司 可是人类族群中最强的 他们改造的飞船性能也是无比彪悍的 罗凤当即联系 虚拟宇宙公司内部人员 说明自己的一些要求 屏幕中传来温柔清脆的声音 罗凤殿下 请你将所需要维修宇宙飞船的详细参数 照片等资料 还有你需要改造飞船后达到的性能层次资料 都发给我们 尽量越拳越好 我们也能够根据受损情况 需要改造的需求 来审核判定需要多少费用 好的 罗凤点头 当即将巴巴塔早准备好的资料发送过去 仅仅片刻 罗凤殿下 我虚拟宇宙公司制造能达到50倍光速的F级宇宙飞船 技术非常成熟 我劝殿下你也选择极限式50倍光速的性能配置 如果再提高要求 那么改造费用将会飞跃性的提高 而正常性能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灵活机动性能呢 也是正常规格 殿下 维修需要5.6万混员单位 内部性能改造需要12.4万混员单位 共18万混员单位 罗凤点点头 巴巴塔曾经计算过 如果是在外界购买材料 让虚拟宇宙公司的人维修 单单购买材料就需要8万混员单位左右 幸好 自己是原始秘境成员 有优惠折扣 殿下 我们这边的设计人员询问 这艘F级宇宙飞船 是赤混同母构造而成 边缘很薄很锋利 且蕴含固定密纹 具有很强的切割威力 不过这法则密纹固化方面 比较简陋不够完善 请问是否需要完善 罗凤一证 陨墨星号是三角形飞船 边缘无比锋利 可是这法则密纹固化 是怎么回事 同意他 完善分哪些方案 需要多少费用 一 简单消负破损的固化密纹 这可以免费 二 整体进行完善 让这艘宇宙飞船的防御程度 提高百分之三十 机身切割攻击力 提高百分之五十 需要费用十三点九万混员单位 我同意进行完善 魔云藤方面 耗费八点五万混员单位 陨墨星号耗费三十一点九万混员单位 总计四十点四万混员单位 这么快 就消耗掉了四十万混员单位 花钱还真是如流水啊 对了 爸爸他 这法则密纹固化是怎么回事 怎么需要十三点九万混员单位 别不满足了 这法则密纹固化 其实就是很多念力兵器 元力兵器上面的一些法则密纹 通过催动法则密纹 可以勾动宇宙本源法则之力 由此来增强防御攻击 主人当年为了建造云墨星号 已经花费了很大力气 请了很厉害的高手 来进行法则密纹固化了 可惜 主人请来的高手 当然不可能赶得上 虚拟宇宙公司内部的大师 能够在原有基础上 防御提高百分之三十 切割攻击提高百分之五十 虚拟宇宙公司中的 法则密纹固化的制造大师 实在是厉害啊 这可是对整个巨大宇宙飞船 船身进行法则密纹固化 单单材料费就很昂贵了 十三点九万会员单位 如果是你老事情这样的高手 最起码价格分贝 有虚拟宇宙公司在背后支持 的确是方便得很啊 罗锋笑了 方便是方便 就是花钱依旧厉害 第五百三十八集 穷玉星向水城 阉山庄园内 地下仓库中 罗锋花费一百二十亿宇宙币 巨资购买的庄园 由此可以想象面积之巨大 整个庄园长宽在三十公里左右 单单主建筑的地下仓库的长宽 就达到三公里 这是专门给一些大家族 大势力的人物 用来存放宇宙飞船的 三名白炮人站在仓库内 看着面前这艘三角形的宇宙飞船 飞船的三个角都成弧线 非常的薄且锋利 通体赤混同母 这飞船加速起来 就是一颗星球也会被轻易切穿 为首的白袍老者微笑看着罗锋 恭敬道 罗锋殿下 这艘飞船 我们就带走了 什么时候能修好送回来呢 眼前这三人正是虚拟宇宙公司派来的 因为穷玉星是潜污宇宙国境内一颗极其重要的星球 所以在穷玉星上 虚拟宇宙公司就有不少重要成员在这儿 所以罗锋之弦刚刚透过网络定了合同 当天虚拟宇宇宙公司就派人来领走宇宙飞船了 殿下 我们虚拟宇宙公司 在整个宇宙人族疆域范围内的维修改造点有不少 所以还是会很快的 这一来一回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你们带走吧 是 白袍老者看着陨墨星号 心意移动 便将这艘陨墨星号直接收入他的体内世界中 这交接的过程是直接同步传输进虚拟宇宙网络的 只要交接 那么罗锋就没必要担心陨墨星号的安全问题 假设押送人员无比贪婪 无比胆大 敢将这艘陨墨星号吞没 然后在宇宙中流浪逃亡 那么虚拟宇宙公司会直接陪一艘外表一样 性能更加好的宇宙飞船给罗锋 目送三名白炮成员乘坐宇宙飞船离开 罗锋转头看向身侧的狄伦 狄伦走 跟我去见一下我大哥 是 殿下 狄伦属于罗锋的护卫军首领 在外放期间是一直贴身保护罗锋的 当然 作为不朽神灵 狄伦的大半意识是在虚拟宇宙网络中静修参悟 只需要部分意识在现实中即可达到最佳警戒效果 一旦发生危险 狄伦的另外部分意识会瞬间回归现实 大哥 罗锋眼眸中有着一丝期盼 走出了阉山庄园 已经很久没有在现实中见大哥红了 熊玉星的108座主要城是宝典城 名气极大的一家餐厅 陈兴餐厅的三楼包厢 这是罗锋和红约定好见面的地方 坐在罗锋身侧的狄伦微笑道 这宝典城还有一个典故 熊玉星是人工制造的星球 当年这颗熊玉星刚刚从神国中送出来 放在这片星空中 前无宇宙国就开始大规模移民 很多大家族也立即驻扎在这儿 家族林立强者如云 这自然是非就多 后来因为一位强大不朽神灵遗留的传承宝典 引起了一场不朽神灵大战 幸好是人工制造的星球 用才也很奢侈 所以才能承受住那些不朽神灵的大战 可即使如此 那一场大战依旧将方圆上万公里都化为废墟 后来在这片废墟中建造了这座城市 定名为宝典城 其实也有警示之意 琼玉星经过刚开始的混乱 后来在强有力的管制下 变和平多了 在琼玉星宝典城这么久 我还真喜欢上这座城市了 因为这儿有大哥你喜欢的女人啊 红的老师最近和一位老友在一起交流参悟 所以红现在是跟随老师一同住在那位比较强大的 名叫布什卡的不朽神灵家 你和纳基青的事 你老师还有那位不朽神灵补识卡 知道吗 这件事怎么可能瞒得住他们 之前我和基青的事被那基氏家族发现 基氏家族可是直接就派人冲到了 布什卡前辈的家族住 如果不是给布什卡前辈面子 恐怕那基氏家族有可能就直接杀死我了 罗峰面色一变 他能想象那种情景 自己大哥和基青相识相恋 大哥根本不知道基青的背景 突然某天 基氏家族的人就冲到那布什家族进行怒斥 赫令红不得再去纠缠基青 这种事落到谁头上都很无奈 基氏家族论势力要比布什家族强很多 所以布什卡也没有办法 布什卡前辈 曾经替我去拜访的尹雪侯 奈何那尹雪侯 根本就没有见布什卡前辈 让前辈因我而丢了面子 我真的 罗峰听得微微点头 布什卡 或许是位比较厉害的布什神灵 可是布什神灵和布什神灵的实力差距 有时候也是很大的 那尹雪侯积天葬 乃是三百王侯之一 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封侯级不朽 又是那前污国主的老臣子 不管是论势力还是论个体实力 都绝对压制布什卡 而且尹雪侯此人 根据罗峰靠自己的权限搜集的讯息判定 显然是个很孤傲的人 布什卡前去拜访 尹雪侯却不见 也在罗峰的意料之中 看来这位封侯级不朽 真的很恼怒这件事 而且也是真的很反对此事 嗯 等正式任命下达 我成为前污分部的最高层的几人之一 到时候 我的话才有足够的作用 大哥 再等一些时 我的任命一到 我就去见见那位尹雪侯 当罗峰抵达琼玉星 和自己大哥洪在餐厅中见面时 那琼玉星一百零八座大城中的 天葬城的尹雪侯府呢 银雪侯积天葬在前污宇宙国拥有极为深的根基 作为三百王侯之一 当年这颗巨型人造星球琼玉星建造城之后 专门有一座城池以天葬命名 并且这座城市天葬城 也是由银雪侯府负责管理的 其权势是远远超过黑龙山帝国的圣地神主的 银雪侯府内 一个皮肤暗红色两耳尖尖 有着一双碧绿色毛子的瘦小男子 恭敬的贵服在那 主人 鸿终于离开了普氏家族的府邸 去了宝典城 一家叫做陈兴的餐厅会客了 那小子终于出来了 座椅上正坐着一名 穿着香银边的华美长服的男子 男子有着黑色长发 白皙的面孔 一双隐隐泛着荧光的黑色毛子 从外貌上来说 他和地球华夏人非常相像 只是那自然而然的气势 显然身处高位 主人 鸡式家族 作为存在超过一年的古老家族 子嗣是亿万计的 身为鸡式家族的血脉 并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 因为家族实在太过庞大 所以想要出头非常的难 一切看个人能力 而他的主人 基兰登 从小就非常努力 天赋也不错 总算成为了一名宇宙级强者 可是 在庞大的鸡式家族中 基兰登 依旧只是底层 毕竟家族内的御主 戒主 还有很多 宇宙级更是多得吓人 本来 基兰登 就该这么默默一生 可是一次 随意宠幸了某侍女 有了女儿基青 基兰登的命运 顿时改变了 他的女儿基青 从小就展露出 惊人的天赋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迅速成长 直接得到 基氏家族总部的 重点关注培养 而后 更是被宇宙拥兵联盟 吸纳为核心成员 宇宙人类 五大势力的核心成员 那个个都是超级天才 基氏家族亿万年来 虽然也培养出几个 被五大势力 吸纳的核心成员 可那都不是 基氏家族血脉 而只是他们家族领地 雪江星域中 诞生出的天才而已 而基青 乃是无数年来 第一位早早被 吸纳进五大势力的 绝世天才 连基氏家族的族族 第一代族长 尹雪侯基天葬 都为之震惊欢喜 基青在家族内的地位 立刻飙升 堪称家族内 排名前十的大人物 连那些戒主们 也一个个对基青 不敢有任何造词 女儿地位飙升 基兰登这个父亲 地位当然也是水涨船高 分管家族的 雪江星域领地中的 数十个星系 顿时成为 基氏家族的 上流人物 没想到我不在 穷一星这些年 小青他竟然会喜欢上 一个偏僻土著星球 冒出来的家 不管怎么样 任何阻拦 小青前途的 我这个做父亲的 都要帮小青解决掉 知道女儿的事 基兰登立刻乘坐 宇宙飞船赶回穷玉星 不过 这段日子 红一直待在 卜氏家族府邸内 那卜氏家族 毕竟是 不朽神灵家族 或许高高在上的 银雪侯 积天葬可以不屑 可是基氏家族内的 其他人 却不感不敬 不朽神灵 终究是 不朽神灵 所以基兰登 一直没法去见红 而现在 终于找到机会了 基青 是他的宝贝女儿 也是他 基兰登 风生水起的依仗 他之所以能从 家族底层走到上层 就是因为女儿 女儿一旦完蛋 他现在的权力地位 恐怕也要消失 绝不允许 让人带路 我要去陈兴餐厅 谢主人 陈兴餐厅 三楼包厢 罗锋正和大哥红 在一起交谈着 忽然 进来 红也看向门口 门自动推开 身材高大俊美的 男性服务人员 恭敬行礼 尊敬的客人 楼下有人想要进来 见一位叫红的男子 服务人员感觉到 这包厢中几人 自然而然的淡淡威压 不由更加谦卑道 这是现实事件 一旦惹怒了 某位有地位的存在 恐怕他就得丢掉小命了 大哥 是见你的 哦 让他进来 是 谁要见我 我在这穷与兴 认识的人不多 都能直接说出 大哥你的名字 恐怕对你很熟悉啊 说不定 可能是那位激青姑娘呢 激青 第五百三十九集 忽然楼下楼梯的脚步声响起 声音略显低沉 罗锋 红二人都看向门外 殿下 来的是一名宇宙级酒店 和一名御主酒店 没一点危险 黑袍光头男 迪伦坐在一旁 半眯着眼 传音给罗锋 哦 门外终于出现身影 是两个男人 其中那宇宙级酒街实力的男人 有着黑发 方脸 皮肤显得白皙 跟地球华夏人 没两样 而另外 御主酒街的男人 则是体型高大些 皮肤泛着紫色 那显得有些长的指甲 就仿佛锋利的匕首 双眸也泛着紫色 从二人走路来看 那御主酒街 应该是个保镖 你好 红 你是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激青的父亲 激兰登 罗锋眉眸一新 激青的父亲出现了 看样子 自己大哥过去 还从来没有见过激青的父亲 激先生 你和激青的事情 我得知后 就立即从雪江星域 赶回穷玉星 只是这些日子 你一直在捕食家族府内 我也不好打扰 今天我来 也没有丝毫恶意 纯粹是以激青父亲的身份过来 我明白 听说你在前无宇宙国内部天才战中 表现很不错 虽然没能被虚拟宇宙公司吸纳 可无可否认 你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 可是 红 你和我女儿不一样 我女儿是生活在基石家族 一个比你们黑龙山星域皇族 还要强大百倍的家族 你是独行者一个 可以跟随着你的老实流浪 没什么牵挂 没什么压力 可是我女儿是生活在基石家族 家族内部的竞争压力是极大的 在基石家族中 一旦不小心跌下去 就会被千万人踩在脚下 这些 你懂吗 我懂 所以 我女儿基青不能走错路 一旦走错路 便万劫不复 而他跟你的事情 已经惹起我基石家族的 祖祖震怒 祖祖震怒 整个家族都惶恐不安 红尘末 皇族内争斗惨烈 像宇宙中的超级家族 基石家族内部竞争 更是格外惨烈 所以 希望你为了基青 离开他 不要再跟他纠缠联系 别跟他在虚拟宇宙网络中 进行通话联系 也早点离开穷玉星这地方 我希望 你能够从他的世界中消失 只要你消失 他依旧是祖祖最宠爱的孩子 而如果你继续纠缠 将会令基青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红再次沉默 红那被桌子挡着的拳头握得紧紧的 拳头发白 脸色也因你有些难看 罗锋眉头微重 我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请求你 放过我的女儿基青吧 相信 你也希望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对吗 我明白 我希望能够得知 你离开穷玉星的消息 那样 我这个父亲 会无比感激你的 基兰灯微微欠身 说完便直接转身 带着麾下的保镖离去 从头到尾 基兰灯根本没有注意过罗锋 也没有注意过不朽神灵狄伦 当一名不朽神灵 不想暴露身份时 基兰灯和他的保镖那点实力 怎么可能发现 餐厅内一片安静 一直控制着自己的红 脸色陡然有些苍白 随即摇头苦笑 老三 可笑不可笑 没什么可笑的 红摇摇头 他看事情看得很透彻 所以虽然基青父亲似乎很客气 可是那些话背后蕴含的意思 红自然一眼能够看出 这基青的父亲 显然心中是非常非常讨厌他红的 巴不得红早点离开穷玉星 早点消失在基青的世界里 被心爱女子父亲这般厌恶 红的心里很难受 大哥 我没事 罗锋不由眉头微皱 那尹雪猴到底怎么回事 就算是超级天才 难道就不允许恋爱了 开什么玩笑 当天 罗锋便送红回了那捕士家族的府邸 红在走的时候 还嘱咐罗锋 老三 这件事情我需要你从中帮忙 可你也要弄清楚 到底是什么情况 千万不要乱来 假如真的对基青造成伤害 那我就 大哥 这点我懂 这也是罗锋一直没有主动 暴露自己身份的缘故 那基兰灯来的时候 罗锋都是略微变动面部肌肉 防止基兰灯认出自己 不管怎么样 现在还没有到和尹雪猴 积天葬正式碰面的时候 大哥的事情 罗锋也不敢急冲冲乱来 好心办坏事的例子 毕竟数不胜数 基兰灯在尹雪猴府大厅内 来回走动 还没走 那个红 还是一直留在补士家族 这个年轻人 也是在那宇宙国天才战中 表现很优秀的天才 这种天才 自尊心应该极强 不管是为了自尊 还是为了可笑的爱情 我那番话 都应该让他早早离开才对 主人 他的确是一直待在补士家族 混蛋 他双眸好似要喷火 他真的想直接带人将红给杀了 可是他也清楚 既然连祖祖银雪猴都没有派人动手 那麾下就没有人敢擅自做主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在基兰灯交集的期盼中 红却是一直待在补士家族中 连大门都不出 令基兰灯气得冒火 时间流逝 罗峰虽然来到穷玉星 却一直是居住在燕山庄园 泡在那营养舱里 燕山庄园 主楼的静室中 一台营养舱正摆放在静室角落 而一个美丽的蕴含多种色彩的藤蔓 正弥漫遍布整个静室 那一条条主藤蔓和叶子中 隐隐都有着丝丝流光在闪烁 所有长藤万叶都在静悄悄地发生着一些变化 色泽模样都在不断地变化 殿下 狄伦的声音直接透过墙壁在静室内回荡 营养舱舱门自动开启 一个赤裸着身材比例近乎完美的黑发男子 从那冰冷而又珍贵的营养液中起身 同时提表直接弥漫起一层青色贴身战衣 这套四阶原力战衣是罗锋让虚拟宇宙公司的人送来的 这种物品虚拟宇宙公司是免费提供给核心成员的 旁边弥漫遍布静室墙壁的藤万 忽然不少万叶迅速贴过来 缠绕在罗锋手臂上 摩云 这段日子你就慢慢进化 等进化完毕后 再跟我一起战斗也不迟 顿时那竖起的一根根藤万微微下垂 好似点头似的 同时意识方面也传来了摩云藤浓浓的依恋 那是孩子对父母般的依恋 快了 还有两个月 你就可以退遍成功了 罗锋内穿青色战衣 外面则是套着银色铠甲 便推开静室大门走了出去 站在门口的狄伦微微欠身 面带笑容的 殿下 恭喜殿下 达到御主八节 离九节还差一点 因为从御主一节到九节 越是往后需要积蓄的能量越多 特别是最后三节所需要的能量是最多的 罗锋要达到御主九节巅峰 按理说需要六个月左右 现在已经耗费四个月 估摸着还差两个月 殿下 虚拟宇宙公司的人正在楼下 嗯 走吧 罗锋点头 很快就来到主楼的一楼客厅 三名白袍人正站在那儿 当看到罗锋迪伦下楼时 那三名白袍人连忙同时攻身行礼 殿下 见到你们还真是让人开心啊 我的宇宙飞船已经维修改装好了吗 是的 殿下 这次主要是改装部我多花了些时间 所以现在才送到 还请殿下见谅 没事 走 去地下仓库 让我好好瞧瞧的 是 罗锋二人 还有三名白袍人 都一道来到了无比宽敞的地下仓库 那为首的白袍老者向罗锋微微行礼 殿下 你看 说着 摇指远方 顿时 一艘血色三角形飞船 凭空出现在地下仓库地面上 飞船蕴含的灵力气息 令周围空间都隐隐有些震荡 啊 罗锋眼睛一亮 盯着这艘飞船看 陨墨星号 是一艘直径约八百米的庞然大物 这艘三角形飞船的三个角 都无比的薄且锋利 整个船身上肉眼都无法看清的一些 狠淡的密纹 完全契合在整个飞船船身上 那些密纹自然而然 就是令陨墨星号的船身拥有 更可怕灵力气息的源头 毫无疑问 这样的一艘宇宙飞船一旦加速起来 就算陨石群在他面前都会如同豆腐一般脆弱 会被直接切割开 甚至对他的速度都影响不到 罗峰殿下 这艘飞船 通体式F9级金属赤混铜母构成 在辅助 我虚拟宇宙公司的制造大师们 完善的法则密纹 它的防御 已经达到一个 极为惊人的地步 就算是 风王级不朽神灵 想要破开这艘飞船 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这样一艘飞船 只需要再融合一个不朽金属生命 那么就绝对配得上 风王级不朽了 罗峰双目放光 修复好的允墨星号 将会陪伴自己很久很久 罗峰 赶紧进去 赶紧进去 嗯 罗峰在白袍老者的带领下 知道了经过维修改装后的 允墨星号何等厉害 控制室中的屏幕里 出现了巴巴塔的头像 巴巴塔兴奋道 飞船船身本身防御度提高 加上能量罩的改装 令整体防御 比一开始提高了近40% 飞船的加速 转弯等瞬间迸发力 也提高了近80% 最高飞行速度 更是达到惊人的50倍光速 这虚拟宇宙公司的科技技术 实在太强大了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虚拟宇宙公司 已经将允墨星号的潜能 挖掘到极致 想要再提高允墨星号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一部朽级金属生命 融合这艘飞船 让允墨星号具有生命特性 这么多年了 我终于又能够 操控允墨星号了 第五百四十集 经过维修改装后的 允墨星号控制室屏幕上的 八八塔 无比兴奋激动 忽然 他有些哀伤的沉默下去 我是福恩塔 陆峰 你将来 一定得为主人报仇 嗯 一定 八八塔看着罗锋 回忆起当年在地球时 那个小心翼翼 发现允墨星号 悄悄进入允墨星号的青年 当时他纯粹抱着 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想法 才让罗锋接受了 忽延波的传承 成为忽延波 唯一活着的弟子 当时八八塔 甚至禁止罗锋 询问忽延波仇人的事 因为八八塔甚至没有敢想 罗锋有一天能够给忽延波报仇 可是现在 他看到了希望 三大分身的那片天赋 惊人的意志 强势的背景 虚拟宇宙公司的精心培养 不疯 他将来成为凤王级不朽神灵 绝对是有希望的 到时候 到时候他就能杀死那个混蛋了 罗锋不断观看这艘飞船 允末星号 就像宇宙星和银行 一些机密房间的构造一样 是能够隔绝念力等一些探测的 以允末星号诸多系统性能 除非是不朽神灵们 可以强行将神力渗透进来 否则不朽以下 根本无法渗透进来 进行灵魂攻击 进入这艘飞船 还真安全 将来成为不朽神灵 磨杀族分身无惧灵魂攻击 允末星号物质防御极强 二者结合 也是王牌组合 喜事是一箭接一箭 当罗锋拥有了 他将来生死冒险的伙伴 允末星号的第二天 虚拟宇宙公司的正式任命 终于下达了 虚拟宇宇宙与象山原始区 罗锋的庄园内 书房中 罗锋坐在书桌前 看着笔记本屏幕上 收到了正式邮件通知 那是虚拟宇宙公司 发来的任命 罗锋 从今天起 你就是虚拟宇宙公司 主前屋分部的监察特使 你拥有队伍部 商部 军部的调查监视等一系列特权 嘿嘿 罗锋 从现在起 前屋分部的三大巨头 恐怕都得害怕你了 罗锋默默看着那任命内容 任命很简单 这外放任命 是御主及时的考验 单单监察这一工作 当罗锋达到借主期 卸任的那一天 可以直接得到十万积分 在外放期间 我虚拟宇宙公司 会偶尔发出一些特别任务 让你去执行 每一项工作 都有相应积分奖励 这是邮件上的其中一段话 显然 培养期间 宇宙级天才们 可以执行修炼任务 而御主级天才 则是执行各项任务 借主级则是各种生死冒险 这些都会带来积分奖励 任命下达 那前无分部 也会同时得到这个通知 现在就该是我上任 去败回那三大巨头的时候了 这正是任命一下达 我在虚拟宇宙中 竟然可以直接从我的庄园 传送到前无分部 罗锋看着附件中的一些 详细琐碎的内容 将一些需要注意的规则 全部记下之后 不由满意点头 去前无分部 罗锋心意移动 直接消失在书桌前 传送到了虚拟宇宙的前无分部 虚拟宇宙中 有一个主位面空间 这位面空间中 有一座座大陆 每一座大陆都代表着一个宇宙国 在这些大陆的周围 还有密密麻麻的岛屿 这些岛屿或是代表 宇宙中等文明国度 或是代表一些特殊地点 前无大陆辖下紫荆岛 这是一座无比美丽 通体由紫色水晶构成的岛屿 整个岛屿面积 即使与黑龙山岛屿相比 也丝毫不逊色 岛上有着连绵起伏的 紫荆构成的宫殿 一座座宫殿 高矮雄伟程度 也是有着明显区分的 而最中央的一座 高达上万公里的紫荆宫殿 是最耀眼的一座 这紫荆岛 就是虚拟宇宙公司 驻前无分部的办事处 因为宇宙实在太过广袤 这办公地点 自然是设在虚拟宇宙中 高大的电厅内 有着一个直径 超过千米的超大圆桌 圆桌旁 有着三尊高大的王座 此刻每个王座上 都坐着一个人 穿着精美华丽的紫袍 周围弥漫着 丝丝紫色电光 脸上有着绒毛的猿人 正皱眉说着 一切都很正常 现在总部突然派遣 一个监察特使过来 这个罗锋也是 这么着急突破到 御主机干什么 你不爽有个屁吗 就算这罗锋 暂时没突破到御主机 可数千年时间 他照样进御主机 他家乡又是潜污宇宙国 到时候 还是会以监察特使身份 来我们潜污分布着 宛如太阳般耀眼的 金色长发 头顶还有着 三根金色羽毛 这容貌俊美到 邪义的男子 正不屑说着 紫电侯 金玉侯 温柔声音响起 那是通体蒙着一层黑纱 赤着脚的少女 她的目光隐隐好似 令周围时空扭转 任命已经下达 这罗锋很快就来接人 这个时候 你们在这里争吵 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 罗锋的身份是监察特使 有权调查我们在职 做的诸多事情 恐怕会查出 对我们不利的证据 紫电侯负责商部 商部内部乱七八糟的交易 多的是 即使账目做得再好 许多证据销毁 可要是认真来查 猴子 你即使不被关押进心域牢狱 也得去域外战场 将功赎罪 你五步就干将 总比你伤不好点 好了 有些事情不可避免会违规 只要那监察特使真的死了 新药查 只要时间足够 绝对会查出一些问题来 就算问题不严重 将我们革职 是没问题的 不管怎样 这职位 这职位得保重 潜污分部三大巨头 何等显赫的身份 掌控莫大的权力 可比一般封侯 竟不朽强多了 五步 商部 军部 其实最难查 最安全的是军部 因为军部实在太过庞大 而且是和潜污宇宙国那边 共同管理那宇宙军队 如果监察特使要查军部的事 还需要透过潜污宇宙国高层 会非常复杂 五步和商部查起来 就容易多了 首先 那罗锋不是傻瓜 他一心死查 那就是逼我们和他走上对立 这事情 对他没一点好处 敢那么做 是其暗中弄死他 弄死 金语侯 你当他老是真眼王是傻子 真眼王 可是我猿人族群中 仅次于圣主的存在 而且以霸道互端出了名的 你如果敢真的暗中弄死他 无非做的是滴水不漏 没一点把柄 连你脑中记忆都自己抹杀掉 不让那真眼王查到 否则 你死定 金发鞋印男子瞳孔一缩 真眼王 捏死他金语侯 真的跟捏死只蚂蚁似的 都清醒点 这罗锋第一次资格战就冲进原始密集 这种天才 肯定是总部最高层注意到的 而且他背后还有那个真眼王 我们就算动手 也最多教训教训 让他吃吃苦头 绝对不能下杀手 一旦下杀手 那就是真的走上绝路了 我们没有其他办法 黑沙少女摇指虚空 虚空出现一个屏幕 屏幕上有着详细的计划方案 这是我属下写的三个应对方案 你们看看 那二人看着 看完后两人相视一眼 希望那罗锋是个聪明人 这样一来 他在担任监察特使期间 也能威风八面 舒畅痛快 我们三个也没有烦恼 否则的话 只能大家一起痛苦了 片刻之后 刺耳警报声在电厅中响起 他来了 走 我们要无比热情的 引起来进行监察的特使大理 对 无比热情 极度的热情 金发协议男子也刻意露出了 他自认为最友好的笑容 紫荆岛最东边的一座 数十平的紫荆礁石上 一阵绚丽光线冲天而起 罗锋便出现在紫荆礁石上 这就是钱无分布 在虚拟宇宙中的办公地点 罗锋被那光线照耀下的紫荆岛 都闪烁得眼睛有些发花 整个岛屿简直就像是一个 超巨型的艺术品 阳光照射下的一座座紫荆宫殿 的确是美得让人心颤 罗锋直接飞起 朝紫荆岛中央飞去 因为这紫荆岛实在是太庞大 足以媲美黑龙山岛影 飞行片刻 大约飞行了十万公里之后 罗锋便看到那站在 巨大紫荆广场上的 密密麻麻的人影 一眼看去 简直看不到尽头 在密密麻麻人影的最前方 站着三道人影 穿着华丽紫袍 显得很优雅的圆人 他面带着微笑 身体周围荡漾着紫色闪变 有着无比耀眼 金色长发的男子 他的笑容无比璀璨 整个人就仿佛太阳一般 让人感觉到温暖 紧紧披着黑色纱衣 赤着脚的少女 那不经意间的诱惑 令罗锋明知是诱惑 也觉得心情大好 欢迎监察特使 罗锋先生 密密麻麻一眼 看不到镜头的人群 齐刷刷的贵服下来 恭敬的齐声喊道 拜见罗锋殿下 素百名不朽神灵躬身 罗锋 欢迎你加入我们前屋分部 罗锋 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 这么短时间就能冲进原始秘境 真是让我佩服 实在是佩服啊 罗锋 我是猿人族群中的贯燕族 你老是真眼王 是卡混私族最伟大的存在 我从小就钦佩真眼王前辈 一直以他为目标 今天能够看到真眼王的弟子 真是开心的 第五百四十一集 罗锋站在那 看着三大巨头热情迎接 数百不朽神灵恭敬行礼 不计其数的人们贵福 有些发懵 这前屋分部的迎接 未免太过隆重了 而且这三大巨头 各个都是封猴级不朽 论地位丝毫不亚于自己 竟然这么热情 罗锋 我来介绍一下 我知道三位 你应该是执掌军部的部长 黑炎猴 威萨 你应该是执掌武部的部长 金羽猴 艾福 你应该是执掌山部的部长 紫电猴 镇浅 看来 罗锋 你对我们三个 也了解了不少啊 这没来就已经了解不少 罗锋 你的探查能力 这监察测试工作 肯定很轻松啊 还要烦请三位协助 这是当然 一定 应该的 那黑纱少女 微笑指着后面密密麻麻的人影 和恭敬行礼的不朽神灵们 罗锋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前屋分部 因为需要掌管前屋宇宙国 一万多星域 上亿星系 所以除了我们三个部长外 分部还有其他不朽神灵三百二十二位 还有负责诸多星域 星系 重要人员 共约八点二亿人 全部都在这儿 罗锋 屏息 看着眼前贵服的密密麻麻 一眼看不到尽头的人影 原来足有八点二亿人 难怪连自己的势力都无法看清 罗锋目光扫过那三百二十二位不朽神灵时 忽然看到一个有着绿色皮肤 头上满是皱纹的老者 不由心中惊讶 啊 曼洛 这老者正是当年罗锋在黑龙山岛屿杀戮场上经常看到的那个老者 罗锋 曼洛见罗锋看过来 作为不朽神灵 他的记忆力当然非常好 也露出笑容 示意友好 罗锋也笑着微微点头 当年那个在杀戮场悠闲的大人物曼洛 现在竟然成为了自己的下属 罗锋也感觉事情很是玄妙 黑眼猴 没必要让大家一直跪着 让大家都散了吧 罗锋你的确是心慈原善了 都散了吧 是 负责诸多星域上亿星系的八点二亿的头头们恭敬行礼 随即井然有序地化作一道道流光朝紫荆岛各个方向飞去 诸位不朽 跟随我等三人 陪监察特使罗锋先生好好看看紫荆岛 看看我们全屋分部的运作 是 曼洛等三百二十二名不朽神灵 跟随在罗锋金羽猴黑烟猴紫电猴这四大巨头身后 一旦牵扯到下属部门的一些事情 这些不朽神灵们就需要一个个立刻走出来解释 当年那个参加天财战的小家伙 跟随他大哥二哥第一次出现在杀戮场的时候 多么的智能呢 即使是参加天财战时 那锋芒依旧不算多强 没想到转眼这才两百年 竟然就成了前屋分部第四巨头 紫电猴他们三个肯定客戈热情无比 将罗锋给哄得开开心心 否则罗锋翻脸 他们三个就没好日子过了 满落 部长 黑龙山星域商部是你麾下的部门 罗锋他家乡来自黑龙山星域 对黑龙山星域情况想要多些了解 你给予解答吧 是 曼洛先生好久不见 是好久不见 一见殿下便让曼洛很是吃惊啊 我们边走边说 紫荆岛的主宫殿内 罗锋有紫电猴金羽猴黑烟猴三大巨头陪同 三百多不朽神灵跟随一路逛着这前屋分部的一个个重要部门 罗锋也随时进行一些简单的询问 好对整个前屋分部的运作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宫殿内休息厅 紫电猴金羽猴黑烟猴罗锋四人正聚集在一起 其他的不朽神灵都已经退下了 不看不知道 这一看 虚拟宇宙公司势力遍布 还真是让人吃惊啊 整个前无宇宙国的名声 经济等等 几乎是给虚拟宇宙公司完全给抓住了 这是当然 宇宙人类五大势力 宇宙拟宁联盟重视高手 宇宙第一银行 宇宙星河银行 主要是银行储存业务 部分投资业务 巨谱斗舞厂也是重视高手 唯有我虚拟宇宙公司 是掌控整个人类经济命脉 一千零八宇宙国经济 完全被我虚拟宇宙公司给控制 罗锋感慨 虚拟宇宙公司的确很牛 看似宇宙中有很多大型企业 商业势力等等 可是所有的源头 全是被虚拟宇宙公司控制 比如那些制造虚拟游戏的游戏企业 所有的虚拟游戏 需要占据一个虚拟未面空间 那都是需要和虚拟宇宇宙公司租界的 像杀戮场更是被垄断 即使是巨斧斗舞厂 在虚拟宇宙网络中的一场场直播 也需要分给虚拟宇宙公司钱 总之 人类脱离不开虚拟宇宙网络 所以虚拟宇宙公司 就掌控了整个人类的经济命脉 甚至于连宇宙军队 也是和巨斧斗舞厂对半分 各控制504个宇宙国的宇宙军队 任何国度 任何家族 任何组织 只要是想要发展 就得和我们虚拟宇宙公司合作 就连其他四大势力 都是和我们合作 更别提那些国度家族了 论商业经济 我们虚拟宇宙公司 处于绝对垄断中 经济控制 宝物无数 强者如云 所以我们虚拟宇宙公司 每年吸纳的天才舞者 也是五大势力中最多的一个 在前屋宇宙国 我们前屋分部拥有一半控制力 另外一半控制力 则是归纳前屋国主 罗锋不由心神一颤 真正感觉到虚拟宇宙公司 那种威慑 那种控制力 难怪天才战时 前屋国主都是巴不得 将全宇宙国的天才都送上去 现在看来 前屋国主很可能就是 虚拟宇宙公司内部的一员 多风 你什么时候来前屋宇宙国 对啊 什么时候到 我已经到了穷玉星了 什么 三大巨头一惊 原始秘境离前屋宇宙国 是非常远的 乘坐宇宙飞船 即使是极为厉害的宇宙飞船 也得一两年 竟然已经到穷玉星 也不提前和我们说一下 这可就是你的部队了 你可是总部派来的监察特使 代表的可是总部啊 怎么能这么不声不响的 来到前屋宇宙国呢 金玉侯 黑烟侯 我们应该按照例行的规矩 给罗锋他准备一场接风宴吧 对 当然得准备一场接风宴 而且还得很隆重 我们得透过这场接风宴 向整个前屋宇宙国的上层宣告 我前屋分部监察特使罗锋来了 这事情交给我 你们商部负责这事 肯定没问题 可必须得彰显罗锋的身份 他可是原始秘境成员 是总部派来的监察特使 宴会规格也得高 别那些什么狗屁小家族 也都跑来凑热闹 三位 没必要 什么没必要 是很有必要 伯父 这可不是你个人的脸面 而是我们前屋分部的脸面 也是整个虚拟宇宙公司总部那边的脸面 更是你老师真眼王的脸面 是啊 这事情交给我们 规模小点 我不喜欢太过热闹 就在琼玉星那半 规模小点 不喜欢太热闹 行 没问题 原人子电侯作为商部部长 连忙拍着胸脯保证 虚拟宇宙公司 潜污分部 在潜污宇宙国拥有着非常超然的地位 因为潜污分部是代表着 虚拟宇宙公司 对整个潜污宇宙国的一些管理 虽然明面上是潜污国主管 可即使是潜污国主 也得听从虚拟宇宙公司的 这就造成1008宇宙国 任何一个分部都吸引许多风侯及不朽 抢着去担任部长 三大部长各个地位尊崇 比之那300王侯可都强上一头 潜污分部的邀请函 总部派遣监察特使加入潜污分部 难怪那三巨头这么急冲冲的 三巨头举办的宴会 可不能不给面子 当一封封邀请函派发下去时 整个潜污宇宙国的最高层都轰动 潜污分部三巨头的邀请函 谁敢不去 穷玉星 天葬城 尹雪侯府 八名不朽神灵恭敬行礼 数百名戒主密密麻麻 近万人全部跪服在那 这就是尹雪侯府真正的高层势力 那基兰登因为女儿的关系 也勉强能凑在那近万人名额内 所以能够在人群的最后面跪服下 而那八大不朽神灵 都是尹雪侯积天葬无数年来徒弟中 突破成为不朽神灵的 鸡氏家族 一个家族能出几个人才 整个雪江星域的人才要多得多 尹雪侯无数年来 也培养出十五名不朽神灵 而在府邸总部的仅仅八人 第五百四十二集 起来 八名不朽神灵 数百名戒主 近万人都恭敬战气 在前方正站着一名穿着银白色长袍 有着黑色长发 并脚有着银白长发的男子 这银袍男子即使站在那 都让人感觉仿佛是面对无穷无尽的冰雪事件 他便是银雪侯 银雪侯积天葬 前屋宇宙国三百王侯之一 前屋分部的三巨头 亲自给我发来邀请函 这次是他们给虚拟宇宙公司总部派来的监察特使 举行的接封验 给整个宇宙国所有重要家族发了邀请函 因为规模所限 这次我带两个人去 下面八名不朽神灵 数百名戒主 近万家族高层精英各个抬头 心中炽热 这种绝对高层宴会 能参加的绝对是前屋宇宙国中的最顶层人物 连银雪侯都只能带两人 很显然 恐怕很多差点的不朽神灵家族都没有资格来 玉看 冯烟 你们俩随我去 是 其中一名不朽神灵和数百名戒主中的一名女性戒主 都露出喜色 连忙恭敬应道 尹雪侯看了一眼这二人 心中暗叛 玉看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徒弟 可他麾下的十五名不朽神灵都并非基氏家族血统 封烟 全名积封烟 戒主巅峰强者 是尹雪侯积天藏眼中拥有家族血统的近百名戒主中最有希望达到不朽的 可惜我基氏除我以外 没有第二个不朽神灵 尹雪侯心中暗叹 不朽神灵的诞生概率实在太低太低 或许放眼整个宇宙国能够诞生出过万名不朽神灵 可是局限在一个家族中即使漫长的岁月下来 也很难出现两个不朽神灵 其他人都退下 是 七名不朽神灵 数百名戒主 近万家族精英 恭敬退去 只剩下不朽神灵 欲看戒主 积封烟二人留在那 潜污分布三巨头 未到来的监察特使举办接风宴 很快就传遍整个潜污宇宙国高层 然而这场接风宴 规模实在很小 层次也非常高 也只有三百王侯 以及极少数一些较为强大的不朽神灵家族 接到邀请 而超过九成的不朽神灵都没有得到邀请 更别提那些戒主家族了 由此可见层次之高 让很多不朽神灵都感叹 哎呀 平常想要见的三巨头一面都没机会 没想到这次接风宴的规模都弄得这么小 我们都没收到邀请函 潜污分布的邀请函 也是身份的象征 得到邀请函的 各个都是潜污宇宙国中最上层的大人物 穷玉星 燕山庄园 靖室 那爬满整个靖室墙壁的藤蔓忽然摇曳起来 因为在靖室中 那营养舱舱门自动开启 罗峰从营养业中站了出来 体表自动浮现原力战衣 外表则是换了一身银白色战开 温云 我先出去 你继续进化 那一根藤蔓的万叶连忙上下摆动好似点头 罗峰微笑着走了出去 外面一道光芒闪烁 凝聚成一道人影 正是敌伦 殿下 恭喜殿下 达到御主席九阶 只是刚达到御主席九阶 还没有达到九阶巅峰 如果再给我大半个月 应该可以达到巅峰了 不过 既然今天晚上就是接风宴 我也不能不出来 殿下 那潜污分部的三巨头 的确是很给殿下面子 这场接风宴 我听说那三巨头是联名发出的邀请函 潜污宇宙国的那群王侯们 哪个敢不来 殿下的面子是赚得足足的 人都是相互的 他们这么做 也是希望我手下留情 鸡蛋里都能挑骨头 潜污分部 既然管理整个宇宙国内诸多事情 商武军 这其中牵扯何等的大 要说干干净净 没有一丝问题 就算是真的在有操守的人 也不可能做到 毕竟能管得了自己 却很难管得了手下 罗锋真的要查 就算那三人光明正大 干干净净 可罗锋依旧能让那三个人头疼 说不定罗锋透过自己的师兄弟一些关系 以及一些特别想来 潜污分部担任部长的那群 封侯及不朽神灵主动帮忙 他照样能弄掉一两个 更何况 罗锋估计 这三个人也不会太干净 否则何必热情到这般地步 殿下 您准备怎么做 水至轻则无余 罗锋笑了一句 便朝外走去 狄伦微微一震 水至轻则无余 殿下不愧是师祖看证的弟子 罗锋带着整个护卫军 迅速朝今晚即将举行 接封宴的地点赶去 同时他也命令 麾下一名借主 去那捕氏家族府邸 带着自己大哥红过来 向水城东城 一片占地直径近千公里的核心地块 在一个月前 还是虚拟宇宙公司成员的一个聚集地 可是在这一个月时间内 这核心地块迅速完成拆迁 将那些成员们转移到 其他一些地理位置 次一点的地方 并且仅仅花费三天时间 就建造了一座占地 近千公里的豪蛇庄园 名为罗氏庄园 任何一名监察特使任之后 虚拟宇宙公司都会帮忙 建造一个住处 作为前屋分布四大巨头之一 在琼玉星这种稍微大型庄园 就能媲美一个星系的地方 建造上千公里的豪蛇庄园 也算符合他的身份 罗锋等人已经遥遥看到 那座豪蛇庄园 红看着远处那罗氏庄园 依旧忍不住震惊 老三 这就是你的新庄园 这可比不是家族的腹地 还要大 站在罗锋身侧的狄伦微笑 解释道 殿下是前屋分布的监察特使 地位等同三位部长 按照府邸规格 应该是媲美那三百王侯的 因为殿下仅仅预主期间在这儿 所以建造的庄园 才比银雪侯府稍微小一些 走 我们进去 是殿下 一群人跟随 罗氏庄园中的仆人百万计 不过在直径上千公里的豪蛇庄园内 上百万名仆人并不算多 殿下 我是受子殿侯吩咐 一直在这等候殿下的 殿下 我是受金羽侯吩咐 殿下 我是受黑烟侯吩咐 一名男性戒主 两名女性戒主 都在庄园门口站着 当看到罗峰时 都无比恭敬地行礼 在行礼同时 这三人悄悄通知了 那三大巨头 三道人影瞬间出现在正门口 罗峰 罗峰啊 你还真是到了最后一天才来 这可是你的庄园 子殿侯为了这庄园 可是花了不少力气 你也该早点来好好参观参观嘛 也是忙于修炼 所以到今天才来 哦 原来是修炼 不管怎么样 修炼是最重要的 猿人子殿侯连连点头 金羽侯黑沙少女也笑着附和 这三大巨头心中都是暗道 你这个爵士天才 还是全身心去修炼吧 那些监察工作就别多操心了 在三大巨头的迎接下 罗峰进入着罗氏庄园 罗氏庄园的建设仅仅花费三天 而为了这一场接风宴的准备 反而花费十余天时间 主要是一些珍贵食材 物品必须从宇宙其他地方运来 潜污分布三巨头既然要搞得很隆重 让罗峰很有面子 自然尽心尽力 转眼已经天黑 整个罗氏庄园隐隐有着光线四射 在庄园外根本无法看清内部到底在干什么 而这一天 一艘艘昂贵无比的宇宙飞船 都停在罗氏庄园正门口上空 随即接连有不朽神灵从舱门中走下 一个个非常正式地从正门口进来 宴会厅主听 大哥 你就先在这个休息室内 我出去接待客人 等会需要你出来的时候 我会通知你 罗峰和洪说道 并且将洪安置在旁边 一个小型安静的休息室中 罗峰 快过来 客人要到了 紫电侯金羽侯黑烟侯都看向罗峰 来了 罗峰连忙笑着走过去 两个闪身就从宴会厅主听一端 到了另一端 今天我们邀请的 毕竟是前无宇宙国真正的重要人物 全是人物 而且既然发出邀请函 当然得有理呀 不过 从庄园正门口到宴会厅 还有数百公里 他们也不会急匆匆的飞过来 而是会相互交谈的走过来 应该还有一会儿才到啊 罗峰点点头 前屋分布四大巨头都站在宴会厅主听两侧 摇看那远处尽头 罗峰能清晰感觉到 一股股强大的法则气息荡样开 或是犹如光线般耀眼或是如雷电般蛮横 或是如大地般雄魂或是如火焰般炽热狂猛 法则弥漫周围空间都隐隐扭曲震大 终于一个个强大人物出现在远处视野中 只见前屋宇宙国这群伟大人物们或是穿着灰色长袍披散长发 赤着脚或是穿着高贵华丽的长袍 或是穿着蕴含血腥气息的不朽战甲 或是骑着体型缩小的不朽凶兽 或是全身笼罩在袍子中只露出一双眼 有的身高足有数十米 而有的却不足半米 有的脸上满是绒毛仿佛瘦人 有的却是光秃秃 仿佛金属铸就没有一丝毛发 这群绝大多数都是封侯级的强大不朽神灵们 三两成群和好友交谈 和一些仇人拉开距离 正朝宴会厅主厅走来 罗宝 邀请参加宴会的除了三百王侯之外 就是其他一些拥有封侯级不朽实力的神灵 以及一些背景全是惊人的神灵拉 哦 还有几个跟你关系比较近的 像不是家族的不是卡 像黑龙山帝国的神主 或许资格不够 可我也邀请了 第五百四十三集 罗峰点点头 看着远处那群边走边闲聊着的一群伟大不朽神灵 走在最前面的那名 有着大鼻子独角卷发的男子 穿着华丽的暗金色长袍 朗声笑着走在这群不朽神灵中的最前面 一个晃身就已经到了宴会厅主厅门口 满脸笑容笑眯眯看向罗峰 这位就是新来的监察特使罗峰先生吧 你跑得最快 罗峰 这位是前五宇宙国三百王侯之一的龙翼王 龙翼王 你好 宇宙国的那些王侯含金量要低不少 而这三百王侯中 个个都是封侯级不朽神灵 早听说你的大名 给我们前五宇宙国争得了脸面啊 今天终于得以一见 龙翼王笑呵呵说道 随即带着麾下两名手下 在宴会厅服务人员带领下 步入宴会厅 随即另外一位不朽神灵走了过来 向前五分部三大巨头和罗峰热情打招呼 一个又一个不朽神灵带着手下而来 前五分部三大巨头和罗峰也是逐一接待 片刻后一名体型魁梧全身有着黑色龙鳞 头部也长着一根黑色龙脚的魁梧巨汉 热情无比走了过来 当目光落到罗峰身上的时候 更是猛的亮起 罗峰眼睛一亮 这魁梧高大散发着凶兽气息的神灵巨汉 竟然就是黑龙山帝国圣帝黑龙山的神主 黑龙先生你好 你出自我黑龙山帝国 我黑龙也备敢骄傲啊 黑龙山神主哈哈笑着热情无比 随即也步入宴会厅主厅内 罗峰啊 你家乡黑龙山帝国的这位神主啊 来自龙人族群中实力很弱的黑龙山部落 那黑龙山部落的纯种族人一共在万人左右 这黑龙啊 就是黑龙山部落的族长 建立了黑龙山帝国 他的实力一般 离封侯级还有一段距离 一般这种聚会呢 他是没资格参加的 因为他是你家乡的神主 所以这次他才能来 罗峰点点头 人一个接一个 是他 只见头上满是银色疙瘩的高兽男子 带着一名花白头发面目慈祥的老者走了过来 那花白头发老者罗峰当然认识 正是大哥红的老师时光界主洛 旁边的就应该是他们的好友 不朽神灵捕试卡了 捕试卡 你们总算到了 这罗峰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罗峰和红的关系 罗峰早在第一次见面 就透露给了前屋三巨头 而捕试卡接到邀请函时 也知道了缘由 那满头疙瘩的高兽男子 笑眯眯看着罗峰 他身侧的时光界主洛 也看着罗峰 二人点头也进入宴会厅中 前屋三巨头发出的邀请函 一共近一千份 除了极少部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如正在宇宙秘境中闯荡 如正在宇宙其他族群疆域中冒险等等 除了这些人没到 其他的都到了 大约超过百分之八十 受到邀请的客人到了这 罗峰一个个接待 也对前屋宇宙国的高层 有了清醒的认识 那些所谓皇族世子等 是非常可笑的 这宇宙国真正掌权的 还是这些伟大不朽呢 金羽侯 紫电侯 肥烟侯 清冷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鬓角银发飘起的银袍男子 带着一对男女手下走了过来 同时也露出了一丝笑容打招呼 随即看向罗峰 监察特使罗峰先生 见到你真是让人高兴 罗峰 这位就是尹雪侯 来了 郑主来了 这场接风宴 自己最重视的客人来了 就是他阻拦了大哥和姬清 尹雪侯的大名 我在刚刚来到穷玉星时 就听过不少人谈论 甚至于在这穷玉星内 都建造有一座 以尹雪侯你名字命名的城市 天葬城 今天能够见到尹雪侯本村 还真是让人开心啊 我也听我的护卫首领说起 尹雪侯追杀那不朽金属生命 库巴提的故事 想象尹雪侯也追杀无数星域 杀到重族疆域 在重族大朝中最终击杀库巴提 让人忍不住热血沸腾啊 那是当年的事了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那尹雪侯看似孤傲 可是也要看谁在跟他说话 罗锋作为原始秘境成员 现任监察特使 地位丝毫不亚于他 作为虚拟宇宙公司 新一代重视的爵士天才 加上背后有真眼王这样的老师 绝对是整个宇宙人族中的天之骄子 这样的爵士天才 这些话顿时让尹雪侯心中很是受用 尹雪侯 您先进去休息 回头再细聊 尹雪侯微笑点头 随即带着身后的欲看 疾风烟 进入了宴会厅 这场景 确实让紫电侯 金语侯 黑烟侯三人 彼此暗中交流了下眼神 传音交流着 接待这么多客人了 还没见过罗锋这么热情呢 是啊 就仿佛见到某个崇拜的人似的 罗锋的身份地位 眼界都很高 没必要摆地姿态吧 难道他真的崇拜了尹雪侯 这三巨头虽然因为罗锋主动透露 知道罗锋和红的关系 可是他们三巨头却根本不知道红和激青的事 毕竟作为高高在上的前屋分部三巨头 哪会有闲情意志去关心那些小辈们谈情说爱 所以三人见罗锋这么客气都微微疑惑 终于近千名不朽神灵客人都已经进入宴会厅内 都三三两两坐在一些位置 彼此低声议论 而前屋三巨头和罗锋也都回到宴会厅内 金语侯 一道声音在金语侯耳边响起 金语侯转头看去 只见远处正坐着那尹雪侯积天葬 金语侯走到尹雪侯对面坐下 尹雪侯找我有事 是有些事 你们五部不是也负责在整个前五宇宙国 吸纳精英培养吗 怎么了 吸纳天才 除了天才战外 就是平常在整个宇宙中 搜集判定是三级二级一级特级精英 最终筛选出最优秀的进入那核心层 其实相比于天才战英雄战 这种培养吸纳的天才丝毫不差 精英培养有名额指标 能否多给我基石家族五成的指标 五成 太高了 我还有事 回头再和你谈 说完 金与侯就直接起身离开 这尹雪侯还真敢开口 多给五成名额指标 虚拟宇宙公司培养精英 花费多么庞大的资源 他基石家族想要多弄进去那么多人 让公司帮他培养人才 基石家族却不用花钱 看到远处罗锋 金与侯立刻调整状态 整个人变得阳光亲切 罗锋 金与侯笑着走过去 目送着金与侯离开 那尹雪侯积天葬 眉头微皱着 这时候那姬丰烟欲看又走回来 姬丰烟低声 祖祖 那金与侯没答应 金与侯没答应 也没拒绝 我基石家族 雪江星宇多五成名额 算在整个潜污宇宙国范围内 根本丝毫不明显 根据每一代精英的质量 培养精英数量是可以有一些波动的 多加一些人进去 也不需要他金与侯耗费资源 可是不让他满意 这事情的确难成 一个家族未来更重要 他银雪侯麾下十五名不朽神灵 如果说他是光杆司令 哪会有如今的权势 小到家族 大到种族 培养后代都是无比重要的 祖祖 恐怕在场的人都看得出来 那罗锋本人也就是一个 玉主及酒界的小子 虽然是宇宙中巅峰爵士天才 可是不朽之路哪是这么容易的 说不定将来就陨落掉了 在场的诸位伟大不朽们 恐怕也没几个太在乎罗锋 可是从头到尾 每一个对罗锋都很客气 毫无疑问 是前无分部三巨头的缘故 前无分部三巨头 控制着太多的资源 势力要发展 需要看商部连色 家族未来培养 需要看五部连色 就算强者 想要在域外战场上更加安全 获得更多功勋 也需要看军部连色 三百王侯 诸多全是不朽家族 没几个敢不给 前无分部三巨头面子 大家对罗锋客气 就是因为前无分部三巨头 那三巨头担心那个罗锋 那罗锋有监察权力 所以三巨头这般殷勤 亲自邀请前无宇宙国各方大人物 亲自为罗锋介绍 每一位不朽身力 过去谁见前无分部三巨头 会这么殷勤 一般都是别人对他们引起 所以 只要能够说服那罗锋帮忙 罗锋开口 恐怕会有用得多 这点我懂 可那罗锋的来头 背景也不小 想要他帮忙也不容易 那罗锋不是对族族很敬仰吗 敬仰 等会儿我找着罗锋聊聊 第五百四十四集 宴会厅主厅内 那群伟大不朽们和手下们 一共约数千人聚集在宴会厅内 那前无分部三巨头则是彼此聊了一会儿 才一个个走到宴会厅最前面的高台上 各位 经历天才战 被选入虚拟宇宙公司的 每一纪元都有那么一批 可是要在第一次资格战 就能击败诸多修炼数千年的那些 绝世天才 冲到原始逆境的 有几个呀 人人都说那柏兰是上万纪元一出的天才 可是我要说的是这人比柏兰还要强 进步速度还要快得多 这样的天才恐怕算是百万纪元一出了吗 那么他是谁 他就是我们前无分部新任监察特使 罗锋 而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会是我 金羽猴 黑烟猴 最好的伙伴 对 他会是我们三人最好的伙伴 虚拟宇宙公司 在前无宇宙国的诸多事务 也需要罗锋从中监察负责 总部派遣罗锋加入我们前无分部 我和金羽猴 紫电猴 都无比开心 能和真眼王的爱主 绝世天才罗锋先生共事 是我们的荣幸 让我们欢迎罗锋先生上来 欢迎 欢迎罗锋上来 这三大巨头这么殷勤 下面前无宇宙国的这群伟大不朽们哪会不给面子 这关键时刻不给面子 一旦被那三大巨头给惦记住 那可真是麻烦大了 所以这群伟大不朽们一个个也显得很热情 罗锋 罗锋只能走到高台上 前无分部三巨头的殷勤也让那些被邀请来的伟大不朽们惊叹不已 这前无分部三巨头平时傲得很啊 在前无宇宙国没几个能让他们这样 可今天 不就是一监察特使吗 有必要这样 那罗锋如果赶不识相 背后直接弄点手段 让他直接修饰 到时候一点证据都没有 再怎么样 也就一个欲主机九节的小家伙 有的是手段对付他 杀掉罗锋 难道你不知道 他老实是真眼王 真眼王 没证据敢乱来 真眼王 看来的确是在混沌城待了太久了 亿万年岁月 让很多人都忘记他的事了 这群伟大不朽神灵们 做事情最习惯的是从本质上直接消灭敌人 所以即使知道罗锋是监察特使 可毕竟罗锋是个狱主及九阶的小辈 令他们当中不少人不由自主生起一丝轻视 可是看看那前屋分布三巨头殷轻成那样 显然前屋分布三巨头在表态 其实那些话也就是一个姿态 一种表态 顿时令这群不朽神灵们心中想法改变 在他们心中 罗锋的地位开始拔高 得罪罗锋 那就是得罪了三巨头 得罪了三巨头 那在前屋宇宙国 就只能被排挤了 显然紫电侯 金羽侯 黑烟侯 他们三巨头 背景不够硬 比较怕罗锋找麻烦 没错 没错 在罗锋担任监察特使这段时间 前屋分布又多了一个惹不起的人 罗锋 他也算是第四巨头了 那群不朽神灵们从自己家族的发展考虑 能清楚认识到罗锋的重要性 前屋分布四巨头从高台上走下 众多不朽神灵们便开始享受这宴席了 诸多服务人员将那三巨头 从宇宙各地运来的食材 制作成美味的食物 不断地送上来 顿时整个宴会听一片热闹的议论交谈声 银雪侯坐在角落 面带笑容微微点头 金与侯他们三个这么百名姿态 显然是力点罗锋 只要能请多罗锋帮忙 事情就差不多能搞定了 老师 你看那边 不是卡 银雪侯转头看去 一眼看到远处那头上 长满银色疙瘩的高瘦男子 不由冷声道 不是卡 在他们旁边的 应该就是那个红的老师落了 没想到这次宴会 他们也有资格来 真不知道金与侯他们三个是怎么想的 祖祖 红和小青的事 将那小子 驱逐出穷玉星 或者将他杀死 没用 让青青主动放弃 忘记那小子 这才是我需要的 至于那不是卡 还不敢来惹我 而那叫红的小子 更是一点威胁都没有 要怎么解决 就能怎么解决 鸡风烟 欲看都点头 红在他们眼里 就跟泥巴一样 想怎么揉捏 就怎么揉捏 你们在这儿 我去找罗锋谈谈 是 是 老师 坐坐 银雪侯站起来后 就直接朝那正在和 庶民不朽神灵交谈的 罗锋走去 罗锋眼角余光 发现银雪侯走过来 不由暗道 来了 我还没去找他 他倒是来主动找我了 挺好 罗锋传音给站在宴会厅 边缘后命的一位借主 等会儿我和银雪侯聊天的时候 你就去旁边休息室 将我大哥带进宴会厅主厅 到时候 让我大哥喊我 是 别想 仅仅片刻 那银雪侯就主动和罗锋交谈上了 罗锋无比热情 以一种对待前辈的态度 叙说着银雪侯的事迹 讲述着自己的惊叹佩服 而观看到这一幕 站在宴会厅主厅边缘的 那名借主眼睛一亮 直接转头朝旁边的一间休息室走去 推门而入 那休息室中 洪正坐在沙发上 洪转头看着进门的借主 洪先生 殿下吩咐了 让你现在随我进入宴会厅主厅 并且看到殿下的时候 你直接喊殿下即可 我明白 起身跟随那借主走出了休息室 出了休息室便是宴会厅主厅 一眼看去 这宴会厅内的美酒美食 足以让一名正常不朽神灵破产 而那群伟大不朽们 几乎各个都是前污宇宙国最高层的那群人 在他们之上便只有前污国主了 远处一直注意着四周的疾风烟 一眼看到远处边缘的洪 不由皱眉 是他 那小子怎么跑来了 这场合他也能进来 谁 站在那边的年轻人 他就是洪 就是他 欲看仔细看着洪 而洪在进入宴会厅主厅后 也仔细观看了整个大厅 大厅内数千人 那股股强大的法则气息 令整个主厅内都荡漾着混合的法则波动 洪迅速便发现了 那正在和银袍男子交谈的 自己的好兄弟罗锋 老三 洪喊道 声音回荡在主厅中 惹得一些不朽神灵看过来 宇宙级小家伙 这群伟大不朽们都有些疑惑 说起来 那虫族大潮的确是非常可怕 无穷无尽的虫海 单单看到 就让人惊惧 那一战 我们三十二个不朽 陨落了足足二十八个 银雪侯站在那儿 眼中有着一丝追忆 和罗锋续说着当年的一次惨烈战斗 罗锋仔细聆听 好似都屏息了 老三 大哥 等会儿 哦 是罗锋你的大哥 谁啊 转头看过去 一眼便看到远处的那个人影 那人影还在说着 好 我在这里等你 银雪侯瞳孔一缩 盯着那道人影 是他 罗锋的大哥 银雪侯转头看向罗锋 罗锋却是面带微笑的 那是我大哥 红 生死好兄弟 生死好兄弟 银雪侯心中顿时有些乱 他在看到红的瞬间就认出了红 因为当初查鸡青事情的时候 就查过红的一些资料 也有红的照片视频等等 不过 银雪侯还真的不知道 红和罗锋的关系 红 罗锋 他们是生死兄弟 这的确没有公开过 当年他们参加天才战 也都是在黑龙山帝国 注册了宇宙公民身份 所以从外人看来 只知道他们俩都是黑龙山帝国的人 至于他们的私交 如果不花费力气查 还真的很难查到 那个小子 竟然是罗锋的大哥 生死好兄弟 银雪侯眉头皱起 脑海中迅速浮现诸多念头 他是不朽神灵 虽然很久很久都懒得用一些计谋什么的 可是以他意识计算速度之快 迅速就将之前罗锋的热情 捕士卡和洛的出现弄明白了 难怪捕士卡都能参加这次宴会 难怪罗锋会热情成这样 原来一切都是因为 洪是他大哥 我大哥看来是等不及了 银雪侯 我大哥和鸡青的事 你也别怪我多嘴 我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能否告诉我 如果不能那就算了 既然洪是你的大哥 我就告诉你吧 看来银雪侯积天葬 祖兰姬青和大哥在一起 的确是有原因的 坐 银雪侯指向一旁 罗锋点头坐下 姬青 这孩子是我鸡氏家族亿万年来 最优秀的一个后蛋 我第一次见到这孩子 和他紧紧交谈了几句 从话语中就惊喜发现了 他的不凡之处 他是天才 我鸡氏家族的绝世天才 走的是精神念师 幻术师流派 第五百四十五集 幻术师 罗锋眉毛一现 之前那届天才战 仅仅只有幻魔加莱西能出头 就能看出一点 幻术师想要有所成就是何等的艰难 非常天才的幻术师 所以被宇宙拥兵联盟吸纳几核心 你应该明白 能够在幻术师方面拥有惊人成就的 各个都是对人性有着十分深刻理解的 姬青这样的天才 对人性欲望等方面都看得很清晰 根本是不需要我操心的 他做事我很放心 而且在宇宙中 恩恩爱爱 强者拥有成千上万配偶 是非常正常的 一名强大男人拥有无数女人 强大女人拥有无数男人 按照我的性格 姬青他别说和红相互爱我 就算他有千万男人 我也不会太在意 罗锋疑惑地看着银雪红 这番话什么意思 既然不在意 又为什么要阻拦鸡青和红 阻拦鸡青和红的 不是我 是他的老师 幻灵王 是他的老师 幻灵王 是那痴妹族 那位伟大的存在 幻灵王 罗锋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 在跟随着老师 真眼王时 也听到老师提过一些 极为厉害的人物 那天羽王是一个 幻灵王又是另外一个 幻灵王是宇宙拥兵 联盟阵营的一员 风王级不朽神灵中 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位 虽然仅仅闯过通天桥 第十九层 似乎宇宙法则感悟方面 比真眼王天羽王要低上一层 可因为他是 无比诡异的幻术师 所以在风王级不朽中 幻灵王也属于 最最可怕的存在之一 一旦遭到他的攻击 无所觉中 就有可能沉迷于幻境死去 而且最彪悍的是他的奴仆 受他操控的 不朽神灵奴仆有八十一位 其中风侯级有七十九位 风王级不朽有两位 这份控制能耐 可比允墨星主人忽颜博强多了 当时听到这个故事时 罗锋就震撼无比 这太牛了 单单控制的不朽 奴仆就有八十一位 还有两个风王级 要知道自己老师 真眼王教导那么多弟子 也才教导出一名 风王级不朽的神灵弟子 幻灵王地位无比尊崇 就算是激青是他弟子 他也没必要管这么宽吧 难道成了他的弟子 就不能谈情说爱了 还真是这样 东风 不知道你有没有搜集过 那幻灵王弟子们的资料 幻灵王麾下 共有十九位弟子 而这十九位弟子中 有七名男子 十二名女子 而这十九名弟子 活的岁月 有的是极长极长的 存在超过亿万年的都有 可他们 却有一个共同点 共同点 他们十九人 都没有配偶 啊 当初幻灵王 从某个渠道 得知激青和红的事 立即大怒 直接来问我 他问 青青有没有做过 爱遇那种事 以我的气息感应 能够感觉到 青青的生命气息 还很纯一 没有行过爱遇那种事 幻灵王知道后 这才气消 并且严令我 阻止青青和红的事 否则 他只能驱逐青青 不再让青青 当他的弟子 你也应该明白 我为什么阻止了吧 不是我要阻止 是那幻灵王要阻止啊 但当有绝世天才是不够的 还必须得有好的老师 我金氏家族数年来 诞生的这个最优秀的天才 我怎么能够看着他 被幻灵王逐出门下 罗锋点点头 尹雪侯的想法 很容易明白 能败在一些伟大存在门下 是非常难的事 比如自己那届天才占一千人 最终能被 封王级不朽神灵 收入门下的不足十人 更别说 败入封王级不朽中 都算是最最巅峰的 存在门下了 那实在需要机遇 怎么会这样 幻灵王他收徒弟而已 有必要干涉弟子的感情事 原因我也不清楚 我只知道 幻灵王不容门下弟子 有感情事 否则 就会驱逐出门 这 罗锋苦恼起来 这下该怎么办是好 幻灵王 这可是和天羽王 真眼王很接近的存在 罗锋目光扫向四周 厅内这群不朽神灵 在浅屋宇宙国 各个身居高位 可是这些人中 根本没有一个 封王级不朽神灵 而幻灵王的 不朽奴仆中 就有两个 幻灵王完全可以 无视在场这群人 我这点地位 在幻灵王面前 根本没有用 就算是老师 最多让幻灵王平等对待 可也不可能 让幻灵王低头啊 真眼王 幻灵王 一是实力接近 二是分属两个阵营 幻灵王面对真眼王 没必要屈服 银雪侯 有什么办法吗 我没办法 幻灵王可不会将我 放在眼里 如果是你老师 真眼王出面 或许还有一丝机会 罗锋看了银雪侯一眼 这种事情 自己是不想老师出面 将其原因我已经告诉你了 其他我就没办法了 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轻轻能够败在 幻灵王门下 是求也求不到的机遇 我绝对不容许 他被驱逐 宴会厅主听 前屋宇宙国这些伟大存在们 三三两两地交谈着 而在宴会厅的角落 红 伍斯卡 洛 狄伦 这四人正站在一起 也不知道老三谈得怎么样了 别急 罗锋殿下地位特殊 背后要有前屋分部 三巨头支持 就算是那银雪侯 也得给罗锋殿下面子 可以不给我面子 但是他不敢不给罗锋面子 在宴会厅中的不朽神灵们 大多都有不少不朽属下 可他们中 没人敢不给殿下面子 红轻轻点头 看着远处罗锋 银雪侯二人 片刻后 罗锋和银雪侯交谈完毕 直接转身朝红走来 罗三 大哥 罗锋走过来 脸上表情复杂 红看到罗锋表情 顿时心中觉得不妙 怎么回事 大哥 是这样的 真正阻拦你和银雪侯 你和银雪侯 而是幻灵王 而这幻灵王 罗锋仔细描述起来 也描述了幻灵王的可怕 武士卡 洛 狄伦三人 也站在一旁听着 事情就是这样 竟然背后有幻灵王 这幻灵王是非常难缠的 就算我老师出面估计都没用 除非是师祖出面 可能有点用途 托尔 既然是幻灵王阻碍 而且幻灵王的徒弟中 个个都是单身 注定了 幻灵王绝对不可能 轻易改变他的规矩 依我看 你还是放弃吧 放弃吧 何必在乎一个女人 看透了也没什么 有些可以放弃 可是有些 就得坚持 老师 不是卡前辈 我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 老三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尽管说 我现在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帮忙 这 也是最后一件事 大哥 直接说 你我从地球一起出来 那就是生死兄弟 不用多说其他 我想 见一次幻灵王 罗峰 狄伦 卜士 卡 洛四个人都被吓了一跳 见幻灵王 他们的眼界都是极高的 也知道宇宙人族 1008宇宙国中 一些巅峰的存在 就比如 一个宇宙级小家伙 想要见真眼王 那是想见就能见的吗 纯粹是做梦 一个道理 想要见幻灵王 就能见得到吗 大哥 这 没办法 如果实在没办法 那就只能 别急 大哥 我只能说 我试试看 宴会继续进行 罗峰端着酒杯 走到了银雪侯身边 罗峰 银雪侯坐在那 微微举杯示意 旁边的不朽神灵 欲看和戒主 鸡风烟 都连忙起身让开 而罗峰 则是坐在了 银雪侯的对面 笑着道 银雪侯 我有一件事情 麻烦你 什么事 尽管说 银雪侯 积天葬看着罗峰 对待红 他是有些不屑的 可是对罗峰 他还是很看重 一个能够在 虚拟宇宙公司中 都那般耀眼的 绝世天才 而且背后 有真眼王支持 只要不陨落 将来一定会 非常可怕 请银雪侯 帮我发送一封邮件 邮件 是给 幻灵王 邮件的内容 我来解 当然 也会让银雪侯 你过目 不管怎么样 这邮件 是让你帮我发送 自然不能让你为难 这点我放心 相信罗峰 你也不会惹 幻灵王生气 这是内容 罗峰伸出手腕 手腕上的 户壁屏幕上 浮现一封邮件 邮件内容 已经打开 第五百四十六集 银雪侯看着屏幕阅读 他要见幻灵王 他要见幻灵王 这 真敢想啊 他一个宇宙级小家伙 又没什么特殊背景地位 幻灵王什么身份 怎么会见他 伯峰 你有必要这么提他出头吗 好比亲兄弟 当然得帮忙啊 这邮件 我替你发给幻灵王 至于幻灵王 愿不愿意接近你和红 就看运气了 我提个建议 假设你老师真眼王 愿意出面 不管怎样 至少见面 幻灵王肯定会跟你见面 罗峰一笑 摇头 不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 还是别让老师出面 老师教导自己 已经恩德无限 还让老师给自己 烦恼这烦恼那 当老师是保姆吗 这是很不敬的行为 已经发送 一旦幻灵王愿意见你 我会通知你 谢谢 我把我的虚拟宇宙 网络编号告诉你 你可以和我联系 这场接风宴的主角是罗峰 在宴会进行过程中 罗峰也端着酒杯 和那一位位伟大 不朽神灵们进行着交谈 那些不朽神灵们 也不敢轻视眼前这小家伙 毕竟这小家伙 单单现在的权力 就已经能够影响到他们了 宴会结束 可尹雪侯依旧没有收到 幻灵王的回信 熊玉星 罗氏庄园 前屋宇宙国真正的高层们 已经一个个乘坐宇宙飞船离去 连那三大巨头 紫电猴 金羽猴 黑烟猴 也都离开了 夜晚 客人全都离去 罗峰独自一人 走在这寂静又广阔的宫殿走廊上 大哥 罗峰一眼看到远处 正默默坐在草地上的黑衣男子 罗峰犹如一阵风越过栏杆 行进几步来到红的身边 红转头看了看罗峰 坐 还在烦恼呢 不是烦恼 而只是在等待 等待的机会来临 至少今晚红是知道 为什么尹雪侯会阻碍他和姬青 弄清楚了缘由 他才能够想办法解决阻碍 努力了便不会后悔 就算现在我做不到 可等将来我的实力变得更强 甚至于比那幻灵王更强 自然还能将青青带回来 罗峰惊愕地看着大哥 比幻灵王更强 自己应该说大哥是在说大话 还是说他很自信呢 幻灵王 那绝对堪称是纵横宇宙的超级存在 翻手间恐怕就能让亿万人死去 甚至让一群不朽神灵 于幻境中沉迷死去 老三 别心存畏惧 如果你连心底都感到超越是很难的事 现实中又怎么能实现呢 罗峰一正 心中无限 前途便无限 再厉害的超级存在也是一步步累计的 只要你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进步 而你的寿命又是无限的 那么就算成为宇宙中最伟大的存在 也并非不可能 罗峰微微点头 忽然一正 意识连接虚拟宇宙网络 瞬间便回归 大哥 看你的表情似乎有好事 我刚刚收到了银雪猴的来信 他转发了幻灵王的回信内容 答应了 嗯 幻灵王会派麾下的人员 前往黑龙山岛屿九星湾 带我们去他的宫殿去拜见他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时刻分出一些意识 留在虚拟宇宙网络中 等待幻灵王的接见 虚拟宇宙 黑龙山岛屿九星湾小区 罗峰红看着眼前的男子 这是一名身高约为三米 有着一对黑色羽翼翅膀 额头上更是长着数十根 长短步一尖角的黑色战凯男子 这名黑色羽翼男子正面带微笑 看着罗峰 真眼王的弟子罗峰 你好 我是幻灵王的弟子 布舍拉 你好 布舍拉 这就是想要去小师妹的家伙 黑色羽翼男子看了一眼红 嘴角微微翘起 似乎有些不屑 红刚要回答 黑色羽翼男子就转向罗峰 我们走吧 老师在等你们 也好 罗峰点头 当即带着红跟随着男子 迅速离开九星湾小区 在离九星湾小区不远的一个传送点 直接传送离开 他们三人凭空出现在了一座浩瀚的宫殿广场上 海浪拍击着岸边 整个宫殿高约十万公里 分九层 最低一层就临近海边 而罗峰他们所出现的宫殿广场是第五层的宫殿广场 随我来 黑色羽翼男子在前面带路 进入幽深宫殿中一路前进 就算是红也是跨入宇宙级的 所以三人前进速度还是很快的 片刻后便来到第七层 这是一间幽静的电厅 电厅门口站着一鸣鸣穿着仿佛云雾般轻柔白纱衣的女子 一条毛茸茸的尾巴在后面微微甩动着 这些女子都有着动人心魄的紫色眸子 当他们看过来时 让人感觉到他们眼眸中蕴含的欲望 在黑色羽翼男子带领下 罗峰红步入了电厅内 随着不断前进 旁边站着的女子 从之前的一名名白沙衣女子 变成了一名名黑沙衣女子 可是显然这些女子都是来自同一个种族 都是紫色眸子 毛茸茸尾巴 又走了上千公里 旁边站着的女子 变成了紫色沙衣女子 好奇妙的幻境 罗峰走在这巨大的神灵电厅中 看着旁边站着的那排列开的女子 竟然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个淫迷的幻境中 仿佛这些女子一个个都赤裸着 施展着各种魅惑引诱靠近过来 奈何 罗峰和红都是修心方面极高的人 并没有刻意施展的这种幻境 根本影响不到他们 老师 黑色羽衣男子恭敬恭身 声音回荡在这广阔的电厅中不断回荡 罗峰红同时停下 抬头一眼就看清 远处那雕刻成无比复杂的各种淫迷雕像的巨大王座上 正蜷缩着一名有着一头紫色长发紫色毛子紫色毛绒绒尾巴的女子 当那一双眼睛朝下方俯瞰时 周围天地都仿佛陷入了一种淫迷的气息中 幻灵王 罗峰 果然不愧是宇宙级 就能闯到幻境海地十座岛屿的天才 心性果真坚定 我喜欢你这种心性坚定的小家伙 你老是真眼王 也的确很有眼光 之前培养一个嗜血王 而看你的资料 也是杀戮很疯狂 真眼王一脉 还真是个个如此 老是杀戮疯狂 这徒弟杀戮 也是疯狂 谢焕丽王夸赞 老师真眼王的确有疯狂逆天的一段时期 只是现在低调很多 一直在混沌城前修 否则单单论暴力程度 老师是丝毫不亚于 是血王三师兄的 原来你也会怕 既然怕 你还敢来 怕死 也怕心中诸多梦想无法实现 可是有些事情 不能因为怕就退缩 轻轻真诚待我 我又怎能归缩怕死 不管怎样 我都会竭尽全力 想尽办法 即使身死昏灭 我也绝不后悔 好 怕死 可有些事 却虽死不后悔 身死昏灭很可怕 可依旧能够不后悔地去做 声音在他身体周围 十米内回荡 电厅内其他人都听不到 如果他 当时也能这样吗 幻灵王表情变幻 眼眸偶尔温柔 偶尔变得非常可怕 整个电厅内都隐隐轰动 无数诡异声音 回荡在每一个人耳边 令罗锋红 还有其他那些 杀衣女子的脸色都微变 幻灵王恢复平静 一切幻音消失 他在王座上俯瞰红 红 我给你一次机会 赌命的机会 罗锋面色一变 赌命 请换灵王名师 很简单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等你借主巅峰时 去参加域外战场 参加宇宙战争 假设你的战功 能够累积得到一等寻找 我就不阻碍你和清清的事 同时我也保证 不会驱逐清清出我门下 第二个选择 是你闯我不下的 十八碍玉幻境 你成功闯过十八碍玉幻境 我一样不阻碍 你和清清的事 也保证不会 驱逐清清出我门下 可是 只要你失败 那么 我一定会下令 让宇宙拥兵联盟 派出高手直接击杀你 这是赌命 你失败 就是 成功 则有和清清在一起的机会 你俩是恩恩爱爱 是分手 是婚嫁 我都不会管 选择第一条 你可以拥有 从现在到戒主巅峰时期的 修炼时间 我可以保证 你能修炼到戒主巅峰时期 选择第二条 就是马上去闯十八碍玉幻境 你 敢不敢赌命 第五百四十七集 整个电厅一片寂静 包括那徒弟 黑色羽翼男子都不敢出声 他以及那些沙衣女子们 个个都感觉到 幻灵王此时和平常不太一样 大哥 罗锋看向红 赌命 这岂是开玩笑的 假设红真的接受赌约 被宇宙佣兵联盟派人追杀 那么就算是真眼王 也没有任何资格去阻拦 我选择第二条 我选择第二条 闯幻灵王 你不值得十八碍玉幻境 假设我失败 不用大人你派人来追杀我 我会直接前往某个宇宙佣兵联盟驻地 在驻地人员面前 我会自杀 并用虚拟宇宙网络 同步传送给幻灵王大人 你确定是去闯十八碍玉幻境 你如果选择借主巅峰 去参加宇宙战争 可以多活很久 而且我还能帮你达到借主巅峰 最后问你一次 是否要改变选拟 不必 罗锋看着身侧的红 看着他脸上的那一丝浮现的笑容 那是一种权力以赴后 无所顾忌的笑容 大哥 罗锋真急了 是 大哥修心境界的确是极高极高 堪称地球从古到今 有数的圣人般存在 可是这些幻境不是幻境海的幻境 而是接近自己老师真眼王的 无比强大的疯王级不朽神灵 幻灵王布置的幻境 说不定蕴含的威压就能令红崩溃 幻灵王站了起来 俯瞰着下方的红 看着红的眼睛 红的眼睛中没有一丝犹豫迟疑 也没有那种咬牙切齿的疯狂 只是眼眸中隐隐有着一丝锐利 很好 不舍了 带红去幻境殿 直接带去第101层 幻灵王直接消失不见 是 老师 跟我来 幻灵宫沸腾 一个宇宙级小家伙竟然要闯十八碍玉幻境 一旦失败就是身死昏灭 顿时惹得幻灵宫内很多人都迅速跑向那幻境殿 清殿下 那个红选择赌命 去闯十八碍玉幻境了 成功 幻灵王大人就不阻止清殿下你和那男人 而且还不会驱逐你出门 可一旦他失败 那他就得在兴时中被杀死了 一座幽境楼阁门口站着两名少女 其中一名青纱少女低声说道 楼阁内 一名奇儿短发女子站在门口 那纤细手指已经握得惨白 我要出去 清殿下 万灵王大人下令 谁敢违背 我们可以将外面发生一切 多通报给清殿下 可清殿下 也别让我们为难 奇儿短发女子眼眸掠过一丝利盲 关上门去 这楼阁是他进入虚拟宇宙网络 绑定的一个点 只要他进入虚拟宇宙 就会出现在这楼阁中 而现在 在虚拟宇宙中 他被限制出去 在现实当中 他也是被困在 祖祖银雪猴的神国中 红大哥 奇儿短发女子 走到一扇窗户前 打开窗户 他没有逃跑 门口的两名痴妹族少女是戒主级实力 是专门在这里看着她的 而她却仅仅是宇宙级实力 只要那两个女子不放水 她怎么逃呢 别 别 别做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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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儿短发女子发送一封又一封邮件 拼命地发送给红 片刻 没事 等我 这是红的回信 红大哥 你 我 奇儿短发女子抬头 透过窗户 看着远处的一座高耸入云的宫殿 那就是幻灵宫殿群中的幻境殿 活着 一定在活着 幻境殿聚集了很多人 如痴魅族的族人们 还有幻灵王麾下的其中一些弟子 我敢说 那个小家伙一定会死 怎么可能成功 十八碍于幻境 他宇宙级小家伙 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成功 唉 这是死路啊 看 那边就是闯十八碍于幻境的家伙 谁 银色战甲的那个 不是 银色战甲的 据说是虚拟宇宙公司原始秘境的绝世天才罗锋 黑色衣服的那个才是 哇 那就是罗锋 真帅 别花痴了 唉 我觉得红也挺帅 可惜 得死了 罗锋 红 跟随黑色羽翼男子不舍拉 行走在廊道上 看着四周 看着远处 都是大量的子谋少女 整个幻灵宫内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女子 而且那些侍女几乎一个个都是痴魅族女子 个个都生得倾国倾城 妖魅无比 大哥 你修心境界势高 可是这幻境是幻灵王实展的幻境 你是强 可也不能小觑宇宙间的超级存在 这一旦失败 你就必死无疑了 而且那幻境中 还可能蕴含着一时威压 说不定 直接一个威压 你就死了 谁知道幻灵王这十八碍于幻境 到底是什么威力 假设威力超强 你不是哭都没地方哭 一个知道轻重的超级存在 或许会根据红的实力布置出幻境 可是 幻灵王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古怪 明明是不容许任何男人碰他 却总是那般妖魅勾引人 明明脾气暴力凶残 却总是故作温柔 谁知道幻灵王布置的十八碍于幻境 是不是一条绝对死路 假设幻灵王真的想让红死 红还能活下来吗 没事 这幻境殿101层的殿门口 出现一道人影 正是全身笼罩在迷蒙彩衣中的女子 只能看到那一双紫色毛子 至于她的面孔 却怎么都看不清 顿时周围一片寂静 那些看热闹的少女们 几名弟子各个恭敬不敢出声 现在你还有机会后退 你如果选择后退 我虽然会瞧不起你 可至少你保住了幸运 如果不后退 那就沿着这道大门直接进去 这里是第101层大殿 每一层大殿都是一层幻境 你闯过一层幻境后 就沿着楼梯往上走 进入102层 成功后再继续沿着楼梯 进入下一层 以此类推 如果你最后从118层成功出来 你就成功了 否则 你的命就没了 洪威威一笑 大哥 罗锋面含焦急之色 却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大哥 洪这个人 就算亿万人同时劝说 恐怕也撼动不了他的意志 洪威笑看了罗锋一眼 随即直接走向远处的殿门 人已经到了殿门前 随即一步便跨入殿门中 此时整个101层电厅顿时一片模糊 肉眼根本无法看清里面发生了什么 洪已经无法回头 成功就是生 失败就是死 眼前这座灰红的宫殿直插云霄 如果在地球 罗锋站在太空中能够看清半个地球 可是他却无法看清这座巍峨的神殿 幻境殿 迷蒙气流环绕幻境殿 第101层电厅中一片昏暗模糊 罗锋拼命瞪眼看去 想要看清红在电厅内的情况 却都是白费功夫 不单单是罗锋在看 就连周围痴妹族大量女子们 还有幻灵王弟子们都看向电厅 一个个都想知道 洪是否能够闯过十八碍玉幻境 电厅内一阵震荡 电厅变得清晰可见 只见站在电厅中央的洪 抬头微笑看着远处的阶梯 直接飞向了阶梯 随即迅速沿着阶梯 前往第102层电厅 第一爱玉幻境闯过了 只见人流沿着外围廊道的阶梯 迅速朝楼上的第102层电厅涌去 那幻灵王是走在最前面 罗锋黑色羽翼男子以及其他弟子紧随其后 其他痴妹族大量女子是跟在最后面 第二第三层红破除幻境消耗的时间越来越长 罗锋目送着红沿着阶梯上了更上一层楼 去闯第四爱玉幻境 不由焦急 怎么办 这毕竟是幻灵王布置的幻境 而大哥才宇宙急 恐怕一不小心就要塞跟头 若可真的失败了 难道我真的要看着大哥 去宇宙拥兵联盟的宝国分不住地去自杀 可是我又劝说不动大哥 而且这是他和幻灵王的赌约 就算是老师也不好插手啊 罗锋焦急得很 无法帮忙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 实力 这就是实力 假设他拥有着宇宙国主的实力 完全能力压幻灵王 哪还有必要这么麻烦 他这小小天才 在幻灵王前面只是一个小辈 没有真正成长起来的小辈 在一百零五层电厅门外 穿着彩衣的幻灵王轻声笑道 你大哥的意志很强 竟然能够闯过第五层碍玉幻境 幻灵王前辈 还请手下留情 你也不必求我 我只是让他闯十八碍玉幻境 考验的单单是碍玉这一种欲望 只要在碍玉方面 他真的不受诸多迷惑 看清碍玉本质 那么就有希望活下去 碍玉 只要是生命 那么就一定会有欲望 想要长寿成为永恒存在 想要高高在上 操控千万人生命 想要有美丽的妻子 想要亲人们过得好 想要出人头地 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各种各样的欲望 欲望 是生命进步的源泉 就算再勤行寡欲的人 也会有欲望 只是他们的欲望追求 和常人不一样 更加特殊而已 罗锋一证 欲望 是了 不管是追求强者之路 追求修炼之路 追求享乐 追求口舌之欲 总之人生在世 就必定有欲望 第五百四十八集 欲望是无穷无尽的 它本身没有好坏之路 而生命只有被欲望控制 以及控制欲望的区别 爱是欲望的一种 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种 就算一些无比强大的不朽神灵 也不一定能够看透爱 我不知这十八重爱欲幻境 穷尽爱欲各种滋味 就算是神灵 也会坠入其中 而它 既然深陷于爱情 那么爱欲 对它而言 就应该是非常非常难度的一关 只有闯过十八重爱欲幻境 那么它才有资格去和我的弟子在一起 罗锋倒吸一口凉气 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位倾国倾城的幻灵王 欲望 作为经常被大哥二哥指点 对修心方面感悟极深的罗锋 是非常明白欲望是何等难以诠释的 地球上古语就有 英雄难过美人观 即使是一些伟大称之为圣的古人 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梦想追求 比如治国平天下等等 这些梦想追求 本质上也是欲望的一种 想要超脱欲望 不可能 难怪幻灵王 紧紧闯过通天桥第十九层 却拥有着那般可怕的威慑力 几乎可以和天羽王 以及我老师真眼王相比 也难怪能够直接控制住 两名蜂王级不朽神灵奴仆 幻灵王 幻灵王还果真可怕呀 大哥 这十八幻境 都是碍玉类幻境 你能闯过吗 罗锋看着眼前迷蒙一片的电厅 心中焦急 虽然对大哥有信心 可是他丝毫不敢小觑 宇宙中伟大永恒的存在 地球的修心 虽然颇有一些 独步宇宙的骄傲之处 可是那些能够纵横宇宙 生存无数年的伟大强横存在 还有一人就建造庞大宇宙国 坐镇宇宙国的伟大存在 这些真正伟大的存在 谁敢说他们在心境上 就比罗锋 雷神或者红弱呢 不可小觑这些永恒存在 三子 三子 你和大哥去谈得怎么样了 罗锋的护壁屏幕上 浮现一封邮件 正是来自于二哥雷神 关于罗锋红 要去见幻灵王 雷神当然被告知了 二哥 罗锋一时闪过一些文字 屏幕上就自动浮现那些文字 形成一封邮件内容 迅速就寄给了二哥雷神 十八碍玉幻境 大哥他修行境界极高 一定能闯过的 这我很相信 二哥 这幻灵王亲自布置的十八碍玉幻境 作为宇宙中非常可怕的存在 活的岁月 比地球华夏文化 都不知道久远多少倍 绝对不能消失 大哥闯到第几幻境了 第九幻境 现在大哥 破幻境的时间 已经越来越久了 罗锋迅速和二哥雷神 交流了一番 同时继续焦急期盼地 观看着大哥 闯十八碍玉幻境 时间流逝 幻灵王和他的弟子 以及他痴妹族的 大量女性族人们 一个个都感到压力 他们都是跟随着幻灵王 一层层往上前进 观看着那红 闯十八碍玉幻境的过程 十八碍玉幻境 第一幻境闯得最快 往后越来越慢 红越来越艰难地 破除幻境 可每一次 他都是那般坚定 一直在每一层电厅 门外观看的罗锋 心中默默期盼 这 大哥 你一定要成功啊 一定要成功 竟然能闯到 第十四碍玉幻境 这罗锋的大哥 还挺厉害的 能够闯到 第十四碍玉幻境 说明他的意志 是非常非常强的 哇 真不可思议啊 哇 没看出来啊 赤魅族那些女子们 彼此传音嘀咕着 而幻灵王 从一开始的很平静 到红尘宫 闯出第十四层 幻境后的皱眉 我就不信 他一个痴迷于爱情的人 够闯过这十八碍玉幻境 幻灵王双眸如电 脸上隐隐有着一层煞气 盯着那一百零五层电厅内 那幽静的楼壳中 齐尔短发女子 正默默站在窗户前 遥看那幻境电电厅方向 在他视线范围中 那幻境电是直接插入云霄 云雾弥漫 肉眼根本无法看到那般高 亲殿下 亲殿下 那红尔已经闯过 第十五碍玉幻境了 成功了 他真的闯过 第十五碍玉幻境了 楼阁门口的两名 痴妹族少女连忙喊道 齐尔短发女子 抬头默默看着 心中有着焦急担心 默默道 红大哥 你一定要闯过来 一定要 一定得闯出来 罗峰站在第117层电厅门口 死死盯着电厅内 整个幻境殿 第117层外 周围聚集的大量 痴妹族女子完全屏息 连那幻灵王脸色 都已经完全沉了下去 眼睛一眨不眨的 盯着电厅内 所有人都感觉到 压力越来越大 因为越往后 这碍玉幻境难度 也是越来越夸张 许久 第117层电厅 那朦胧的一切 直接破碎 显现出了脸色略显苍白的 黑发男子 红 还有最后一层 红抬头 甚至于都没有朝 电厅外围观的人群 看上一眼 就直接沿着 电厅内部的阶梯 前往那最后一层 第118层电厅 去闯那第18层 碍玉幻境 人流仿佛水流一般 来到第118层电厅门口 大哥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 罗峰一眨不眨 盯着这电厅 额头都渗出汗珠 而在他前方的幻灵王 则是死死盯着这电厅 他不信 他不信 为一个深陷爱情的人 布置的18碍玉幻境 会被闯破 深陷爱情的人 显然是受到爱玉影响的 可是破开18碍玉幻境 不可能 第118层电厅内 猛然震荡 随即平静下来 一名面带微笑 却略显狼狈的黑发 黑衣男子 红走了出来 跨出门槛 来到电厅外 这幻境殿的第118层外的宽阔廊道 足有一公里宽 汇聚的人成千上万 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这黑发男子 他们这些年 常年服侍幻灵王 跟随在幻灵王身边 都非常清楚 幻灵王是何等可怕 几乎没有人相信 红能够闯过这幻境 幻灵王本人也不相信 不可能 他盯着眼前人 心中迅速掠过诸多念头 可很快就平复了 没想到一个 能够为爱情而死的人 竟然能够闯过十八爱玉幻境 你很让我惊讶 爱 没有什么可怕的 沉浸于它 享受它 心灵中会滋生出 非常美妙的感觉 这 就是爱 我现在有些明白 你为什么会让青青 一见青青 不舍了 你带罗锋 红 去见青青 是 老师 嗯 幻灵王身体 刷的一声 凭空消失不见 带到幻灵王离开 这廊道上 顿时响起一阵 无比热闹的喧哗声 只见周围那些 魅惑动人的 成千上万的 痴魅族少女 一个个悄悄指着 红和罗锋 议论纷纷 似乎对二人 非常在意 重视事 黑色羽翼男子 微笑 看向红和罗锋 请跟我来 也恭喜你 闯过十八碍玉幻境 再闯我们其他人 恐怕没有几个 相信你会闯过 我也是很艰难 才闯过这十八碍玉幻境 这男子在前面带路 红和罗锋二人 并肩二足 大哥 恭喜 以后和嫂子 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大哥 这十八碍玉幻境 究竟怎么样 刚才我都担心死了 红看了罗锋一眼 传音道 幻境很厉害 可对我并无威胁 什么 并没有危险 可是我看大哥 你每闯一层幻境 就越来越疲倦 越来越慢 似乎很吃力的样子 这 伪装的 那幻灵王就在外面看着 而这十八碍玉幻境 就是他本人布置的 假设我表现得非常容易地 迅速闯过一层又一层 他面子放哪里呢 堂堂幻灵王 布置的十八幻境 被一个宇宙级小家伙 迅速破掉 实在太丢脸了 假设红破得很快很容易 羞怒之下 幻灵王说不定 在他闯十八层 碍玉幻境中途 就立刻对后面的 碍玉幻境进行变化 幻灵王真的想要击败红 是非常容易的 比如直接用灵魂攻击 让红在幻境中死去失败 他暗中出手 在场没有谁能看得出来 就算是罗锋 看红在幻境中死去 也只会认为是大哥 没闯过幻境 所以 我得根据 幻灵王的心理 让他感觉到 我似乎要失败 就那么无比艰难的 很是狼狈的 最终破阵 这样一来 我的目的就实现了 罗锋点头 的确 有实力很重要 可是 有时候也得配合一些 其他因素 才能得到最佳效果 大哥从头到尾 竟然都是在表演 而这表演 也的确令自己都无比紧张 似乎大哥要撑不住似的 一层幻境 比一层幻境更艰难 耗费时间更长 可是大哥 这爱玉幻境 那幻灵王说 是穷尽了爱玉的 你怎么这么容易 罗锋疑惑追问道 大哥明明是一个 深陷于爱情的人 为了那激青 在不知道 十八爱玉幻境 底下的情况下 就来闯 这样一个人 竟然能轻易 闯过爱玉幻境 爱玉 毕竟是非常复杂的欲望 多少英雄豪杰 深陷 爱情中 第五百四十九集 一个没有经历爱情的人 很自然认定 爱情就是爱情 可是真正经历爱情的人 才会觉得爱情无比复杂 好似物理看花 一切那般迷蒙梦幻 怎么都看不清 爱情在他们眼中 无限复杂 因为各种感情上的体会 让他们发现爱情的复杂 只有经历红尘研究人心 看清其中的诸多感情恩怨 最终才能看清爱情的真面目 红对爱玉的认识 已经无比清晰 看透实质 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可以为什么而死 自己可以不受什么诱惑 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心中有所悟 爱在红这等境界的人面前 已经很透彻 并非深陷爱玉的人 就真的不可自拔了 真正看到爱玉的人 才会知道 沉浸爱玉 乃是大道 而近段爱玉 这才是违背本心的 我所做一切 遵循本心 有些该做 有些不该做 有些明知道有生命危险 但也得去做 罗锋点点头 和大哥一边交谈 一边跟随那男子前进 前往激青的住处 穿着彩衣的幻灵王 出现在了那座幽静楼阁前 大人 大人 楼阁前的痴妹族 两名少女 见到幻灵王下的 连忙恭敬行礼 嗯 幻灵王直接推门而入 进入了楼阁内 楼阁中的激青 连忙转头看向门口 看到幻灵王后 连忙恭敬行礼 老师 你应该得到消息 知道那个叫红的小辈 闯过我不止的 十八碍玉幻境了 幻灵王看着自己的徒弟姬青 姬青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徒弟 是他麾下诸多弟子中 堪称最优秀的一个 幻灵王是发自心底的 喜欢这个弟子 是 清清知道 新老师手下留情 清清 我并没有对他手下留情 只是你喜欢的这个 叫红的 的确是超乎我的所料 竟然真的能够闯过 十八碍玉幻境 鸡青听了脸上不由浮现一丝羞红 以及一丝自豪之色 我说过 一旦他闯过十八碍玉幻境 我不会阻拦你们 也不会将你驱逐我门下 你们两个 不管是缠绵 相爱 生死 还是彼此分手 还是其他 我都不会管 清清谢谢老师 不过有些话 必须在这之前 告诉你 幻灵王手指点击半空 半空中出现了一个屏幕 屏幕上浮现了一本书籍 这是我的 而片刻后 楼阁外已经传来脚步声 以及一些很低微的嘈杂声 只见楼阁外狼到远处 布蛇喇 红 罗峰走在最前 后面远远还跟着大批大批的少女 都是痴妹族的少女们 显然是来看热闹的 布蛇喇摇指前方那座幽静美丽的楼阁 罗峰 红 这就是激青的住所 红眼睛一亮 目光落在那座楼阁上 连忙走了过去 那楼阁门打开 激青走了出来 罗峰看着这名女子 虽然从虚拟宇宙网络搜索的资料中 曾经看过激青的图片 可是当真正看到她时 罗峰也感觉到她的不同之处 她身高较高 身材比例却很完美 齐儿短发显得英姿洒爽 眉宇间的神情显然是个很果断 很坚毅 很独立的女性 简单说 是有点偏女强人的感觉 可是她的眼眸中 却仿佛有着一汪泉水 在看着红 好似都快哭了 你真傻 红只是微微一笑 激青直接冲上来 紧紧抱住红 控制不住的眼泪不断流下 远处观看的痴妹族女人 很多露出笑容 罗峰也笑看着这一幕 别这么冒险了 不知道的 红轻轻抚摸着激青的头发 随即二人分开 双目相对 一切都过去了 那些阻碍都烟消云散了 激青忽然松开红的手 不断往后退 清清 对不起 不值得 你走吧 就当我只是你的一份记忆 走吧 红面色一变 旁边观看这场景的罗峰也愣住 大哥想尽了办法 终于能够让幻灵王不再阻碍 可现在激青为什么说这番话 清清 红盯着激青 想透过他的眼神判断 是不是中了催眠迷魂等秘法 他看着激青的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特别是在修心境界上极高 观察极为敏锐的红 完全能够透过眼睛的一些细微反应 判断激青是否中了催眠迷魂等秘法 还是说这是发自本心说出了这番话 怎么回事啊 青殿下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啊 还有什么意思 分手呗 怎么突然就分手了 之前青殿下不是死活不肯屈服 所以被关押在楼阁中吗 怎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 远处廊道上观看的痴妹族女子们 一个个低声彼此议论着 他们也疑惑 明明一场大喜事 怎么变成现在这样 红默默地看着激青 激青也看着红 从眼睛中 红能够判断出激青并没有被催眠迷魂 怎么突然就决定离开我 你跟我说过 有些事该去做 有些事不该去做 做决定的时候 要果决 该牺牲的 就应该牺牲 激青轻声道 声音虽然轻 可是连站在红后面的罗锋 都清晰感觉到 这个齐儿短发女子话语中的坚决 所以就牺牲我们彼此的感情 激青没有说话 只是咬牙点了点头 为什么你阻阻阻拦 你老师阻拦的时候 你不说这些 还硬撑着抵抗他们 然而我现在找我兄弟帮忙 总算亲自见到你老师 魂灵王最后独命闯过十八爱语幻境 当我成功闯过十八爱语幻境 开心来找你时 你却跟我说这些 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变卦 为什么之前不说 激青沉默 红整个人怒气已经上涌 站在旁边的罗锋 也有些不愤 这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激青一直坚持着抵抗 族族老师 可在这最后的时候 却突然变卦 看 那个红要发飙了 世人都得发飙啊 听说他之前都赌命闯十八爱语幻境呢 一不小心 恐怕命都没了 现在清殿下突然说这些话 他怎么可能不怒啊 是我我也怒啊 这么好的男人 能放弃吗 是 是 妹族那些女子们 彼此议论 观看着事情的发展 红看着激青 我必须做出抉择 爱情重要 可有些比爱情更重要 这也是你告诉过我的 没想到我这么多年 再一次喜欢上女人 竟然是这般结局 激青摇摇嘴唇 虽然她是一个女强人 而且在家族内很多事情她都能做主 甚至她自认为她比她父亲要强得多 就算面对那些不朽神灵的师兄师姐们 激青也没有丝毫低头的念头 可是在她唯一清新的男人面前 她总觉得自己很软弱 激青 激青抬头 看着心中最爱的男人 希望你能实现你的目标梦想 抱歉 这段时间打扰你了 老三 走吧 红看着罗锋说道 随即凭空消失不见 罗锋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又看了看远处强忍着眼泪的激青 逼叹一声 他也凭空消失 意识回归现实世界了 红大哥 激青看着红消失不见 在那一瞬间 脑海中不由回荡起 他说的最后那句话 抱歉 这段时间打扰你了 打扰我 打扰我了吗 激青很清楚 这句简单的话中 隐藏着何等的痛苦 而且他明白 红着一走 恐怕不会再回头 因为自己很懂他 对不起 那些观看的痴妹族女子们 一个个都有些发懵 原本他们以为 靠赌命闯十八碍玉幻境 得到机会的红 会因此而痛苦 伤心 愤怒 会有一些过激的反应 可是他们谁都没想到 竟然仅仅说了 简单的一句话之后 就转头走人了 虚拟宇宙公司麾下 那群不朽神灵们的宫殿 都是在雷霆岛上 这宇宙拥兵联盟 麾下的不朽神灵们的宫殿 也是聚集在一个卫面中 在那幻灵宫中发生的一切 被那些仆人们彼此交谈 很快就传播开去 联闯幻灵王布置的 十八碍玉幻境 这小子很不错呀 至少在面对 碍玉类幻境方面很强 估计其他方面 也不会差 哦 还是我们巨府斗舞场的 特等精英 你去安排人 将他招纳进 现在正在培训的训练营中 是 大人 第五百五十集 前巫宇宙国 九大一级行政星中的穷玉星 罗氏庄园 罗锋看着眼前的红 心中暗叹 自从三天前 本来看似能够圆满结局的一件事 突然横生波澜 当时罗锋就认定 甚至直接和红说 我敢肯定 他本来那般坚定的抵抗老师 祖祖 可是最后时刻却突然变卦 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件事 中间不是那个银雪猴捣鬼 就是幻灵王做梗 可是大哥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就这么放弃了 红当时却回答 或许银雪猴 或许幻灵王从中影响了心情 可最终做决定的 是秦庆 我听了出来 他的确是发自心底 做出这个决定 为什么 他为什么放弃 因为他自己 或者是为了家族 红狠熟悉鸡青 鸡青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他成为超级强者的梦想决心 丝毫不亚于对爱情的渴求 站在庄园内 罗锋看着红 回忆着三天前二人的对话 暗叹不已 不管怎样 自己这位大哥这次 的确是悲剧收场 罗锋 别为大哥不止 人生本该就有悲欢离合 而且 这次我闯过十八碍玉环境 反倒是让巨府斗舞场的高层 注意到我 还专门下令 将我调进正在培训的一批 特等精英训练营中 如果不是特别下令 我必须再等好几十年 才能进训练营 保重 放心 罗锋 我和徒儿就先走了 那花白头发老者洛也说道 罗锋当即点点头 洪和洛二人 进入了旁边草地上停着的 巨府斗舞场 专门派来接洪的宇宙飞船中 大哥 闯出个名堂来 让那个幻灵王瞧瞧 哈哈 闯出个名堂 我从未怀疑过 老三 你可不能松懈 否则大哥说不定 就追上你了 有本事尽管追 随即 洪朗声笑着 直接进入飞船 片刻后 这巨型飞碟状的宇宙飞船 缓缓起飞 飞离了罗氏庄园 很快一飞冲天 消失在云层最深处 草地上 罗锋仰头 目送着那艘宇宙飞船离去 殿下 大哥去巨府斗舞场的特等精英训练营了 不管怎么样 大哥的事情已了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我现在也没有必要 逗留在穷玉星了 帝伦 去安排一下 准备出发 回我的家乡 是 他仰头看天 家乡啊 银河系 地球 已经超过两百年没有回地球了 自己的罗氏家族都已经是一个大家族了 该回去看看了 当天 罗锋带着护卫军乘坐陨墨星号 离开了穷玉星 开始前往家乡银河系 潜污宇宙国 离穷玉星大约数万光年的一颗很普通的生命星球 瓦罗星球 瓦罗星球 一座地下基地内 一名穿着银色制服的光头三眼男恭敬了 组长 情报已经透过虚拟宇宙网络传送到 经过369冲连环翻译 以及宇宙坐标位置对应的字符更换 得出情报内容 罗锋刚刚带领护卫军乘坐F级宇宙飞船 离开穷玉星 去向不明 情报部给出推论 罗锋前往他家乡的可能性 达到72% 嗯 另外一名穿着黑色制服的光头三眼男 则是看着面前的屏幕 屏幕上正是有关罗锋的详细资料 9号的情报资料还非常少 必须搜集足够的资料 有绝对的把握 才能实施暗杀行动 在人类1008宇宙国疆域内 每一次实战行动 我们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必须做到一次即可成功 上次暗杀1号失败 我们损失很大 这次不能再失败 同时命令离银河系最近的第13小队 去探查9号的家乡 银河系地球 是 幽静的地下基地内再度恢复瓶颈 当罗锋带着护卫军乘坐陨墨星号 在暗宇宙中以50倍光速前进时 却有一艘看似普通的C级黑色飞碟状飞船 已经抵达银河系所对应的暗宇宙内的一片区域 在这一片区域内保持慢速飞行 绿色制服魁梧猿猿人恭敬道 队长 这一片空间已经被强大的不朽神灵施展空间秘法 遮掩了坐标 我们无法前往银河系地球 另外一名绿色制服高寿女子恭敬道 情况和搜集的资料一样 我们的确没有办法直接前往地球 除非 一是透过虫洞 再耗费近三年的时间才能飞到地球 二是申请组织派出强大的不朽神灵 直接破开这空间秘法 一排共有八名绿色制服男女 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名银色制服老者 第一种情况透过虫洞 在元宇宙中飞行三年 这是组织无法忍受的 而要破开空间秘法 必须得是强大的不朽神灵来 全服在人类1008宇宙国疆域内的 任何一个不朽神灵 都是组织无比宝贵的资源 这事儿我会提交给组长 暗宇宙 血色三角外形的宇宙飞船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前进 因为穷玉星距离银河系地球的距离 足有近亿光年 所以就算是在暗宇宙中 以50倍光速前进 也需要大概两个月左右才能抵达 所有护卫军都默默在休息舱内 主休息舱的金属墙壁上爬满了藤腕 密密麻麻的藤腕遍布 绿油油的腕叶招摇着 将这宽敞的休息舱都变成了好似小森林 那台营养舱舱门忽然自动开启 一个多月的时间 总算是达到了御主级九届巅峰迹象 罗峰微笑着 视落着身体迈出营养舱 他站在休息舱内 看着周围遍布整个舱室的藤腕 忽然眼睛一亮 一眼就清楚 这密密麻麻的藤腕中 主藤腕一共216条 成功了 摩云藤已经进化完毕 周围无数的腕叶飞呼过来 仿佛一个无比喜悦的孩子抱着父母似的 完全包裹住罗峰 对其迅速的缩小融合 很快原本将数十米直径的超大休息舱 完全遮盖的摩云藤 变成了贴身的碧绿色战衣 摩云战衣的颜色不断变换 时而银白 时而碧绿 时而火红 时而纯黑 同时他的意识也传来一阵阵喜悦 开心 摩云战衣上也冒出一片片万叶 欢快地晃动着 从行星级到戒主 人类都是身体基因进化的跃迁 戒主到不朽 主要是灵魂进化 所以戒主时期 已经算是人类身体进化的一个巅峰极限 当然其他种类生命和人类还是有区别的 进化出216根主堂的戒主级摩云藤 比普通摩云藤强大太多了 越是到后期 即使同级同阶 普通者和优秀者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在恒星级时 宇宙中的天才们也没多少能感悟法则 强也不会强太多 这时天才和普通人实力差距不大 可等到了宇宙级时 同样是宇宙级九阶 能称得上天才的宇宙级九阶 大多能感悟部分宇宙法则了 这时候实力差距开始拉大 到了戒主九阶 法则感悟体内世界自创密法 特殊际遇等等 使得一个普通戒主和天才戒主 实力会相差很大 甚至于历史上一些超级戒主 能够戒主时击杀封侯级的不朽神灵 越到后期 两极分化就越严重 金角巨兽和魔云藤也是一样 刚开始在恒星级的金角巨兽魔云藤 在各自族群中实力差距并不明显 随着实力提升 优秀者越来越惊人 在戒主时 最完美的魔云藤 能进化出360根主藤腕 最低却只有36根 实力相差超过十倍 魔云进化的越完美越优秀 突破成为不朽神灵就越难 老师当年培育的魔云藤 戒主时仅仅才108根主藤腕 你现在 确实216根主藤腕 不过 我一定会让你进化成不朽神灵的 你现在已经达到了戒主级 现在要做的 便是尽早达到戒主级九阶巅峰 罗锋放开那万叶 万叶微微上下摆动 随即搜地直接缩进魔云战衣内 消失不见 魔云藤突破不朽神灵很难 可是金角巨兽突破不朽神灵 要更加的难 血脉传承记忆非常庞大复杂 记忆中就有突破成为不朽神灵的 一些警告例子 历代金角巨兽被困在戒主巅峰的例子数不胜数 百分之九十九的它们是无法突破的 很多金角巨兽有些甚至于在戒主巅峰时 实力已经强大到和不朽神灵媲美 可是依旧困在戒主九阶直至死去 这就是宇宙所谓的公平规则 越是强横种族生命 想要成为不朽神灵 难度会几何倍数的飙升 相对金角巨兽而言 人类想要成为不朽神灵 就容易成千上万倍了 当然人类成长时所拥有的资源 是没法和金角巨兽比的 自从离开原始秘境 就一直在没有尝试融合血落金了 现在试试看